妾法只是一妾法,岂是佛法。 宗以名离相关性,则头头是道。 能言所以云,五蕴,六入,乃至十八戒,皆如来藏妙真无性。 古德所以言,方外黄花,莫非般若,亭前翠竹,竟是真如也。 是之为一妾法皆是佛法。 总之,是出是法,皆是原生。 知是原生,而观其不易知性,不变之体,则一切皆是以,诸法亦如以。 否则诸法发心,诸法修行,则佛法亦非佛法,何况一切法。 此中所言之佛法,不可局为佛所说法。 佛者,决义。 一切法皆是觉法者,为法法皆菩提,以名菩提非别有法也。 盖离相关性,则是即一切法上,而觉照一真之性。 故法法皆是菩提。 此约如一言也。 若推广言之,凡行世间法时,慈悲未本。 皆为利他,不存利己,依依不与佛法有为,亦可云是法即是佛法。 若其名为行佛法,而有名利公敬之心。 则佛法亦成是法亦。 此刻是即一切法亦明如,即是明诸法与佛法亦如也。 正所以浅菩提法相,以一切法皆是故。 然亦法相浅,一切法相皆应浅。 故下刻又浅一切法。 因,赐,明离一切相。 须菩提。 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此刻是浅一切法。 即以正成其皆是佛法也。 何故言一切法皆是佛法也。 以其即非一切法故。 即非者,约性言也。 约性而言,明其不应者相,故约即非。 知其即非,而不着相,则是佛法而非一切法矣。 故约皆是佛法。 即皆佛法,何故又标而明之约一切法也。 以其不无一切法之假名故。 是名者,约相言也。 约相而言,亦在会归于性,故约是名。 知是假名,而归于性。 虽明一切法而皆是佛法矣。 故约一切法皆是佛法。 盖领会的一切法即非,便知其只是假名,领会的一切法是名,便知其即非真实。 是亦不做一切法会,而做佛法会矣。 此一切法皆是佛法之所以然也。 当之即非,是名,何而言之,凡以名无时无虚,空有同时之一耳。 世尊说此,是交行人于行,住,坐,卧,二六时中,对近随缘,皆应坐如是观。 得处处皆是道场,是是增长菩提,此之未无量应法门。 又赴此刻是离一切相以名如,即是名诸法与诸法亦如也。 因一切法皆如,故一切法是佛法而。 上来所云,诸法如意,无时无虚,一切皆是,一切即非,一切是名,总以阐明觉性清净而已。 清净觉性,了摩色相。 故得菩提,时无有法。 而色相空时,即觉性显时。 故得菩提,亦属非虚。 既非虚而又无实法,正好借一切法以立誓恋心,净空诸相,又何必于一切法外密见菩提? 何以故? 心经云,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岂非无上菩提,婉然在忘乎。 总之,自性如模拟珠,随方显色。 欲诸法本自性显现,而诸中却色相毫无。 欲即非一切法,佛法如家常饭,自应饱餐。 而餐者当注重消化。 欲菩提亦不应注,是在当人心心常觉,不及不离,则随地随时,皆可得真实受用矣。 佛所说法,说理便舍有事,说性便舍有修。 此法法皆如一大科,皆说自觉甚至,令学人依知其观照者也。 必须离相离念,方能契入。 云何可讲。 讲之焰若明相矣。 然又不能不讲。 故说修功处,只好用旁敲侧击方法,以眼说之。 听者虚于无字聚触触触触触触触。 向后所说,莫不如此,着眼着眼。 丑,四,曰报声明如。 虚菩提。 譬如人身长大。 虚菩提言,世尊。 如来说,人身长大,则未非大身,世明大身。 譬如人身长大,即前解分中所言,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也。 身如须弥,故曰长大。 盖至佛之报声言也。 因前已说过,长老身知其矣。 故不待此弊,即身明其矣曰,则未非大身,世明大身也。 世明者,明其不无长大身相。 则非者,明其既曰长大,上落数量。 应离相关之,则法身无边,乃未绝对之大儿。 长老所以不待此之弊者,令人小然,此即前曾说过之身如须弥山王也。 曰如来说者,正以明报身与法身亦如也。 此刻诈观之,似与上三刻无舍。 实则上三刻之意,得此刻而后彻底显了。 盖上来曰明号,曰果德,曰诸法,以明如,皆是法说。 此曰报身明如,则是欲说,故曰辟如。 孔文法说不了然者,应欲说而得了然也。 当之上之法说,但明其理。 此之欲说,乃是实句。 得事实已证明之,其理亦信而有真。 此所以奠以此刻也。 欲知究竟,须先明法身报身之意。 法身有二意。 一,所谓法身者,即是清净自信。 名为自信法身。 此即佛与众身所同聚。 所谓同体之性,亦即一切法所莫外之真如。 但众身在障,未能原显。 故曰众身言,又名在障真如,亦名在禅法身。 二,一切诸佛,经无量解勤修万行, 福慧庄严,令此自信智慧光明,圆满显现。 此名出障法身,亦名出障真如, 又名报得法身。 为法身出障,为勤修万行所得之果报。 即果报身也。 盖曰相言,则明报身。 故此中云是明大身。 为长大,是曰明相言也。 若曰信言,即是出障法身。 法身非相,部落长短大小数量, 故此中曰则未非大身。 足见报身与法身,不依不异矣。 亦曰相言,亦曰信言,故不依。 然时事亦身,故不依。 由事之故,报身亦有二亦, 亦,就其离一切障, 尽得安足言,曰自报身。 即出障法身,报得法身也。 未修因正果,自度已尽, 故曰自报身。 二,若就其便一切尽, 光明普照言,曰他报身。 盖法身献报得之相, 原为利他,故曰他报身。 可见自报,他报, 亦是不依不依。 亦曰自得受用言, 亦曰令他受用言,故不依。 然人是一生,故不依。 由此足见明皆假利, 亦足见信相从来不理矣。 据此为言,不外二亦。 事宜,正义事也。 为事不得意者之仪, 即以正成上说诸矣。 盖方文上三所说能容。 为者将其曰, 既明明是一切法, 何以皆是佛法。 既是亦如,何以又有诸法。 无时无虚,就尽云何。 且律言时无有法, 而佛之报身, 光明相好, 原为无量功德法所成, 非明明有法相互。 无时法可得, 而得此报身, 非实法乎。 殊不知一切法, 本是真如自信随缘所现, 若不着诸法之相, 则见诸法时, 便见诸法之信。 譬如报身, 亦即出障法身显现之相也。 显相者, 所以利他也。 而不着报身之相, 便见法身之信, 两不相爱。 故虽有诸法, 而实事亦如也。 虽未亦如, 而不妨有诸法也。 虚之如来所得无时无虚者, 以其为正记照同时之清净决信故也。 譬如报身, 虽相好光明, 而不爱自信清净。 且因自信清净, 所以相好光明。 此非觉性之记照同时, 无时无虚乎。 推之一切法, 原非真实, 皆是假明。 然之是假明, 则知其是真如之相也。 知其即非, 则知其皆真如之信也。 譬如报身, 亦是假明长大, 不过真如法身之光影儿。 所以即非长大, 当观清净真如之自信也。 盖不观相而观性, 则报身即是法身。 故一切法皆是佛法。 总之, 言无法, 言离相者, 未浅住法住相之病, 非未绝对无法无相。 言无法可得者, 未得而不存的相, 非, 必尽无得。 虚知不应住住者, 因诸法事亦如故, 无虚而无实故。 非必尽无法, 无相, 无得者。 因极诸法而易如故, 无实而无虚故, 明得此意, 则以切法皆是佛法矣。 此意不明, 则佛法亦非佛法矣。 故报身法身不依不依之理, 不可不明。 明乎不依不依, 则知非有法, 非无法, 非有相, 非无相, 非有得, 非无得, 而诸法如意, 以及无实无虚, 一切皆是等意, 便可彻底了然。 何以故? 因其不依, 故臣诸法而无实, 所以曰吉非也, 因其不依, 故为易如而无虚, 所以曰皆是也。 至于不依中见不依, 则虽易如而不爱其为诸法, 至于不依中见不依, 则虽诸法而不爱其为易如。 且不依时便不依, 不依时便不依, 故曰无实无虚, 明其虚时皆不可说, 故皆曰无也。 又复不依, 故虽是而曰明。 不依, 故虽明而曰是, 虽不依而时不依, 故记曰是明, 又曰皆是, 虽不依而时不依, 故记曰皆是, 又曰是明。 总而言之, 相虽不依, 性则不依。 故一切法皆是佛法也。 性故不依, 相仁不依。 故即非一切法, 是明一切法也。 世尊应报身与法身不依不依, 最为明显。 而不依不依之理, 可以会通上三科所说诸义。 此所以最后又举报身明之, 必法法皆如之意, 彻底文章也。 前解分中举报身严者, 是正明应摩所住而身其心。 盖得此报身之果, 由曰非身, 是明。 是佛不住此身也。 故菩萨修应时应摩所住, 然而非无此圣妙大身也。 此身正由六度万行福会之所庄严也, 故修应时应无住而身六度之心。 此中则是以报法二身不依不依, 显成法法皆如之意。 故所说虽同, 而命意不同。 此法法皆如一大科, 即显果德。 显果德, 为明显行也。 故下科皆以明显焉。 贵, 赐, 明映。 分二, 此, 出, 正浅法直, 此, 令达无我。 此, 出, 幼二, 丑, 出, 约度深浅, 此, 约言吐浅。 丑, 出, 幼二, 赢, 出, 标浅, 此, 真事。 赢, 出, 标浅。 虚菩提。 菩萨易如是。 若作誓言, 我当灭度无量众生, 则不明菩萨。 如是, 指上法法皆如一大科, 为佛为菩萨准生。 物为法法皆如, 是佛所证, 非我所及。 当知佛能如是证者, 由其因地如是修。 故一切发觉初心之菩萨, 亦应如是体会法法皆如之意, 而于法无助也。 如是二字, 既通止上科, 则如字便可作诸法亦如会, 是字便可作一切皆是会。 何而观之, 便是无时无虚。 一切诸法, 无时也, 皆是亦如, 无虚也。 盖为菩萨修应, 为克圣果。 果报深如, 亦应应地心如。 必须与一切诸法之无时相应, 而亦法不执, 赋予皆是亦如之无虚相应, 而亦法不费。 且不执时, 即不费, 不费时, 即不执。 如是如是, 虚时巨无。 则应如是者, 亦必果如是矣。 菩萨亦如是巨, 是度深掩土两颗之总标, 皆应如是也。 云和度深, 离香行六度是, 云和掩土。 亦离香行六度是, 所谓福会庄严也。 故应广行六度, 而亦法不费。 更应不着六度之相, 而亦法不执。 不费不执, 方有菩萨资格。 故皆应如是。 若做事言下, 反言以明。 若不如是, 便施菩萨资格以。 我当灭度无量众生, 此与前文所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正负相同。 前曰当身如是心, 明明为是尊教应如是者。 今乃曰则不明菩萨, 何耶? 此中亦运深系, 略分三层以说明之。 一, 须知前令身如是应分尽则心者, 浅其自以为是菩提之心也。 然不着菩提以, 而又自以为尽则。 虽幻一面貌, 而取法人痛也, 助乡人痛也。 分别执着, 依然故我, 如何岂可。 故人斥之曰, 则不明菩萨。 则自紧切。 少有此念在心, 菩萨资格便失却矣。 必须唯密观照, 唯密堪念, 层层入戏, 浅之又浅。 直令此心一面不深, 竟无点尘, 灭度无量, 若无其事。 树姬予亦如知亦相应耳。 少有念在, 便以者相, 便以取法, 便是分别, 仍为我见也。 二, 前之开示, 不但令知度身未应尽之则, 以浅其者于菩提以也。 且令应知此则中未能尽, 所谓度一切众生已, 众生即我已时, 则又何尝能尽。 是并浅其能度之见也。 更令应知度亦等于未度, 所谓无以众生时灭度者。 是并浅其所度之见也。 开示之语, 是彻底的, 是圆满的。 经此功将开示的话, 忘了两句, 只牢牢抱住头一句。 岂非俨然自以为能尽此则, 且大有所度乎。 我当灭度无量, 其一种自精自负, 目空一切之态, 婉然在目, 启示菩萨。 此病必应痛浅, 故执赤之曰, 则不明菩萨。 世尊如此说之, 富有身指。 概令读经文法者, 必须彻底贯通, 不可挂一漏万, 不可执偏概全, 不可断章取一也。 三, 此人富有大病。 病在做事严也, 无论大言不惨, 始所不应。 即令言能复实, 而动字标榜。 其这于明文, 心不清净可知。 且言未心生。 做如是也, 因其做如是念也。 念由未习, 勒生死且未能, 而为菩萨如此乎。 世尊言此, 是令发大悲心者, 应于离念上加工。 妄念不习, 真心勇仗。 有悲无智, 岂能度他。 且念云何其。 岂于人我分别之见之犹存也, 故不明菩萨也。 因, 此, 真是。 分而, 卯, 初, 是无法, 次, 是无我。 卯, 初, 是无法。 何以故? 须菩提。 无有法名为菩萨。 流通本, 坐时无有法名为菩萨。 唐人写经集照工会公著本, 皆无十字, 应从之。 未见古本时, 与此勾益, 亦胡伦看过。 极见古本, 有以为时无有法名为菩萨, 与前之时无有法名阿罗汉, 具法相同。 有一十字, 未尝不可。 乃尽会前后精益, 使之绝不相类, 使之原本之妙。 盖前明四果无念, 皆是透过一层以建议。 英文词皆曰能做事念我得果否。 顾达此约虚佛环明为入流而魔所入, 盖未虽明为入流, 然心中尚无所谓入, 岂有所谓流, 则绝无我得入流之可知。 斯伯涵、阿纳涵, 说法一律。 顾下皆皆曰是名某某。 以现所谓入流也, 亦往来也, 不来也, 皆是假名。 初无此念也。 阿罗汉之亦未无身, 引其正无身法人也。 即是亦无身, 顾约时无有法。 盖未其心并法亦无, 岂有所谓无身。 然则名为无身者, 但假名而。 岂有此念乎。 顾约明阿罗汉。 此中是明不明菩萨之故, 由其心有能度所度之见, 便是取法。 取法便者我仁等相, 乃是凡夫。 顾有法名为菩萨, 断断无知。 无须透过一层, 方能显意。 顾具法与前别也。 无有法名为菩萨具, 有两种读法。 一, 无字略断, 下六字一气读之。 经义盖位, 何顾不明菩萨耶? 因反言以示之曰, 有法名为菩萨, 佛无此说也。 顾下颈皆曰, 是顾佛说一切法无我仁重受。 以明有法便者我仁分别, 便为佛说, 便是凡夫。 所以无有, 有法名为菩萨者。 盖以本科之无有法名菩萨, 是尘上科不明菩萨之故。 又以下科之法无我, 是尘本科无有法名菩萨之故。 所谓斩转是尘也。 二,七字作一句读。 如唐规封法师书云, 无法名菩萨, 岂有我度众生。 盖位上无名为菩萨之法, 岂有我度众生之相。 亦显上闻我当度众生之言, 是取这度众生未成菩萨之法也。 净时照公注云, 菩萨自无, 何有众生。 自无者, 尚无也。 亦为菩萨众生皆是假名, 尚无能度之菩萨, 何有所度之众生乎。 则不应取这度众生也名义。 观子注意, 法字更看得活。 有言没有法字名为菩萨儿。 总之, 古著多名大义, 不经经于前后上下之慈器与脉。 故独鼓注, 亦当仪茂取神, 善于领会也。 卯, 四, 是无我。 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是故者, 尘上其下。 盖遇是尘无法明菩萨之故, 乃生明佛说一切法无我之理也。 佛说一切法无我人众受。 当之众生之见, 无非分别。 分别便有能所对待。 曰能见颜, 便是我, 曰所见颜, 便是人, 能所知见差别从身, 是为众生。 此曰恒颜也。 能所知见, 继续不断, 是为受者。 此曰数颜也。 分别望心, 多不胜数。 以能所恒数收之, 庆无不尽。 本经所已于种种见种种相中, 读取此四位言也。 然分别起于这我, 故开之为四, 何之则唯依我见而已。 殊不知一切法本来无我, 无差别也。 此佛说句, 含义甚多。 当作两种读法以明知。 一, 说字断句。 为一切法无我之理, 为佛所说也。 凡一切法, 皆是缘会则生, 生即无生。 盖所谓生者, 不过缘会之患香儿。 安有始法。 故曰生即无生。 此佛常宣说者也。 生即无生, 那有我人差别乎。 当之凡有我人差别者, 并在凡夫之取者。 一切法中, 安有此事。 故前云, 若心取香, 则为这我人种肉也。 若其不取, 则无能摩索, 一香不生矣。 然则菩萨曰我当灭度众生, 便是取这六度之法。 便我仍对待, 四相婉然。 此凡夫而。 启明菩萨。 故有法名为菩萨, 绝无此理。 二, 法字断句。 为佛说之一切法, 本无我仍差别也。 此中又当开两意说之。 假, 凡佛所说, 皆是说其所证。 而佛所证者, 为是诸法亦如。 故佛说之一切法, 莫非令人民对待分别之法相, 物平等亦如之法性者。 觉此觉性, 可名菩萨。 若存有法相, 便是我之, 便成对待, 便是分别, 何名为觉。 故有法名为菩萨, 亏知佛说, 初无此意也。 亦, 佛说一切法, 皆是令闻者无人我, 无法我, 除分别心。 因一真法界, 本无我仍等分别, 有此分别, 乃成众生。 佛为度众生而说法。 所以一切法, 无非说一真法界之意, 令除我之者。 故意法不应取, 取及这我仍动受。 菩萨者, 学佛者也。 若取这六度等法, 何名学佛乎? 何以故? 有法名菩萨, 佛无此说故, 此中不曰如来说, 而曰佛说, 正未显因果亦如之理。 佛, 果人也。 菩萨, 因人也。 果人既如是说, 因人当如是学也。 总之, 一切众生, 性本同体, 本无而我对待之分。 故说众生, 则菩萨亦众生。 说菩萨, 则众生亦菩萨。 众生本来是佛, 况菩萨乎。 且生本无生, 何所谓度。 度一自度, 何明度深。 譬如投然, 手必救之。 虽至于者, 亦无不救之理。 然而绝无能救所救之分别者, 知能救即使所救, 所救即是能救故。 菩萨与一切众生亦父如是。 故佛一切法无我仍众受, 令闻者当观同体之性也。 若作誓言, 我当灭度无量众生, 岂非我见人见众生见乎。 此见一日不除, 非受者见乎。 分别如此, 执着如此, 事于性本同体, 诸法亦如之意, 完全得魔, 显为佛说, 上自居为菩萨乎。 乃约当度无量, 恐三五众生亦不能度也。 何以故? 既我为我, 众生为众生, 则欲受其度者, 势必自经自喜。 不受度者, 势必轻视增贤。 欲他之秀度者, 又必真净猜忌。 辗转情直, 自负自禅。 辱自己方且向烦恼恶见仇灵中走入。 上约度众生乎, 上得明菩萨乎。 所以有法明菩萨, 断断无此事理。 凡法正觉者, 必应将佛说一切法无我仁众受即是诸法一如的道理, 切实体会。 虽广修六度, 而义法不值。 树基星空望念而无时, 公布唐娟而无虚而。 此无我义科, 既以结上文, 亦以起下文。 盖下科及非庄严是名庄严, 亦是说法性无差别义者。 与此科所说之义, 相贯通也。 丑, 四, 约言土浅。 分二, 迎, 出, 标浅, 四, 真是。 迎, 出, 标浅。 虚菩提。 若菩萨做誓言, 我当庄言佛土。 是不明菩萨。 菩萨修行六度, 无非上求下化。 上来以约度生名下化, 故此科赋约言土名上求。 上求者, 所谓上求诀道也。 所谓上求诀道也。 然上求诀道, 意味下化众生。 盖菩萨发心, 唯一在利益众生而已。 此中所说之病, 亦与度生中相同。 并在作言我当事也。 凡上科所说种种过旧, 皆通于此, 无庸更坠。 总之, 作言, 便动念矣。 我当, 便直见矣。 其念, 者见如是, 全是凡情, 何明菩萨。 故曰是不明菩萨。 因, 此, 真是。 何以故? 如来说, 庄严佛土者, 即非庄严, 是明庄严。 何以故者, 问不明菩萨之故也。 即非, 是明, 仁如前说, 所谓不着相会归信是也。 即此两言, 其不明菩萨之故, 已甚了然。 盖由其者相类信, 所以不明菩萨而。 庄严佛土, 前曾说过。 然此中所明之意, 与前不同。 不同在如来说三字。 如来说者, 明其约信而说, 则诸法亦如, 不应少存分别执着知情见也。 前之举此为言, 是未显应无助而身心之意, 使之于不值时却不废。 今之举此为言, 是未明显身心而无助之意, 前云, 当身如是心。 今此度身严土两颗, 则叫以虽当身如是心, 而亦不亦助也。 使之于不费时即不值。 盖前是令发菩萨心者, 离香以修福慧。 今是令行菩萨道者, 于修福慧时, 不存此事福慧之见也。 前后浅身, 大有区别。 须知佛即是心, 所谓是心是佛, 土即是地, 佛土有言心地。 所谓庄严者, 因众生自无始来, 此清静心, 被一切染法恒生障碍。 本来空济者, 全然纷扰, 本来光明者, 全然昏暗。 故令发广大愿, 以阔其量, 修六度行, 以除其思。 离香离念, 将所有分别执着等等凡情俗见, 痛加扫除, 细味洗刷。 譬如地上障碍之物, 慧染之污, 一扫而空之, 以赴其空济光明之旧观。 无以明知, 明知曰庄严而。 实则无所谓庄严也。 经作严曰我当庄严, 横此一见于心地中, 遍布空济, 遍障光明, 上得未知庄严乎。 于性体上全无领会, 唯如来说, 故曰是不明菩萨也。 必须身解极非是明知止, 离香会性, 亦如不动。 虽赤然庄严, 而望其为庄严。 树基与空济之性相应。 济空且济, 光明自显。 庄严佛土, 如是如是, 菩萨其知之。 广度众生, 上言灭度无量。 是广度义。 大悲也。 清净心地, 庄严佛土, 彻底言之, 便是清净心地, 大智也。 大悲大智, 所谓无上菩提也。 和此度身言土两颗所说之意, 是明发菩提者, 不可存一词是大悲大智之念也。 若少存此念, 便是法之, 便非菩提也。 两约不明菩萨, 正是结成开张时所云, 十五, 有法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之意也。 张法极其严密, 意义极其圆满。 此, 此, 令达无我。 分而, 丑, 出, 标示通达, 此, 开佛之见。 丑, 出, 标示通达。 须菩提。 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此刻之文, 从来多作结尚会。 然系寻语脉, 前云佛说一切法无我事现, 法性差别意, 所以节度身不应取法也, 上语即非庄严是明庄严, 亦是显法性无差别意, 所以节沿途不应取法也。 法性既无差别, 故意法皆不应注。 则实无有法发菩提之意, 意义并结成意。 无需重结。 又父系为后闻, 则知先举佛说一切法无我者, 是为此刻令通达无我法作意隐暗。 待说之后第四大科正分中, 得云之一切法无我得成余忍, 是为此刻作结。 经将开示佛之之见, 令其通达, 故焉安子科曰, 若菩萨通达无我法云云, 以为标示。 章法谨静, 一气贯通。 故盼此科谓标示之词, 则前后融洽。 若但是为结上, 则气脉不连, 精神不拒矣。 无我法, 即是法无我。 但不无区别者。 正的诸法之意如, 则为之法无我, 通达意如之诸法, 则为之无我法。 即如上文佛说一切法无我者, 因佛以证无我理, 据无我智, 能于一切法中无我, 故曰法无我。 后规节处曰, 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 是明其不但于一切法能知无我, 且安忍于无我义, 故意曰法无我。 此处是令通达本来无我之一切法, 故曰无我法也。 当知法执之病, 并在为我见所障而。 一切法中, 何尝有我。 经令通达, 是令除障。 我见之障除, 则正本来无我之法性。 故通达无我法之言, 由言去分别之妄心, 见本无分别之真性而。 总之, 一切法皆无我, 则一切皆无我法。 故自这依迟波, 入尘起时, 乃至还至本处, 夫作而作, 皆所以表示无我之法也。 何以故? 世尊本无虚乎一时。 为众生故, 一年三百六十日, 乃至四十九年, 在尘劳中打混。 非阔然无我, 望其为佛, 而能如此乎。 此证诸法亦如, 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气象。 亦正是如来所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而于世中无时无虚的真营时具也。 此长老虚菩提, 所以在大众中从坐而起, 顶礼赞叹约, 稀有世尊。 如来善护念善父主诸菩萨也。 亦如来而日日在尘劳打混, 不离众生故约善护念。 且即以随缘度日, 望其为我之法, 日日如是行不言之教, 故约善父主。 习乎指长老一人善能通达, 其余大众皆懵然忘绝而。 于是长老不得已, 想请开示。 而自诸菩萨应祥福其心说起, 逐层逐层, 说至上科, 皆是令破我之。 则所说者, 即无义不是无我之法, 即皆应通达也。 然则经云通达无我法, 即指上来所说者乎, 亦别有无我法乎。 须知非别有法, 非别无法。 何以故? 一切法皆无我故。 不得读云上来者是, 此外皆非也。 若其善能通达, 即不必待世尊开口, 于随缘度日穿衣吃饭时, 早已彻底通达已。 为其不能, 故友善说诸法。 而我世尊大慈大悲, 明念一切众生, 恐其虽闻诸法, 由父未能通达。 经将更说根本方便, 令得通达。 故于此处, 成上佛说一切法无我之意, 特为标示之曰, 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令大众振作精神, 地听下文, 不致适同常谈, 忽略放过耳。 云和根本方便, 即下文开佛之见事也。 凡学佛人, 虽知我见之害, 然以病根太深, 除之不得。 明明学无我法, 而人故不自封, 处处着我。 然则奈何? 唯有将佛之之见极力灌输, 以化其旧日之凡情俗见, 竖姬前后所说之无我法, 皆得通达耳。 由事言之, 为埃佛之见, 由为无我之妙法可也。 可见开佛之见中所明之意, 在全经中, 由占重要位置。 其意必须先未彻底通达耳。 虽然, 法即非法。 若闻开佛之见, 而有益之见存, 便又成法之。 又是我见, 其佛之佛见哉。 此理当身长思也。 通达者, 似通八达, 无有障碍之意。 通达, 即所谓开也, 众生于一切法, 动身障碍, 不能通达者, 应偏执故。 偏执己我见也。 经令开佛原见, 原则不执矣, 开佛正知, 正则不偏矣。 故欲开通无我之智慧, 达到无我之理体, 必先通达其知见, 彼得见无不原, 知无不正, 非根本方便乎。 宗以明尽修之方, 首当开解, 去其偏执而已。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者, 未若通达无我法, 则通达诸法亦如以, 故曰如来说, 故曰真是。 然性体空计, 那有菩萨名相, 故曰说明。 使之所谓真是菩萨, 亦言说之假名而, 亦不可知。 职责又不空计, 而非亦如以。 无我法, 亦可分为无我, 无法。 然无论忍我, 法我, 总亦我执。 而法我系于忍我。 法我无, 忍我自无, 故不必局分而是说之。 丑, 赐, 开佛之见。 分而, 迎, 出, 明元见, 赐, 明正之。 迎, 出, 又二, 卯, 出, 明不值一, 四, 明不值一。 卯, 出, 明不值一。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有肉眼部。 如是, 世尊, 如来有肉眼。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有天眼部。 如是, 世尊, 如来有天眼。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有慧眼部。 如是, 世尊, 如来有慧眼。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有法眼部。 如是, 世尊, 如来有法眼。 须菩提, 亦云云合。 如来有佛眼部。 如是, 世尊, 如来有佛眼。 此剑不举止眼见, 由言见帝儿。 知见皆从理智出, 原非一体。 理未理体, 即本性也。 理智者, 性聚之智, 明其非外来也。 但约有所表现言, 约见。 约了了于内言, 约知。 故不可恰分为二, 亦不可定说为一。 又知见互相知, 知知者身, 其见地自不浅。 然若不破其就见, 亦不能起其心知。 故闻中先说见, 四说知。 自先说五言之明相, 再明佛说五言之指去。 肉眼者, 即此邪肉之躯所聚之眼。 盖圣意竞根, 依肉体而有所照见, 明曰肉眼。 此眼所见有限, 唯能见帐内, 对帐外言, 知色。 圣意竞根者, 清静见性知别明也。 所见有限者, 为烦恼所照顾也。 天眼, 有油业力的者, 如玉天以伏业得之。 有油定力的者, 色天, 无色天, 皆是定力。 定力者, 为做观想, 想帐外境。 帐外, 对肉眼所见之帐内言, 观想尘故, 见帐外事。 即肉眼不能见之事, 名为天眼。 不必定身天也。 即在人间, 得此定力, 便能有之。 此至专修此定而言。 若身欲天者之天眼, 则是由修福也而得。 身色天以上之天眼, 或由修他种定而得, 则皆未报的也。 凡夫其此二眼。 若慧眼以上, 非修出世法不能有。 慧眼者, 以根本智, 照见真空之理。 一名真帝, 智即是慧, 顾名慧眼。 根本智, 一名甚多。 如实智, 真智, 正体智, 如理智等等, 以其能生其后的智, 顾名根本智。 二甚甚贤, 所见其词。 得此则天眼亦得, 而过于天眼, 能见天眼所不能见。 然亦有所现, 不及佛之慧眼也。 法眼者, 以后的智, 照见差别之事。 即是俗地, 亦有种种一名。 如全智, 俗智, 辩智, 如量智等等, 以得个本智后, 方能得知, 顾名后的智。 得此智者, 不但正真空理, 通一切佛法, 并通世俗一切法, 即通一切众生因因果果, 起心动念等差别是相, 顾名法眼。 然由不及佛之法眼也。 菩萨所见其词。 前三种眼, 菩萨皆有, 自不代言。 唯无佛眼而。 佛眼者, 智无不及, 照无不原。 唯佛有之。 顾名佛眼。 古得有颂云, 天眼通非爱, 肉眼爱非通, 法眼能观俗, 慧眼了真空, 佛眼如千日, 照一体孩童。 照一体孩童者, 未但曰照见之书圣, 名为佛眼。 实则其体非于前四之外比有也。 故前四曰佛边言, 虽名肉眼, 而见无数世界。 不同凡夫之有所现, 只见丈内也。 以天眼言, 凡夫天眼, 只见肉眼所不能见。 二圣天眼, 为见依三千大千世界。 菩萨天眼, 虽圣二圣而不及佛。 唯佛之天眼, 能见横河沙树佛土。 以慧眼言, 二圣慧眼, 唯能照见我空。 地上菩萨慧眼, 亦是分正法空。 佛之慧眼, 则缘照三空, 动彻真性。 以法眼言, 菩萨法眼, 所知丈未尽, 得的之中, 各有分线。 为佛法眼, 所知丈尽, 无法不知, 故无声不度也。 由是可知曰佛边言, 不过名为四眼, 表其随感思应而。 其实唯依佛眼而已。 故古得曰, 前四在佛, 总明佛眼也。 佛眼至无不及, 照无不原者。 以俗地言, 和沙世界与低点数, 西知西见, 以他可想矣。 故自无使来穷未来计, 便虚空, 净法界, 一切众生, 乃至一即维系众生, 此此生彼, 根性族类, 以及其心动念, 前因后果, 千差万别即为细之事相, 无不惜之, 无不惜见。 以真地言, 身闻多会少, 故但照我空, 不见佛性。 菩萨会多定少, 虽见佛性, 而由未尽名。 盖正佛性, 以会未应, 以定为原。 因清缘书, 故定多不及会多。 然定会继位均等, 故菩萨但分阵法空, 分见佛性。 为佛与佛, 定会均等, 寥寥见性, 如观掌中眼摩勒果也。 以上是明相境。 佛说五眼, 其指云合。 盖戒五眼以明佛见缘荣也。 此刻闻相醉其, 突然而起, 陡然而止。 平序五眼, 此外不着一字, 意义甚难领会。 必和上科病毒之, 乃之是令通达佛见。 下闻之字, 是令开佛之。 所以需盼上科为总标也。 举一佛眼, 便摄四眼。 今乃一一便举四眼而问, 皆达云有者。 证明不值一见也。 若四眼皆达无, 为佛眼达也。 是独之佛眼, 其佛之云见乎。 其法无我乎。 长老生解义去, 通达无我法, 故不如是达也。 约佛边言, 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一一书胜, 何此四眼, 即是佛眼。 乃父举佛眼而问, 亦答有者。 证明非四眼外, 别有佛眼。 非佛眼外, 别有四眼。 非一一眼外, 别有一一眼。 然随感思应, 亦何妨有一一眼。 盖辩举无眼者, 亦显不一而一, 亦而不一。 渐渐皆远, 无所谓一渐非一渐也。 然则为之渐而不渐, 可, 为之不渐而渐, 亦无不可。 亦即为之不有而有, 有而不有也, 皆无不可。 此不值亦知即至也。 故达辞皆先约如是, 后约有。 盖明既见亦如, 则有见皆是矣。 何以故? 见见如故? 问达皆言如来有者, 宗以明见信元明, 有如元净。 胡来胡献, 汉来汉献, 出无容心。 正所谓不有而有, 有而不有也。 譬如分一池为五池, 池各献月。 月随池而成五, 月无容心也。 亦而不一也。 若通五池为一池, 则献一月。 月随池而成一月亦无容心也。 不一而亦也。 佛眼无眼, 如是如是。 此震显一切法无我之意。 菩萨应开如是剑, 通达如是无我法也。 云和通达。 唯再不止几剑, 更不止一剑而已。 云和能不止, 首当大开远解, 令其见地彻底, 则执情自薄。 极腹力除习气, 离香离念, 正得诸法一如, 方位就进而。 于亦云和。 试探其见地如何。 依依达如是如来有, 足阵长老以予亦如之理, 通达无碍。 经中凡言于亦云和, 皆是探寻见地之词也。 凡言若做事念, 能做事念否, 莫做事念, 辱物未做事念等等, 皆是破其直见, 另开原见也。 卯, 赐, 明不直译。 须菩提, 余意云和。 横河中所有杀, 佛说是杀部。 如是, 是尊。 如来说是杀。 横河上, 流通本有如字, 为古本所无。 应从古本。 应有意如字, 多认为是说辟语。 不过借以迎其下闻耳, 而不知其事说实话。 殊不知佛说此刻, 何诸上刻, 乃以名大臣佛法仅要之意, 正是佛之原见。 所谓开佛见者, 开词。 以物认故, 遂至以其抹杀。 一字之差, 出入玄远, 真可探也。 如是世尊两句, 是长老达词。 何杀为戏, 有如为臣。 前云, 诸为臣, 如来说非为臣, 是名为臣。 则横何杀, 如来亦必说非杀, 是名为杀矣。 何以故? 此经浅香, 上云般若非般若, 何况忽杀。 今乃不然, 如来说是杀者。 若不扎香, 则贱香即贱性矣, 又何必说不是杀乎, 此意义也。 又附下半不证明一切皆是, 以浅为戏之之。 即句生我法二执, 故虽杀之所所, 亦不说非而但说是, 此又一意也。 然而佛说此刻, 所谓何诸上五眼一刻, 以名大臣要义者, 尚不在此。 须知此刻之意, 乃显佛眼应洞见一切法差别是相, 不坏俗地。 故世俗即说是杀, 如来亦随俗而说杀, 以名如来之不值意见也。 长老与佛心心相应, 故达约如是。 既证诸法亦如, 则贺说而不是乎。 故约如来说是杀也。 如来说是杀者, 盖明是杀之言, 乃如来说。 即是依如意而说, 其同凡夫说耶。 何以故? 凡夫说是杀, 则止以为时。 如来说是杀, 乃是即非是, 非是而是。 此其所以不值意见, 而说是杀而。 经中凡说如是, 皆含有此意, 可尽心会知。 此不值一, 不值意, 两颗, 含义冤为, 虚逐曾披包之, 以此见不开, 直行难解。 即当参究, 令其通达, 万不容忽者也。 当之不依不义之意, 便是法法皆如, 此正佛之所正所得。 潜于说法法皆如时, 意以广谈。 既为佛之清正, 即是佛之原见。 然而佛如是正的, 尤其在因地时, 已能开此原见故也。 开此原见, 乃能虽见而不利见, 乃能于一切法不值而无我, 乃能如是如是就尽正得之而。 所以一切菩萨修因时, 意应如是开之。 何以故? 一意不值, 至破除我见之会见故。 当之我见难除, 不外两种理由, 一, 见理不明。 二, 自以为是。 初因见理不明而自是, 既因自是而见悦不明。 二者盖互相资助, 互相增长。 然其病恩, 则唯一见理不明而已。 自是则由不明而生者也。 其互相助长, 盖后起之状。 故欲破我, 首当明理。 开佛缘见者, 撤明其理智位也。 先说五眼以明不值一见者, 为见理不明者说法也。 既说何杀以明不值一见者, 为自以为是者说法也。 见理不明者, 非为其一无见也。 但主一见未高, 遂为此一所必, 则高者不高矣。 有如五眼, 自以佛眼最高。 而不知正义四眼一一殊胜, 故称佛眼。 此如来所以不值一见, 而原具五眼也, 执意者其知之。 自以为是者, 非为其绝不是也。 但欲独身己是, 而不与众见苟同, 则是者非是以。 有如何杀, 言性故非, 言相何尝不适。 相者即性之相, 西必废相以民性。 此如来所以不值一见, 而说是杀也, 执意者其知之。 总之, 于见有所知者, 则有所利。 于是或一或亿, 不偏于此, 即偏于彼。 盖着我之所致也, 经要以一亿据不可知, 见将从何安利? 则我亦语句话矣。 非除我之会见乎。 不依不义之义, 未般若知刚踪, 佛法之要领, 可以贯通一切法。 故此经令通达无我法者先通达乎此也。 此句, 开之则为八步, 十步, 十二步, 十四步。 如大制度论云, 不生不灭, 不断不偿, 不依不义, 不去不来, 因缘生法, 灭诸戏论, 因缘生法, 由言诸法缘生, 亦由言因果。 盖因缘生法者, 因缘所生之法也。 法即因生之果也。 故因缘生法, 简言之, 即是因果。 此言一切法皆是因果。 故一切法皆是 不生不灭, 不断不偿, 不依不义, 不去不来。 此所谓八步也。 若不明八步之义, 便不明因果。 则所言皆成细论。 正显八步因果之义, 未正论正见也。 缘生之法, 正是生灭, 何云不生不灭。 不知缘聚则生, 缘散则灭, 约法相言而。 见法相知生灭, 足正法性本不生灭矣。 不去不来, 亦约法性言也。 因因果果, 永永不息, 故不断。 因而成果, 果又未因, 故不长。 一切法各有因果, 故不依。 一切法不外因果, 故不亦也。 八步亦若专约因果发挥, 可成专书。 资不过略说之而。 智论又云, 观一切法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 不够不尽, 不来不去, 不依不义, 不长不断, 非有无, 此言十四不也。 若将非有非无据, 作为解释不生不灭等六据之意者, 则为十二不。 中论一说八步曰, 不生亦不灭, 不长亦不断, 不依亦不义, 不来亦不出, 能说是因缘, 善灭诸戏论, 不出及不去之意。 此二论皆龙数菩萨座以明般弱者。 家祥大师大臣玄论云, 八步者。 是诸佛之忠心, 诸圣之行处。 数冠重经, 横通诸论。 其中论书则云, 使正观之指规, 方等之心骨。 定佛法之偏正, 是得失之根源。 弥之, 则八万法藏, 名若也由。 物之, 则十二不经, 如对白日。 臣已如是俱意, 正是开仁佛之佛见, 已除其从来执着之妄想妄记者。 凡佛所说, 皆明此义。 所谓第一义也, 圣义也, 中道也。 此义若未通达, 则佛法之宗旨不明, 何以原修原正? 不曰诸佛中心, 诸圣行处, 弥之则若也由, 物之则见白日也。 然龙数十本诸本业因落等经, 但字帝少不同而。 经约, 二帝义者, 不一义不二, 不长义不断, 不来义不去, 不生义不灭, 不二者, 不义也。 二帝者, 真帝未法性, 俗帝未法相也。 经以八不明二帝, 论以八不明原生, 因此义冠一切法故也。 大涅槃经则说十不约, 十二因缘, 不出不灭, 不长不断, 非亦非二, 不来不去, 非因非果, 不出不灭, 即不生不灭。 非亦非二, 即不依不义。 非因非果, 非未无因果也。 手聚云十二因缘, 未十二因缘生法, 不外此时不知义。 因缘生法, 证明因果也。 盖未曰因果说, 说明为因, 乃是前因之果。 说明为果, 亦是后果之因。 此明因果无穷, 不可执位因定是因, 果定是果。 故曰非因非果。 又曰信相何言之, 曰因果法信说, 则明痛一味, 不能说谁因谁果。 而曰因果法相说, 则是相分明, 因是因, 果是果, 因必有果, 果必有因。 然正分明时, 即明痛一味。 何以故? 相不离姓故, 正明痛一味时, 却寥寥分明。 何以故? 姓不离相故。 是之未非因非果。 盖何守具以名义也, 此本经所以说即非, 复说是名也。 所以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空有皆不应者。 此中论所以云,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名为假名, 亦名为中道, 盖未欲知一切法不出因果者, 当名即空即假之矣。 若不明空即是假, 则堕断剑, 万事皆归断灭, 便成波无因果。 若不明假即是空, 又堕常见, 万事皆若固定, 亦成波无因果。 虚知虽说空说假, 其实空假不依不异。 亦得此意, 便为中道。 非空假外, 别有中道。 空即法性, 真谛也, 甲即法相, 俗谛也。 此中五眼一颗, 即是名真谛法性。 法性本来如如而皆是, 何必之一。 何杀一颗, 便是名俗谛法相。 法相本来随缘而无定, 何必之一乎。 八步, 十步, 十二步等, 但是开何不同而? 若详开之, 可之无量聚。 若曰之又曰, 则不依不依, 便舍一切。 故此中开佛原见, 但曰不依不依明义也。 经在略言八步之义, 所以贯通一切经论之理。 当知佛所说法, 不外真俗二帝。 俗地法相, 虽变化无常, 而为世俗所共见, 故为之俗。 真地法性, 则常恒不变, 而为诸法之本体, 故为之真。 佛说二帝, 皆用八步之义以说明之。 名为帝者, 名其事理确实不虚也。 一切众生, 所以轮回生死苦去无边者, 无他, 由弥俗地八步之义故也。 一切身闻乃至权位菩萨, 所以有便义生死, 无名为敬者, 无他, 由弥真地八步之义故也。 总之, 但因于此八步异地, 弥有浅身, 悟有高下, 故有六道之分云, 三圣之差别。 佛为一大事因缘, 出现于世, 即为令众生了二种生死。 故说种种法已开示之, 令得误入耳。 而种种法, 不出真俗二帝八步之义。 故此义贯通一切经论也。 不自有二义, 一, 破义, 破其者一切相也。 二, 敏义, 敏相显性也。 然破有二义, 不但破这有并破这空。 敏义有二义, 不但敏相显性, 亦负敏性显相而令缘容也。 今世举不生不灭俱, 说其刚要, 且以不依不依俱贯通之。 先曰俗地言。 世俗中人, 莫不只为时生时灭。 佛告知, 皆非时也。 但由因缘俱合, 假献身相。 因缘散时, 假献灭相而已。 乳性何常生灭? 乃但直相而魅性, 乳所以有轮回生死之苦也。 此曰俗地显中道。 中道显, 则非俗地而真地已。 所以智者有之并也。 再曰真地言。 二圣圣贤, 全位菩萨, 又直不生不灭。 佛告知曰, 不生不灭者, 对智凡夫者生灭相而。 安可去一直, 又生一直。 须知性相不二, 空有时。 有即是空, 故俗地之生灭, 假生假灭。 空即是有, 故真地之不生不灭, 亦是假不生假不灭也。 如既见性, 正好献相, 随云度生。 且性本不离乡, 乃但直性而厌。 如所以有变生死之苦也。 此曰之地显中道。 中道显, 则为罪上臣, 亦佛臣乙。 所以智者空之并也。 以不依不依贯通之者, 俗地之生灭, 则生与灭不依也。 不直而不生不灭, 则生与灭不依也。 真地之不生不灭, 则不生不灭与生灭不依也。 不直而性相不二, 空有同时, 则生灭与不生不灭不依也。 盖即空有同时矣, 则不生不灭时, 无妨现生灭。 虽现生灭, 却是不生不灭。 此之为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则以义具不可说。 并不依不义之名而具名义。 由事观之, 可知一切皆不可知, 亦无庸之也。 故八不诸具, 为化除直见之妙义。 而不依不义之义, 则可以贯通诸具也。 此诸具亦, 皆是显法法皆如者。 法法皆如, 是中道圆容第一亿。 故八不诸具, 亦是中道圆容第一亿。 但法未不同而。 何以言之, 法法皆如, 是圆显。 所谓表权。 天台华言两宗, 依此义而建立者也。 八不诸具亦, 为般若之刚宗, 则是以浅未显。 所谓遮泉。 三论宗依此义而建立者也。 禅宗亦是宗般若之浅荡者, 但不讲教义而。 须知必先浅荡, 方显圆容。 即如本经, 必于离乡离念之后, 方说法法皆如。 佛只可见以。 何以故? 直见未浅, 岂能圆容? 且这于圆容, 亦非圆容也。 岂信论所以明不空虚自空出也。 建立圆宗而说圆异者, 并非不说浅荡之意。 但说浅荡, 亦带原位。 宗浅荡者, 如三论宗等, 亦非不说圆荣之意。 但说圆荡, 亦带浅荡位。 顾及说如快刀利斧, 无坚不摧。 独之如冷水浇被, 发人深省也。 凯字般若教义, 不明于是。 极致度论, 三论宗诸书, 从来先过问者。 顾随唐以来, 为禅门出人最多。 其顾可深长思矣。 须知学人若不刻从浅荡用功, 图记诵的无数原意, 何能破其情职? 情职不去, 又何能达呼圆荣? 本经云,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正得的指示般若未入佛之药门, 成圣之阶梯也。 此事关系法门之甚衰, 关系学人之成败, 极其重大。 顾不觉一再痛切言之。 三论宗计宗般若。 顾学般若者, 三论诸书, 不可不依究心。 即不能辨读, 必须读其一二种, 以偿法位。 树基般若大致, 亦于领会。 如大制度论, 大臣玄论, 中论书等, 最足破人固执, 开人物门者也。 但亦济幽深, 文父冤傲, 为在熟读尽领, 以参究之。 虽然, 若未参究上举诸书, 愿于班若义去, 无不动了, 则又非也。 当之八不诸义, 不过班若之刚宗耳。 班若中曲折身为之志, 非刻从离乡离念处, 真参实究, 何能动明。 此理又不可不知也。 盖大刚不义, 而细为则不一也。 不但此也。 即以前八会, 后七会, 所说班若, 持语本经效, 亦付如是。 刚宗大致, 彼此不一。 为妙意味, 彼此不一。 所以一部经有一部经的宗旨, 有一部经的多法。 其能一通全通。 当之佛说是佛境界。 所谓诸法识相, 为佛与佛方能就近, 诸大菩萨尚未就近, 何况凡夫。 所以华言会上善才所参五十三位善之士, 皆约我为之此法门, 余则不知, 乃是实话, 并非千词。 所以古德如智者, 家祥, 贤守诸位, 平身指红阳述种因论。 盖学历只能如此。 此证古德高处, 真处。 后学所当学不者也。 不但三论八不诸俱义, 只能明斑若知纲要。 细为止去, 人在学人自领。 吉令经有一人, 将本经一去, 著书立说, 一一宣称。 然的此一书, 不过多一助力而已。 义人在学人自领也。 何以故? 此人吉令已成菩萨。 而佛之境界, 终不能就尽。 吉令顿悟同佛, 尽能彻底宣扬。 而读其书者障若未去, 人父未能彻底领会。 人须向离相离念处, 真参时揪, 而后乃能弃入耳。 吉如此不值一不值一两颗所明之意, 闻得之后, 须以此法应, 向一切法上, 为密印证, 更须以此法应向自心上印证, 向为其心动念处印证。 如此, 数有通达之可其。 若但闻说此两颗之意而得名了, 只能为之名了, 不能为之通达。 此理由不可不知。 通达者, 似通八达, 毫无障碍之位。 故若于自心上, 于一切法上行之少有障碍, 便非通达矣。 下明正知, 正是说一榜样, 令学人遵照, 以不依不依之见地, 向心行处及诸法上了知其所以然, 以求通达而无我者也。 因, 赐, 明正知。 分而, 卯, 出, 明心行颇的, 赐, 明诸法原生。 心行者, 心知行动, 为其心动念也。 诸法, 为外境也。 约内心外境以明正知, 亦在实之无定为实, 心外无法之意也。 心外无法, 故法法不外亦真如。 但众生外未尽相所谜, 内未心念所扰, 不能证得。 此般若所以令离相离念也。 婆的者, 不可得也。 性体空计, 本无有念, 故曰不可得。 诸法莫非愿会假现身相, 本来无身, 是知未当体即空。 是故曰心行及诸法言, 不一也。 而曰颇得极远身严, 不一也。 不一不一, 诸法如意也, 当如是知也。 如是而知明曰正知者, 以其是一无上正等正觉之所正知者而知故也。 知此, 则知应离念离相之所以然已。 离相离念, 正所以无我也。 卯, 初, 明心行颇得。 分三, 成, 初, 欲众明之, 四, 是明非心, 三, 结成颇得。 成, 初, 又二, 己, 初, 隐欲, 四, 西之, 己, 初, 隐欲。 须菩提, 余意云合。 如依恒合中所有沙, 有如是等恒合, 是诸恒合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 宁未多不。 甚多, 世尊。 有如是等流通本等上有沙字, 古本无知, 可审也。 将明正知, 而成上元见中和沙之说已为引端者, 亦显向下所明之义, 非值一义之凡情俗见者所能了知。 必先开其原见, 不值一义, 乃能开此证之也。 且亦显向下所说当已不一不义之义通之也。 将说众生妄心以即诸法, 而必假设辟欲, 以沙欲合, 负以欲合中之沙未言者。 亦显妄心及一切法, 层出不穷, 牵引越多, 不可胜数也。 且亦显妄心法相, 如幻如化, 莫非假有也。 皆是亲切指点之语。 若是为无关紧要有如罪词, 则辜负经文义。 其口说亦于亦云合者, 将欲开其证之, 故先探视其见地。 其亦之贯至不可得。 非仅探问多否。 如者, 显其是辟欲之词也。 亦恒合中所有之沙, 以无数可记忆。 如是等, 指无数沙。 未设有恒合其数 与亦恒合中所有之沙相等, 有言无数恒合也。 是诸恒合, 指上聚无数恒合。 言无数恒合所有之沙。 其数其有量灾, 佛世界, 即位大千世界。 每一大千世界, 为亦佛教化之区域, 故曰佛世界。 如是, 指上聚无量言, 为无量世界也。 您为多不, 问可算得是多不。 甚多是尊俱, 长老达词。 此刻但涉欲, 为下文作影。 盖以无量数之沙比喻世界之多者, 皆为借以显下文众生心多, 如来西之耳。 即, 四, 西之。 佛告须菩提, 而所国土中, 所有众生, 若干种心, 如来西之。 经中凡标佛告句, 皆正众之词。 令读经者, 正众向下所言也。 而所者, 如许也, 指上文无量言。 无量国土有言无量世界。 但世界是通明, 国土是别名。 经将言众生, 故言国土, 故言世界。 何以故? 据国土之别名为言者显众生有种种差别也。 所谓十方杀土, 所有众生, 种种差别是也。 盖位无论是何族类色身等差别众生, 大而天人, 小而楼以, 其心无不惜之。 上科不但言世界而曰佛世界者, 亦含生止。 当知世界之之持不坏, 故有众生业力。 然非障佛慈悲微神之力, 为之设持。 以众生业力之恶浊, 早不知成何不堪之状况矣矣。 一切众生皆无佛恩而不自知。 由之动之非浅之得生辰, 全受日光之赐而不知者痛也。 与云, 雷霆与露总天恩。 天之有恩, 时由佛之施恩也。 事关诸大成经所说, 梵王, 帝氏, 乃至日月天子, 一切诸神, 皆在佛前发愿, 互持众生。 故知世界之之之识, 时赖佛恩慈悲微神之力。 总之, 此经一字, 一句, 一名词, 亦称谓, 皆含妙意, 不可忽略。 世界国土, 以多至无量。 则其中之众生, 其数之多, 那富可说。 何况众生心忽, 真所谓不可说不可说矣。 何以故? 既是众生心, 则念念不停。 即以众生言, 其心之多, 那富有数。 况不可说之众生心亦。 故以若干种概括之。 若干种者, 言其差别之多, 无数可说也。 上科由一横河, 而说其中无数之杀, 由无数杀, 而说为无数横河, 由无数横河, 而说其中无量之杀, 富由无量杀, 而说为无量世界。 此刻又由无量世界, 而说其中不可说之众生, 然后由不可说众生, 而说其不可说不可说之心。 所已如神地已说者, 既已显不一之意, 已也其下文之不意, 且已引起如来西之耳。 已至不一之事而西之之者, 其差别之之间所能西之哉, 是尊盖已如意之之耳, 故约如来西之。 此意与下如来说相应, 总已是菩萨应如是之也。 如来西之其为何? 下科何以故下, 证明其意? 众生之心究如何, 在下科所以者何下, 证明其意? 成, 四, 是名非心。 何以故? 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 是名为心。 诸心, 指上科若干种心炎。 非心具, 曰性炎, 按指非真心, 真心即性也。 是名句, 曰相言, 为如是之心, 特甲名为心耳, 按指其是旺心。 旺心即下文千流心。 千流便有相, 故曰是名。 名者名相也。 此处不宜将真旺点破, 只可混含说。 因是旺非真, 下科方说出所以然。 此处说破, 下科变成坠文。 何以故? 自问也。 问, 众生若干种心, 如来何故悉之焰? 如来说下, 自答也。 答位, 虽曰若干种, 而如来之其实可概括为一种, 曰, 皆是非心, 但未假名之心耳。 看经文表面, 似但说明如来能惜之, 并未说出何故惜之者然。 实则惜之之故, 已隐在其中。 其故何在? 在如来二字。 盖如来者, 诸法如意。 如者, 真如也。 真如者, 同体之性也。 以正同体之性, 变成大元净智。 所以一切众生其心动念, 佛心静忠, 寥寥分明。 且佛心无念, 故知动念者, 皆为非心。 此悉之之故也。 上科曰如来西之, 此科曰如来说, 证明其依如意而知, 依如意而说也。 西唐代宗时, 西方来亦比丘, 众称之曰大尔三藏。 自言有他心通。 代宗请南阳东国师, 禅宗大德, 是之。 坐少请。 诗问, 老僧经在何处? 达曰, 在西川看进度。 少请, 诗又问。 达曰, 在天津桥上看弄狐孙。 诗既然少请, 再问, 即不知已。 诗和曰, 他心通在什么处? 他心通者, 知他人心中之事也。 中国诗先顾起念, 忽在西川, 忽在桥上, 以示之。 代后既然, 是不起念。 念记不起, 遂无从之。 以此事为证, 如来西之, 更赫呆言。 须知凡夫心念, 虽鬼神意知之。 所谓积心才动, 早被神知。 若为信念, 则为菩萨罗汉能知。 佛则无不惜之也。 中国诗呵斥之语, 不解义者, 以为不信他心通。 非也。 呵斥之意, 不出二种。 当之神通不可执, 执之, 轻则卖弄生害, 重则扎魔发狂。 此以理言也。 中国诗弟子慎重, 代宗义其弟子。 经其好意, 人知恒情。 躺大众看重此等事, 既足为修行之障, 且恐为法门之害。 此以示言也。 此大尔三藏, 通必不高。 若其高也, 其为信念义能知。 即不起念义能知其为起念也。 何至中国诗既然, 便恍然不知所云。 通计不高, 而在众中, 自言的通, 激进卖弄, 显为佛赤。 佛令弟子, 非欲不得已, 不许显示通, 国诗赤之者, 亦在于此。 当之三明六通, 是学佛人本分事。 但修行时, 不宜注重此事, 恐走入魔道。 无名进食, 神通自得。 得之之后, 亦不宜者与人之。 恐为捏怪者所借口, 后患甚多也。 上来游杀, 而合, 而杀, 而世界, 而国土, 而众生, 世相种种不一, 而归结之于众生心。 非但是心外无法以也。 盖说何, 所以欲心念之流动。 说杀, 所以欲心念之繁密。 说杀为何, 欲心念从为而者。 说何之杀, 欲心念由总而别。 由何杀而说到世界国土众生, 欲众生心念即流转不停, 如何, 父交固不化, 如土, 寄细所无比, 如杀, 父持物无极, 如世界, 有任运而起者, 如何杀等, 有施舍有成者, 如国等, 有源流, 有本末, 有通, 如世界, 有别, 如国, 有别中之别。 如众生, 所以言若干种心也。 如上所说, 凡有两重不依不义。 外而山和大地, 内而五蕴色身, 其事向至不一以, 而为众生心所献物, 则不一也。 又负众生心念多至若干种, 不一也, 而皆为非心, 则又不一。 此皆发觉者所应了之。 然此两重不依不义, 尚不过为下文作隐暗而。 总而言之, 不依不义诸俱义, 即显法法皆如, 即是显无有定法。 令行人当于一切法上, 或看活用, 不申居直。 故佛时而说义, 以显其不义, 时而说义, 以显其不义, 时而一义据说, 显其虽不义而不义, 虽不义而不义, 时而一义皆非, 显其并不义不义亦不可说也。 无非为浅情之。 浅之亦浅, 功行至于据不可说, 则正诸法亦如矣。 其说有无诸据, 皆是此矣。 总以名处处不可者, 以至众生处处者之病而已。 无论是出世法, 皆应依此观, 依此一行。 成, 三, 结成破得。 所以这何? 须菩提。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破得, 即不可得。 过去心三句, 唐慧敬法师著中出句过去, 四句未来, 三句现在。 无这菩萨论亦然。 四序虽亦, 大致无关。 此刻说明非心之所以然也。 过去, 现在, 未来, 名为三句。 记者, 边际, 界限之矣。 过去非现在非未来, 现在非过去未来, 未来非现在非过去, 各有边际, 故约三句。 心念记有三句, 故未知千流。 千流者, 言其心如水之前浪后浪, 相推而前, 迁移流动而不喜也。 此即色受想行时之行。 行者, 行动, 千流之意也。 盖因其心念, 刹那不停, 故约千流。 因其千流, 故有过去, 现在, 未来。 然而过去则已去, 现在又不住, 未来尚未来, 故皆不可得。 可时言之, 只有过去, 未来, 并无现在。 盖刹那刹那而去已, 那有可得。 不可得者, 明其当下即空也。 若福真心, 则常住不动, 绝非千流。 但因众生无始来今, 未曾理念。 念是生灭之物, 故尘千流。 故未非心。 言非常住之真心也。 生灭心是望非真者, 以真心本不生灭故也。 既生灭之不停, 那有时物, 故于是名为心也。 上科名原见, 是令不明理而自试者, 明了魔是非是。 上士说不可执之当然。 此名正之中, 则明不可执之所以然矣。 故曰所以者何? 即如此科之意, 盖位, 如于一切法取之者, 在如意中, 必自以为我能取。 不知己此能取之一念, 三计千流, 当下即空。 念上不可得, 上鹤能取之有乎。 三言不可得, 真乃追心之语, 直令我见无安利处。 冷言经约,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静明体。 用诸妄想, 此想不真, 故有轮转。 当众生从无始来, 任妄未真, 遂至生死轮转者。 应一切为心造, 性静明体。 轮转之苦, 时由其心生灭轮轮故而。 盖一言即相, 必有生灭。 重在心不随相而动, 动即行也, 所谓千流也, 便出一切苦矣。 所谓了生死出轮回者, 心了耳, 心出耳。 故修行第一步, 便当明了此理, 便清淑未真, 淑未旺。 其实即亦辨别。 浅言之, 分别执着者, 旺也, 分别执着者, 真也。 深言之, 真心无念, 其念即旺。 游行源时, 故其念未分别执着之根, 所谓修正者无他, 除妄是以。 妄云何除? 离念是以。 离念则分别执着自无, 真心自见, 生死自了。 离一分, 见一分。 离得究竟, 见义究竟已。 一切众生, 所以任妄为真者, 由于不知其事不可得。 何故不知? 由于心粗, 不便其事生住一灭, 刹那相续。 若知其事刹那相续, 则知是千流而不可得者已。 既不可得, 执之何谓? 且自以为能执, 而实无可执。 徒增业力而已, 真于吃可怜也。 此理为佛知之说之, 而为修行人所及已觉悟者。 顾明正之中, 首先辨言此事。 以其为成凡成圣之关见顾也。 由事观之。 本经虽离相离念并说, 实归重在离念。 不过以离相为离念之方便而。 待至念离, 则见相及见性。 尽管随缘献相, 广度众生, 毫无障碍。 何以故? 心念既离, 其余相也, 不离自离故。 此刻之意, 一生无底。 上说不可得, 是约望心明义。 殊不知佛说此刻最大宗旨上不在此。 宗旨云何? 再令学人, 即望正真, 顿气无声也。 何以言之? 三计千流之心, 所谓无明缘行也。 无明者, 不觉也。 一切众生, 出不觉之念念千流, 故随而分别执着。 分别, 变成第六时。 执着, 变成第七时。 则行缘时矣。 此中言如来之者, 令学人当如是之也。 知者, 觉也。 且告之曰, 千流之心, 当下即空, 时不可得。 正是令学人速觉, 当直下向不可得处观照弃入。 则战战记记, 当下便是常驻真心。 正所谓狂心不歇, 歇及菩提意。 故此刻之意, 是明智元吉顿, 直直向上之法门也。 习二祖问出祖安心法。 祖曰, 将心来与如安。 曰, 密心了不可得。 祖曰, 无与如安心静。 正与此中所说, 同一法位。 当如是之, 悟赴佛恩也。 故上科皆为非心事名为心俱义, 亦可兼明真心。 盖真心无名无相, 唯依空己。 说谓真心, 亦非心也, 但假明耳。 古得所以云, 说似以物极不忠也。 由是观之。 此刻亦俱两重不依不义。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事未不依, 皆不可得, 事未不义。 又赴千流心与常住心, 依也, 知其不可得而当下空计, 则不义以。 何之上科所说, 共为四重。 当之佛之委屈说此四重者, 开示修观之方便也。 方便云合。 先观和沙等气界根深诸法之不一, 而消归于众生同聚而无义之心。 既而尽观心念有若干种之不一, 而消归于诸心所不义之皆非是名。 更观心之所以皆非者, 由有三计千流之不一也, 则消归于三计不义之不可得。 当之不义者, 如义也。 步步由不义观不义, 则步步趋向真如义。 即附身观千流心常住心, 虽约不一, 不过信相之义而。 则离将会信, 而消归于本无可得之大空, 上父贺义之有。 则记记明明, 明明记记, 一念不生矣。 一念不生, 而时相生矣。 岂非一抄直入之修功哉, 妙级妙级。 经为诸君依依念初, 若恩依此义以修观行, 依日千里, 上赫呆言。 当之四重之义, 重重深入。 而步步由不依入不义。 即是步步除分别执着, 亦即步步无我。 待至一念不生, 忍我法我, 上父贺存乎。 真无我之妙法也。 菩萨不向此中通达, 便向何处通达。 此一大科, 未开佛阵之, 事令开佛阵觉也。 故闻如是教, 便应如是开。 如是开, 便是如是觉。 如是觉, 便能如是以。 原顿大法, 孰过于此。 下诸法原生一大科, 亦复如是开之觉之。 而疑是向心形上开觉, 疑是向诸法上开觉。 双方并静, 则心静极王, 我法聚空矣。 亦所谓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而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矣。 教下名言甚多, 无此直结了当。 松下棒喝交池, 无此彰显明白。 愿与诸君共免之。 卯, 刺, 明诸法原生。 分二, 成, 初, 曰福报名无信, 刺, 曰法师名体空。 此一大科标题, 含义甚多。 先当一一说明, 入文方义领会。 上心形一科, 是曰内心名义。 此诸法一科, 是曰外境名义。 外境之事相甚多, 故曰诸法。 诸法多不甚数, 将从何处说起。 经曰福报及法师名义, 则可以该设一切法义。 盖福报之义名, 非福报之事, 便可立之。 布施即设六度, 六度即设万行。 而布施中则以法师谓罪。 若法师之义名, 所有六度万行, 皆可立之也。 法师是善行, 善行之义名, 非善行之事, 亦可立之也。 至于原生二字, 当分条已说之。 请言含义甚多, 指此言也。 以内典中因原二字, 有时分说, 有时何说。 分说者, 因是因, 原是原, 不容混也, 何说者, 说因即设原, 说原即设因。 盖清因未知因, 书因即是原, 故可何说。 此原生一言, 乃何说者, 所谓因原生法事也。 因原生法者, 为一切法之身, 不外因缘, 从无无端而起者也。 故法及因原所生之果。 因原生法, 无一言一切法不外因果。 而福德及巨族生相, 誓约果报名义。 法师, 誓约因形名义。 既一切法不外因果, 故设一切法境。 二, 诸法原生者, 为一切法本来无生。 但由因缘聚会, 甲献生相而。 此意, 盖明诸法是甲相而非真性。 以性乃本具, 万古长恒。 非由因缘聚会而生者也。 故标题曰无性。 言其但有相而无性也。 当知佛书所言尽, 皆知心体之性言。 与俗书所谓悟性性格等说, 绝不相谋。 而一切法计皆为假现之相。 可知一切法之当体, 如幻如化, 如空中花, 如水中月, 绝非实物以。 故标题曰体空。 此体自止当体言, 有俗语所谓本身, 非畏性体也。 是故原生之意, 即显其有相无性, 当体是空而。 福德即聚足身相, 显无性亦变, 法师, 显体空亦变。 故分配言之。 由是可知, 说原生, 无意说不可得。 而说不可得, 亦无意说原生。 何以故? 心知行动, 亦愿生法故。 所谓无明原形事也。 夫众生处处执着, 亦言执着, 便有能, 所。 就能执一面言, 无非妄念, 就所执一面言, 便是诸法。 经告之曰, 如以为有能执者耶。 心行颇得, 能执之意, 当下即空也。 又告之曰, 如以为有所执者耶。 诸法原生, 所执之法, 亦付当体是空也。 如此开示, 正是将众生执剑, 从根本上推翻。 若发觉者, 通达此理, 我见可兵消矣。 何以故? 我见知起, 起于时, 既妄念为真心, 又以诸法为时有, 遂至我见不能遣除。 故欲遣我之, 最妙观空。 佛称依王, 又称空王, 即未能依众生执时之病儿。 三, 原生与不可得, 皆明即空之意。 如上所说, 故已。 然而大致虽不易, 而含义之广辖则不依。 盖不可得之意, 但明即空。 原生之意, 既明即空, 皆明即假。 妄念为成凡之由, 将遇了生死, 正胜果, 必须断念。 故只宜说不可得, 不宜说原生。 诸法故不应取折, 亦不应断灭。 故只宜说原生, 不宜说不可得。 何谓即空即假。 当之一切法, 只是原生, 本来是空。 此所以言即非也, 然而既已怨生, 不无假有, 此所以言是明也。 故法与非法, 皆不应取也。 且以一切法虽体空而原生, 乃是极假之空。 所以虽绝非真实, 而是相俨然。 此众生所以难出迷途也。 以一切法正愿生却体空, 乃是极空之假。 所以虽是相俨然, 而绝非真实。 此行人所以即应觉悟也。 云和觉悟。 空有不着是已。 云和而能不着。 要再离乡理念。 必离乡理念, 乃能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而。 四, 前沿心形及诸法两科, 是开示一超植入之修功。 然其中亦有虽不亦而不依者, 不可不变。 概直向心形不可得处气入, 是气入空即知性体, 若直向诸法原生处气入, 则是气入如实空如实不空之体相用。 亦即气入即照同时之性得者也。 然而得体方能启用, 不空虚自空出。 若不离念, 即且未能, 避论呼召。 故学人于行门, 必须空有不着。 而于关门, 则须一空到底。 此理不可不知也。 总之, 心形颇的, 应离念也。 诸法原生, 应离空有二边相也。 钱不云乎。 离念未离向之究竟, 离相乃离念之方便。 雇用功当以离念为主。 若离时, 空有二边相, 不必说离而自原离矣。 虽然, 诸法原生, 即空即甲之义, 离念者, 亦不可不通达之, 以为补助。 当之心性本空有同时。 故为心所献之诸法, 亦无不空有同时。 经观诸法原生即空即有, 即无一观心性之即空即有也。 若但之离念, 而不知修此观。 恐堕偏空, 而不能达到即即兆, 兆即即也。 故于说心形颇的之后, 复说诸法原生。 此理更不可不知也。 是乃佛之正之, 当如是开之也。 五, 上说性与诸法空有同时之不义。 然其中亦有不一者, 不可不辩也。 盖真心不但真空, 且是真有。 真空者, 黎明觉相顾, 真有者, 长恒不辩顾。 比一切原生法不然, 本模是物, 但现假相而已, 乃是真空假有者也。 克时论之。 上不足言真空, 只可谓之假空。 因诸法之空, 是由假有形成者而。 既非实物, 空有据说不上。 自估随顺古意, 说谓真空假有。 因其本空, 故说假有。 因其假有, 故知本空。 未欲明其空有事相待相形而成, 故曰空有同时而。 不似真心, 黎明觉相之空, 长恒不辩之有, 皆是绝呆。 其同时并聚, 除非由于相待相形而成者也。 故为之真, 故能为一切法之体。 又负真心即万古长恒, 故曰本不深。 若一切法一名本不深者, 乃因假献身相, 形成为本来不深而。 实则本谋是物, 无所谓不深也。 故本不深之名虽不义, 而一真一假, 亦父不义。 或曰, 心外无法, 心深则种种法深。 此心盖只望心而言。 然则佛菩萨既无妄念, 而能献种种净香, 不知何有而成。 达, 佛菩萨时无有念。 种种净香, 亦时由心而献。 此则由于因地发大悲愿随缘度重。 故正果后, 虽不起念, 而急速习悲愿熏习之力, 便能随机感缘, 献诸镜像。 此意散见诸经论, 即大臣止观。 故修因直, 必须悲愿俱足, 生观诸法原身之意, 使勋习成种, 乃能于大定中随缘事献而。 上说诸意, 皆行人所应了之。 不然, 必疑正果后何以念由未尽, 或以无念则魔所现。 或以真心与诸法同一即空即有, 同一本不生, 何以为诸法之体也。 自孤成便亦言之。 六, 开经以来所说诸意, 得此心行颇得, 诸法原身两颗, 乃动明其所以然。 盖说三空, 说一切皆非, 等等聚意者, 以心行不可得故也, 说二边不着, 说一切皆是, 等等聚意者, 以诸法原身故也。 故此开佛之见一大颗, 实为全经最要部分。 前后所说, 无非开佛之见。 性者性此, 解者解此, 修者修此, 正者正此。 何性解行正, 方将开自公夫做了。 性是初开, 而解, 而行, 而正, 乃就尽开也。 成, 初, 约福报名无性。 分二, 己, 初, 明福德, 四, 明报生。 己, 初, 又二, 五, 初, 明福德因缘, 四, 明元会则生。 五, 初, 明福德因缘。 须菩提, 于亦云合。 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不失。 世人以世因缘, 得福多不。 如世, 世尊。 此人以世因缘, 得福甚多。 世界宝师, 前曾说过, 就已说者发明原生之意, 有违之焉。 盖世上来所说一切法相, 皆应以原生意通知。 中论云, 因缘生法, 即空即假。 当无但生法, 即空即假也。 因缘亦亦父即空即假。 因缘即空即假, 故虽不着相, 而应行不失。 前所以言应我所助行于不失也。 因缘即假即空, 故虽行不失, 而应不相。 前所以言应不失, 不失不住于相也。 所生法即空即假, 故虽当体是空, 而缘会则生。 前所以缘言是明也。 所生法即假即空, 故虽缘会则生, 而当体是空。 前所以缘言即非也。 此刻是总明原生之意。 何谓总明。 从不失因缘说到福德, 福德即不失因缘所生法也。 故不失, 因也。 福德, 果也。 因果并说, 故曰总明。 则下报生但曰果言者, 便可立之果必有因。 法师一科四但说因, 亦可立之因果无尽。 盖必能失, 所失, 即闻法师者, 各有因缘, 且亦其聚会, 乃有此法师之事发生。 是此一法师, 乃无数因缘聚会所生者也。 而将来各个所得之果, 则又有此一法师之因缘所生。 岂非因果无近乎。 不失等为佛门大事, 尚不离原生, 不离因果, 则其余一切法可知已。 故曰此数事言之, 以事利焉。 所谓总明者, 富有一意。 本科但泛言福德, 而下科则言报生。 正的报生, 可谓福德多矣。 本科泛言不失, 下科副专约法师未说。 皆无一位本科指使者。 故意可判本科为总明, 判下报生法师两科为别明。 前半部中, 长老达词, 多言不也。 即不达不也, 亦从无达如是者。 后半部为开佛之见中, 达如是最多。 此外只有达以三十二相关如来一处, 言如是, 此经自自皆含生意。 可知凡达如是, 绝非犯言。 时辰前已说者, 表示诸法亦如, 一切皆是之意而。 前言亦如皆是, 是明荣相会性。 此诸法原生所明之意, 亦亦在荣相会性也。 长老生解义去, 故先达如是。 既知曰此人已是因缘得福甚多。 正只是行人, 应领会诸法原生道理, 以通达乎一切法皆是亦如耳。 盖原生道理, 即空即假事也。 观照即空即假, 以气入如时空如时不空, 则容诸法之相, 而会亦如知性矣。 前云, 不住相不失, 福得不可思量。 经云, 得福甚多。 甚多者, 不可思量也。 经指驱从下科。 此科所说, 不过为下科做隐暗耳。 故不住相一层, 此中未言, 而下科言之。 5, 4, 明缘会则身。 须菩提, 若福得有时, 如来不说的福得多。 以福得无故, 如来说的福得多。 此科是佛正义。 说上科, 正未引起此科来。 此科此只生系, 须分数曾明知。 上科以明福得是原生法义。 既由原会方生, 起得有时。 有时, 便非原生义。 若非原生, 福得便无得知之路。 以一切法, 从无无端而得者也。 故曰, 若福得有时, 如来不说的福得多。 以者, 应也。 无者, 无时也, 正对上文有时言。 未因为福得适于生法, 即空即甲而无时之故。 一切众生但能不失六度, 生之因缘, 则因缘聚会, 福得便生矣。 聚会者, 成熟之义也。 故曰, 以福得无故, 如来说的福得多也。 经中两说字, 着眼。 一现表面说福得, 古里是说不失也。 何以故? 若知福得有时, 是不知其为原生法义。 不知为原生, 便不知在因上注重。 若不修不失之因, 那来福得知果乎。 故如来不说的福得多也。 书不知正因福得当体即空而无时, 乃是即空即甲之因缘生法。 故欲的果者, 但修其因, 若情形不失, 则福得自至已。 故如来说的福得多也。 如上所说, 经中大旨以明。 然由未说彻也。 何以故? 只说了的不得的关系。 多不多的关系, 尚未说着故。 当之佛说原生, 重在令人撤了一切法即空即甲, 以通达乎无我, 而容相会信尔。 此层道理, 须先说清原味, 便易明了。 法法莫非因缘所生, 故福得是原生, 不失亦是原生。 然则福得之因缘为不失, 不失之因缘为何耶。 当之不失之因缘, 发心是也。 发心小则不失小, 福得亦小。 发心大则不失大, 福得亦大。 然则发心云何为大耶。 不住相是矣。 心有所住, 则有所数。 无住, 则无拘束, 无范围, 故大耶。 故欲不失不住相, 必先于福得不住相。 若住亦于福得, 是以福得为时有也, 有时, 即时有之以, 便住相以。 既于福得住相而行不失, 是为福得行不失也, 则不失亦住于相以。 盖世尊之说此刻, 是将前来所说不住相不失之言, 更加彻底发挥。 无意对住相不失者, 揭穿其病根所在。 盖不失之所以住相, 无非为贪求福得而。 文中如来说三字圣要, 为依如意而说也。 盖未若于原生之理, 未能撤了。 但知已不失因缘, 能得福得, 遂贪求福得以行不失, 则大悟已。 殊不知佛说原真, 是令体会原生之法, 即空即假, 而于诸法不值, 消归亦如知性而。 若以福得为时有, 是必贪求福得以行不失, 而住于相以。 既住于相, 是向外持求而为信义。 则已不失因缘故, 不无福得。 而已住相因缘故, 其所得者, 无非三界内俗福。 纵身顶天, 终是苦因。 故依如意不输的福得多也。 若其彻底明了原生道理。 观一切法, 即空即假, 即假即空。 并无福得之念。 文中明明亦反一正, 相对而说。 反面既以有识为言, 正面亦应有无识一意, 故以无识是无字。 然经文究竟只单言无, 故应补出无念一意。 无念意更彻底, 已于此处说之。 但为利益众生, 修离相知三谈。 则是福慧双修, 卑智俱足。 必得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 所谓无上菩提之果已。 亦如亦说, 其得福得多已哉。 观此经旨。 足见因果道理, 必应彻底明了。 若待之粗浅因果之说, 而不彻明其理, 因小果亦小矣。 当之佛说之因果, 绝不可与外道典籍世间俗书中所说因果, 等式其观。 佛经所说因果道理, 是彻底圆满的。 是极其精维的。 皆是用极空极甲极中三谛之理来说明的, 或用八部等二谛之理来说明的。 必须二谛三谛道理明了, 佛说之因果, 乃能彻底明了。 然后使之佛所说的因果道理, 广大圆妙。 是初是法, 所莫能外。 然后使之因果可谓。 少起一念, 便落因果已。 何必呆之行是哉。 然后使之佛法为人人所必须。 无但学佛者, 应明了佛理, 即欲诚意人格, 亦不能不明佛理, 欲真明了世间法, 亦不能不鲜明佛理。 然后使之离乡离念, 关系重大。 绝不至末世, 绝不敢为难。 乃能发大心, 修圣行, 正妙果也。 现今有心人, 多知昌明因果之说, 搜罗事实, 应诵书籍, 以其旧献逆之人心, 晚为显之时运。 此事最好之事, 且未及要之事。 但往往有人不愿欲目, 以为太浅。 则何不向大臣佛法中求之? 如二第三第等道理, 皆佛说因果之真权也, 乃因果之第一意也。 明的少分, 有少分意。 明的多分, 有多分意。 总之, 佛说之因果, 能令人成世间善人, 贤人, 圣人, 乃至成菩萨, 成佛, 其广大圆庙为何如哉。 即, 次, 明报身。 分而, 五, 出, 明色身非性, 次, 明相好非性。 五, 出, 明色身非性。 须菩提, 于亦云合。 佛可以聚足色身见不。 不也, 世尊, 如来不应以色身见。 何以故? 如来说巨足色身, 即非巨足色, 是, 明巨足色身。 流通人作不应以巨足色身见, 此剧中唐人写经无巨足字, 可忍也。 巨足色身, 即下科巨足诸相, 古人有种种说。 或何色身诸相混而言约帐六, 或今生, 则说未应生矣。 或分指色身为八十重好, 诸相为三十二相, 此意是作应生会者。 或为色身是报身, 诸相是应化身。 为清初达天法师则约色身诸相, 应约报身说。 此说最经, 应从之。 盖经中寄于色身诸相, 皆约巨足。 巨足者, 圆满之意。 其只公行圆满万德庄严之报身言, 却早无疑。 应丈六经身三十二相等之应化身, 与公行巨足庄严巨足之意不合也。 身相分说, 含有要义。 盖色身名为巨足者, 正因其诸相聚足尔。 故色身为所庄严, 诸相未能庄严。 分而说之, 亦在显其有能有所, 正是原生法尔。 若本具之性, 唯一空计。 既非色相, 那有能庄严所庄严之别。 不也, 活聚, 未亦可亦不可也。 盖法身报身, 不依不义。 若会归不义之性, 则可见, 若执着不义之相, 则不可见也。 故皆言如来不应以色身见。 上言不也, 下言不应, 正相呼应。 亦显无所谓可不可, 但不应而。 曰如来, 曰义, 皆含经义。 说义以字, 直相之义显然。 如来者诸法如意, 乃不义之性。 色身为不一之相。 其应之不一之相, 见不义之性。 言下含有若其敏相, 则可见性义。 何以顾下, 明不应之义也。 如来说者, 约性而说也。 约性而说句足色身。 则色身乃多结修因所现之果报而, 是原生法也。 原生非性, 即甲即空。 故约即非句足色身。 然而既是本性随缘, 所现修因刻果之相。 虽当体是空, 而即空即甲, 明相俨然。 故约是明俱足色身。 下科俱足诸相之即非, 是明, 亦如此是之。 综以明报身是原生法。 即甲即空, 即空即甲。 若不明即甲即空之意, 是必直相而魅性。 则性相隔别而不一意, 何能见性。 若不明即空即甲之意, 又必直相而废相。 性相亦隔别而不一意。 则所见者, 实非无相无不相之权性。 亦何能为之见性乎哉。 顾必甲解原生道理, 体会具足色身等, 乃是即甲即空, 即空即甲, 而两边不着, 然后性相原容而不一, 则借相辨见性乙。 其所见者, 乃是无相无不相, 亦即如实空, 如实不空之权性乙。 如来之圣报身, 上是原生。 可知一切法, 莫非怨生。 故一切法皆不可执, 执则必堕一边矣。 执者, 所谓取者也。 心有所取, 由其动念故也。 故欲义无取者, 唯有离念而已。 当之佛说诸法原生之宗旨, 在令人体会极甲即空, 极空即假道理, 知一切法本无可执, 亦不必执, 以离念而。 所以令离念者, 修离念之因, 必获无念之果。 人不外乎原生法也。 无念者, 所谓佛制也。 真如也。 由此足见试法出试法, 莫非怨生, 即莫非因果。 无智慧者, 以恶因招恶果, 以善因招善果, 以下因招咬果, 以有漏因招有漏果。 若开佛之见, 则能以书胜因招恶因招恶果。 何谓书胜, 无念事宜。 总之, 法法皆是原生。 故法法皆是即空即假。 故于是初是法, 皆应二边不着。 而欲不着之彻底, 唯有理念。 又复是初是法, 皆是原生。 故是初是间, 不外因果。 故离念未因, 便正无念真如之果也。 凡以前以后说即非是明处, 皆是未明此意者, 皆当以上来所说者通知。 以前尚未明说诸法原生之意, 故不能如此畅发。 而今则应如是通达之也。 当之此经以立, 是从散说到证。 先演义而后归纳。 故以前所说, 得以后所说者证之, 其意月明。 此所以令菩萨通达。 为当以后一通达前一也。 讲说全部经文, 必须依顺浅身次第, 随闻而说。 故讲前半步时, 只可含设后半步之大义。 断不能将后说之意, 在前说中痛说。 何以故? 前文有前文命意。 若只顾说大义, 而不顾其线索, 便将经义本来仅仅有条者, 说得杂乱无章。 反令文者莫名其妙。 然说之后一时, 若不将前说者贯串归纳, 变成散杀。 不但前说者毫无规则, 即后说者亦不见精彩, 闻者亦附莫名其妙也。 住家若犯此病, 则独之场谎迷离, 不得头绪。 头绪未清, 欲求生结难矣。 总之, 此经之难讲, 前后不易。 而前后所以难讲处, 则又不一。 前之难讲, 难再要义多在后文, 讲时往往犯首, 只能为登取淫, 不能畅所欲言。 后之难讲, 难再理深尽细, 言语不易形容, 且处处硬故道黎明绝香一层, 虽可畅所欲言, 却不可说煞一字, 塞人物门也。 慧中颇有发大心欲弘扬此经之善之事, 此离不可不知也。 五、四, 明相好非信。 须菩提, 于亦云和, 如来可以聚足诸相见不。 不也, 世尊, 如来不应以聚足诸相见。 何以故? 如来说诸相聚足, 即非聚足, 是明诸相聚足。 好者, 相知别明。 未随其行相, 更细别其相知种种好也。 故曰随行好。 今曰聚足诸相, 便设有好在。 若其无好, 不能称诸相聚足也。 寻常所说三十二香, 八十种好, 适应生香好。 若抱生香好, 如华盐经象海品中所说。 如来顶上, 有三十二宝庄颜香。 眉间, 眼, 鼻, 齿, 唇, 颈, 各有一庄颜香, 舌有四香, 口有五香, 右肩二香, 左肩三香, 胸前一香, 及及祥万字香也。 胸左右共有十香, 左右手共十三香, 阴藏一香, 两臀, 两臂, 两镜共六香, 汉毛一香, 两足共十三香, 以上共九十七种妙香, 明曰大乱香。 欲知其名称香状, 可简经文。 然此上世略说, 若巨族说, 则有十华藏世界海为陈述大任相。 盖抱身相好, 无量无边也。 金云巨族, 指此而言。 华颜云, 依依身份, 众宝妙香以为庄颜, 由此经义, 可知巨族色身之名, 正因巨族诸相而称的也。 顾前云诸相未能庄颜, 色身为所庄颜。 于意痛前。 凡上科所说即非是名等意, 皆与此通, 勿庸罪言。 诸相巨族, 即是巨族诸相。 佛知色身相好, 所以称为书圣地者, 即在巨族二字。 顾颠倒言之以建议。 自开经至此, 举身相问答, 共以三次。 而每次所明之意不同。 经分三层, 会而说之, 以便通达, 一层身一层也。 一, 初次问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但言身相二字, 是一切身相皆说在内, 不专指佛之身相。 如来亦通指自信, 非专指佛。 第二次问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 是专曰佛说。 然是说应身也。 此次问此曰, 巨族色身, 巨族诸相, 是曰佛知报身说已。 二, 初次问答, 正成不应住相之后。 顾但约身相即非身相, 而不说是明。 以献相皆虚妄, 顾不应住之意。 第二次问答, 应证明不坏假银。 顾即非, 是明并说。 以献约信则非, 约相则是, 两边不住之意。 此次证明诸法原生。 顾亦即非, 是明双举。 以献怨身之法, 空有同时之意也。 三, 前两次问此曰, 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 如来者, 信德之称, 见如来有言见性。 当之将不应住者, 未见性也。 性真实, 相虚妄。 诸妄便为真。 顾欲见性者, 不应住相。 然, 初子曰身相以明不应住者, 因身相与性最为密切。 身相上是虚妄, 诸相可知已。 身相上不应住, 诸相知不应住可知已。 然所谓不者, 未应于相上即见其非相, 便是不住。 能见性。 非为坏相而后见也。 身相如此, 诸相皆然。 此初次问答所明之意也。 第二次不坏假明, 是说在黎明子相离言说相之后。 顾约三十二相之明言, 以明离相之真实义。 亦为真如之性, 离念境界。 不可以明明, 不可以明明, 不可以相相。 故应黎明言相以自正。 然所谓黎明言相者, 为应之性非明言之所及。 非为无明, 无言, 无相也。 但于明言之假相, 心不取者, 便是离矣。 便见性矣。 如来之应化身, 不明明有三十二相之明言乎。 而此相时如来之所显现。 故于相不着, 即见如来。 知的应化身三十二相之明言, 应如何离。 则知妾法相之明言, 应如何离矣。 此第二次问答所明之意也。 此次初问佛可以聚足色身见部。 次问如来可以聚足诸相见部。 或曰佛, 或曰如来, 皆具经意。 且初问指应言佛, 此问指应言如来, 不可一意。 何以故? 当之佛为果德之称。 具足色身, 则为果报之身。 不说具足色身, 应说佛名。 以显此身, 正是正果成佛者报德之身也。 如来为信德之称, 具足诸相, 为信德缘明显现之相。 故说具足诸相, 应说如来明。 以显此相, 正是正真如信者显成之相也。 故前之佛与具足色身同说者, 所以明因果非虚。 似之如来与具足诸相同说者, 所以明信相亦如。 我前旅言罗时大师之意此经, 一字不滥下。 字字皆含经意, 字字不可忽略。 观此数科, 一族证明。 然则此身既是佛果之报身, 为何不应以此身见乎? 当知佛可以色身见, 佛信何可以色身见耶? 见佛当见佛信, 其但见佛身而以耶? 故不曰佛不应以色身见, 而曰如来不应以色身见者, 为此。 佛可以色身见不知问, 正是探验见地如何? 盖问能知见法身佛乎? 意景知见色身佛乎? 具足诸相, 既未信得原献, 为何不应以诸相见乎? 当知信相虽亦如, 然言相则非信。 所谓圆容中有行步, 不可弄动漫憨也。 故若敏相而观信, 则既无相之观念, 何尝不可见信? 若直相以见信, 则但有相之观念, 信又何可得见? 故不曰如来不可以聚足诸相见, 而曰如来不应以聚足诸相见者, 为此。 而如来可以聚足诸相见不知问, 亦是探验见地如何? 盖信相虽不依而识不依, 虽不依而识不依, 能于信相, 生之亦去, 而大开原见, 不值依, 不值亦乎。 又负此次两问之词, 与前两次问词大不同。 故名亦岁大不同。 盖前两次问词, 是问何以身相或三十二相见如来不, 皆是曰见者边说, 即是曰因未说。 此中两番问词, 是问佛如来可以聚足诸身诸相见不。 是曰佛如来边说, 即是曰果未说也。 故当曰果未以明义, 云和明耶。 当知佛之正果, 亦由缘起, 何况色身。 如来信光, 照而常记, 那有诸相, 故皆曰即非也。 即父当知, 既因缘而果满, 遂有巨足色身。 虽照记而记照, 不无巨足诸相, 故皆曰是明焉。 即非者, 显其是即假之空也。 世明者, 显其是即空之假也。 其指二边不着, 而且二边聚容易。 此之未缘中, 通达无我法之菩萨, 应如是之也。 不但此也。 当知诸相缘满, 为信得缘明之显现, 其可知未离诸相外, 别有法身乎。 故曰是明。 然亦其可知缘身之诸相, 便是法身。 故曰即非。 然则上不应之如来 献起之诸相, 以见如来。 则指一切缘起之法相者, 其不能见如来也, 明以。 其皆不应之也, 亦可知已。 当知聚足色身, 乃就应觉果知圣报。 其可知未离色身外, 别有佛性耶。 故曰是明。 然亦其可知缘起之色身, 即为佛性。 故曰即非。 然则上不应之庄严报身, 见清净法身。 则指缘起之五蕴苦道身者, 其不能见自信法身也, 又明以。 其更不应之也, 愿可知已。 总之, 言是明, 令其不可知意也。 言即非, 令其不可知意也。 不知一意, 是未原见。 见缘则知一正。 知正则见一缘。 若知一切法莫非愿生, 则见一切法不依不意已。 见其不意而不妨不依, 故本意如也, 而愿生诸法, 见其不意而不爱不意, 故虽诸法也, 而皆是亦如。 当如是通达也。 上言福德, 凡属善果, 无论大小皆福德也。 此言圣报生, 乃福德中最大最圣者。 然无论大小胜裂, 皆是约果明义。 约果明义者, 明其莫非愿生也。 佛说愿生之要义, 资更概括为三种言之, 层层生静。 一, 令知是出世法, 一切皆空, 为因果不空。 何以故? 皆愿生法故。 所以因果可畏。 所以要修圣因, 克圣果。 克者, 克其取证之意。 二, 既一切皆空, 而因果不空。 故一切法即空即假。 以及假故, 所以因必有果, 因圣果必胜。 以及空故, 所以因果虽胜, 亦行所无事。 此之未生明因果。 三, 佛说一切法缘生者, 亦在明其本部生也。 若二六时中, 是法亦随缘作, 出世法正随缘起。 却一眼去向一切法本部生处, 看之, 亦不自以为能看。 但于是出世法, 正随缘时, 正如是看。 正看时, 正如是随缘。 可许他是一个灵力汉。 内而三济心, 归之不可得。 外而一切法, 归之本部生。 我法有藏身处魔。 真乃一了百了, 天下太平。 本师教我们这些超直路的法门。 我们要一丹丹起, 力奔虔诚。 不见到, 是日过, 命意随减, 如少水鱼, 私有何乐。 若人就脱泥带水, 一步三遥。 虽日日看经文法, 晓得些礼路, 有何益处。 要防他所知障身, 比烦恼障更坏也。 开快步, 走。 乘, 四, 曰法师明体空。 分三, 几, 初, 明无法可说, 四, 明文者信空, 三, 明无法可得。 于福德圣报之后, 皆说法师一大科, 正已显示一切法皆是原生也。 盖必有不失六度之因缘, 乃能发生福德圣报之事项。 顾福德圣报, 是约果说, 即是约所生之法说。 此法师一科, 则是约应说也。 约应说者, 欲以显示原生无穷, 因果无尽之意也。 何以言之? 当之一言不失, 便有三方面, 一不失者, 二受不失者, 三所失之物也。 故此法师一大科, 即开为三科。 初明无法可说一科, 约不失者说也。 四明文者信空一科, 约受不失者说也。 三明无法可得一科, 约所失之物说也。 佛所说法, 皆是说其所正。 故无法可得, 是约所失之法说也。 而就不失者言, 云何之因此失, 又云何能仅此失, 其因缘至不一矣。 又就受失者言, 何以成众生, 又何以能闻法, 其因缘亦附甚多。 在旧所失言, 此物云何身, 复云何, 因缘复有种种。 约三方面之因缘, 以千成万别, 说之无尽。 何况三方面, 躺步聚会于一时一处, 仍无此依法师之事发生也。 云何而得聚会也, 又非缘不可矣。 由此可知, 一切是莫非因缘所生者。 不但此也。 既有此依法师之缘, 又将发生种种之果。 果复成因, 因又成果。 果因因果, 自此以往, 千差万别, 永永无尽。 可见是出世间种种世相, 所谓诸法者, 更无他物, 只是不断之因果果因, 于众生心目间显现变幻而已。 众生不知生观其去, 遂为此相所谜。 指而明之曰, 此某法, 此某法。 殊不知指之为因, 却是前因之果。 明之曰果, 实乃后果之因。 所谓因法果法, 其本身无一固定者也。 地不固定, 便非实在。 其只刹那之间, 皆成成积而已。 然则苦苦分别, 牢牢执着, 某法定某法, 岂非吃乎。 不但认识相味时有者, 吃也。 若认识相味时无, 亦何尝非吃, 何以故。 一切法不过因因果果, 四地演变, 绚人心目。 初不能刹那停住也。 乃之未有时, 自身缠腹, 不得自在, 其为吃绝, 故不带言。 然而法虽非时, 却是自无使来, 欲缘几起。 因果果因, 刹那相续, 曾不断绝。 乃一味之空。 不知随顺原生之理, 托书胜因缘, 或书胜果正。 遂至既不能正本非原生之性, 超然于一切原生法之外, 以自解缠腹之苦, 得自在之乐, 更不能利用原生事理, 随机感缘, 是种种法, 以拔众生之苦, 与众生以乐。 其不能超出者, 势必堕落。 何以故? 恶取空故。 应不值时有, 并应果亦不相信者, 为之恶取空。 明其势必造恶也。 纵不恶取空, 但偏于空者, 虽能超出原生, 而不能利用原生, 则审空之计, 成字了汉。 此类但修小因正小果。 不知托书胜因缘, 或书胜果正。 故虽能超出, 自正本具之性, 而不能利用, 随缘已度众生。 如二胜事也。 故事尊赫之约, 焦牙败种, 躲无畏坑。 此两种直空之病, 虽苦乐不同, 深审窘别。 然无智慧则依。 佛说此刻, 亦在使人动之原生事理, 以免只有直空之病。 而令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者, 当通达即空即甲即甲即空之原生法, 而广畏不施, 彼自他随顺此以, 空有不值。 既超以向外, 负得其还中, 便成卑至巨族之菩萨以。 何以故? 不只有, 则仁我空。 不知空, 则法我空。 我, 法双空, 便是动辞三空之般若正至, 辨证空有同时之般若立体。 成佛且不难, 启蒂成菩萨而以乎。 故曰, 若菩萨通达无我, 法者,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如上所说, 可知不施者, 受施者, 不施物, 知三方面, 即皆因原生法, 则皆当体是空。 故名为三伦体空。 欲三方面为伦者, 因伦之为物, 回转不停。 又他物为伦所念, 便破坏无存。 以欲因果果因, 更迭演变, 曾无修习。 且以欲才施破千滩, 无畏施破苦恼, 法师则能开正志, 破三丈也。 上来所说, 皆本科要指。 先为说明, 入文教义领会。 即, 初, 明无法可说。 分二, 五, 初, 对积则说, 四, 本无可说。 五, 初, 又二, 未, 初, 是说法无念, 四, 是有念即值。 未, 初, 是说法无念。 虚菩提, 乳物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有所说法, 莫做事念。 此下俗科, 理去幽深。 言其身而且隐, 不易见得。 且正面是明如来说法之义, 而古里却是教菩萨应如何理念。 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自先将正面之义, 分层说明。 再说其言中之指。 上一念字, 约如来边说。 观文可知。 莫做事念之念, 则是约长老边说。 未如不应做事念也。 此念字, 念上文为自来。 为者, 言说也。 做事言, 由于做事念。 故以莫做事念戒之。 做事言念, 其过何在。 在作念, 我当似自也。 而做事言念, 便是傍佛。 故戒以莫做如事言念。 此何理耶? 下文何以故下, 证明其故。 当于下文详之。 为, 此, 是有念即直。 何以故? 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 即为棒佛。 不能解我所说故。 何以故者, 问何故不应做事言念。 有所说法者, 为心中存有所说之法, 即作念我当之意。 亦说此言, 其最盛大, 必度无间。 何以故? 即为棒佛故。 此所以不应做事念, 做事言也。 何以即为棒佛耶? 经文四位名言, 其实已暗示在如来二字之中以。 原正本性, 方称如来。 空记性中, 那的有念。 那富有我。 凡作念我当如何如何, 为妄想未济, 我只为空之凡夫则然。 乃未如来如是, 是是如来弘凡夫以, 非棒而合。 当之说法是报化佛, 并非法身如来。 然必正得法身, 方臣报化身。 故报化身与法身, 虽不一而不义。 故法身无念无说, 报化身虽有说而是无念。 经文特举如来未言者, 亦在显此。 以是切不可疑佛有说法之念。 亦有此疑, 无亦以佛性不空计, 为正法身矣。 亦即无意为并未成佛矣。 故曰即为棒佛也。 又赴佛之说法, 无非对积。 积者,积元。 对积之言, 证明说法亦是原生。 原生体空, 故法本无法。 如来以正体空, 故说即无说。 其得未有所说法耶。 佛何以能不起念随缘说法。 其所谓修因时悲愿熏习之力, 是也。 此例, 识卷经光明经, 说之最为详明。 不可不知。 资隐而说之。 经约, 佛摩世念, 我经演说十二分教, 利益友情, 十二分教, 为三藏。 详开三藏为十二部分也。 此言佛说经律论三藏, 利益众生。 初不作念我当如是也。 经又曰, 然有网及慈善根力, 与彼友情, 随其根性, 义乐, 圣解, 不起分别, 任运忌度, 世交利喜, 敬畏来寄, 无有穷尽, 此言, 虽不起念我当说法度重。 然能随彼众生根性, 亦知所乐, 所解者而说之。 且虽如是善应机缘, 敬畏来寄, 开示教化, 利益一切, 皆令欢喜, 说法无尽。 然亦并无分别机缘之念, 乃是不起分别而自然合度。 所谓任运事也, 何故能如此耶? 由于往昔在阴地时, 悲怨俱足, 身观原生, 熏习成种, 善根也, 之力使然而。 燃修阴时, 一面观原生之假有, 一面复应观本具之真空。 本经开证之中, 先说心形颇的, 即是令官真空。 似说诸法原生, 乃是令官假有。 若不证得真空之信, 虽悲怨俱足, 身观原生, 亦不能随缘献起也。 故今又曰, 依法如如, 依如如智, 能于自他利益之事, 而得自在成就。 依法如如, 依如如智, 而说种种佛法, 乃至深闻法。 此言正信而后二致成就。 依此二致, 一切自他两利之事, 皆得自在成就。 不但能自在说种种法义。 不必启念分别自然而成, 是为自在。 法如如者, 法为法性, 如为真如, 似如自为亦如也。 概言与法性真如而亦如, 此根本智之亦明也。 如如智者, 初如自亦如也, 似如自为真如, 智为根本智。 概言与真如根本智亦如。 即后的智之亦明也。 根本智即是性体, 后的智乃未信用。 得体而后启用, 故他今一位后的智。 对后得而明根本, 故一明之约智。 其实只是性体。 故本今一位法如如而不约智。 各有取义, 皆无不可。 概根本智延其赵真, 后的智延其赵俗。 赵真则唯依空济之性光, 不畏之智可也。 然济性光朗照, 畏之约智, 亦赫不可。 赵俗则见别千差万别之事相, 称之约智故宜。 然虽约见别, 并非其念分别也。 故约如如智耳。 今又以欲显其理约, 譬如无量无边水净, 依于光顾, 空影的现种种异相, 空者即是无相, 水净皆欲信。 水欲清净, 净欲圆满。 无量无边, 欲信之便需空周法界也。 光欲二智, 智乃光明亦故。 空欲信体空计, 影欲妄念。 异相欲差别事相, 无相欲无念。 空者即是无相勾, 正名空影之矣。 且名虽现种种相, 其中仍然无相, 故为之空。 总为水净无尘而发光。 依于此光, 故能于空无尘中献种种相。 佛性亦然, 无念空计, 则至光缘辩。 依子至光, 故空计无念中, 而得种种之事自在成就。 可见自在成就, 正由无念空计而献至光。 今未如来作念我当说法, 便同凡夫, 岂是如来。 既不空计, 又岂能说法自在, 正所谓以轮回见, 侧原觉海, 无有是处。 当之说法如古相, 未如空谷传生, 有感思应, 出无容心也。 又如福谷之相应, 大寇大名, 小寇小名, 是如其分, 自然而然者也。 佛之说法, 如是如是。 此所以不应作此言念也。 然则何故作此言念乎? 世尊推远其故曰, 无他, 不能解我所恕而。 或, 且来世尊曾以如来有所说法不畏问。 长老明明答曰, 如来摩所说以。 何以此中, 归戒长老不应作如来有所说法之言念。 且曰不解所说, 不知所不解果何若也。 当之长老是当机, 对长老言, 亦在归戒大众而。 观出曰如物谓, 即曰若人言, 何尝克止长老乎。 所谓不解者, 若曰本经言, 盖防文前来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即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不失诸说, 未能缘解。 则于如来摩所说之言, 事必错诸必错诸必错诸说, 其他诸说, 亦必不能贯通语。 将为菩萨上应力众行师, 何况呼佛。 佛之初是, 原为说法力生者也。 且经正赤然说此金刚般若。 则如来摩所说之言, 盖未说了便修, 不留一丝痕迹之意。 前不云呼。 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可知但无定法可说而。 其亦无所说。 说了, 摩所说而。 正说时, 岂能摩所说。 有所说法, 虽非无念。 然他念皆可离, 说法之念若离, 何以度众生耶? 不度众生, 又何以称佛耶? 此其所以公然言曰, 如来做事念, 我当有所说法。 而不知其为棒佛也。 凡夫见解往往如此。 殊不知正与佛法相反。 由此可见, 解之关系大已灾。 应不解雇, 邪之邪见, 既怀疑念而自悟已。 又作此言, 以破坏他人信心。 悟法悟人, 所以棒佛, 罪是堕无见也。 何以知其不解者在此? 观下文所说, 正是对其不解处, 痛下针边, 令其开解者, 故知之也。 五、四, 本无可说。 须菩提。 说法者无法可说, 是明说法。 无法可说, 亦显本无可说也。 何以本无可说? 亦本来无法顾。 既本无法, 那有可说。 顾约无法可说也。 何以顾? 一切法莫非愿生顾。 前云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证明其本来无法, 但由原会, 假献换相, 故无有定。 乃不知向原生上彻底了解, 生出种种误会, 谬以。 法是原生, 说亦怨生, 说法者亦是原生。 既曰原生, 非无法也, 非无说也, 非无说法者也。 然而原生无性, 当体是空。 故虽俨然然有说法者, 正当赤然而说, 显然有法之实, 即负了不可得。 此之为摩所说, 言其说即无说也。 若以为有所说, 是不知其为原生, 而只以为实以。 解的原生之意, 便知法本无法, 故说即无说。 即说法者亦是即空即假, 即假即空。 绝不知无作严念, 最同棒佛。 凡夫所以望作严念者, 其根本错误, 无非以为既有说法者, 必有所说法。 若摩所说法, 便无说法者。 如来应是, 原为说法度重, 非明明有说法者乎。 故望曰如来有所说法, 是全部解三生之意, 误认法生说法义。 法生无说, 报化生方有说, 即复以为既然说法, 必有说法念。 若无说法念, 何以说法? 故望言曰, 如来作念, 我当有所说法。 是又全部解因无念空计, 方能说法之意也。 故文中不但曰无法可说, 而曰说法者无法可说。 两句何言之, 正所以迫其反情。 何以故? 既是说法者无法可说, 其不能只为说法者名义。 尚且无法可说, 那有说法之念乎。 然而明明有说法者, 明明有法可说, 何言? 书不知是明说法而。 明者, 假明也。 当之因是假明说法。 所以虽明说法者, 无妨无法可说。 虽无法可说, 无妨名为说法者。 又复当之假明说法者, 所以无法可说。 正因无法可说, 乃有说法及说法者之假明。 因空无念, 乃成二智, 能说种种佛法。 如前所引经光明经。 若解得此意, 一念妄言, 可不作矣。 放佛之罪, 亦可免矣。 前云, 本经是名句, 皆当作假明慧。 不可作实。 观上来是明为心句, 当可动然。 而此处是明说法句, 更足证明。 盖若做实说之曰, 此之未说法, 则是有所说法矣。 一句如是, 句句皆然。 断不能做实说啥也。 以上正面地已尽。 当知此开佛之见一大科, 皆是说以令发觉者通达其理而处我见者。 故此终末做事念之言, 事归界菩萨不应其念。 物为如来作念我当云云, 是明说法上不应有念, 何况其他。 且令观照真如之信, 本无有念。 极父观照诸法如意, 空有缘容也。 约即为棒佛不解所说者, 事明苟获其念, 便为佛指。 苟为佛有所说之法, 岂非法性未尽。 总之, 不依不依之意未明。 虽闻佛法, 必难领解。 事必只有一空, 直空已有。 误法误人, 造罪不知。 故学佛第一要事, 在于见缘阵。 所谓开解事也。 故父开示说法者无法可说是明说法之意, 令其领会通达。 若知佛所说法, 法本无法。 则知一切法莫不如是。 知得法, 语言说, 即说法者, 皆是原生, 即空即假, 即假即空, 有名无实。 则知一切是出事法, 一切言说, 一切学法者, 莫不如是。 既说法者无法可说, 则学法者当然无法可执。 既说法无念, 则学法者, 便当观照诸法原生体空, 会归以如。 观力渐渐深, 分别执着便渐渐薄, 我渐便渐渐除, 念意渐渐理矣。 所谓通达无我法的, 如是如是。 菩萨应如是之也。 此出名无法可说之之去也。 此下说明, 即, 四名文者信空一科加入之矣。 此科经文, 本位罗十大师一本所无。 乃后人具位一加入者。 最初加入位唐十辉基师, 然众位景从也。 其依畅众和, 遂成定本, 则自南唐道于诗时刻时。 或曰, 唐木宗常庆二年奉赤所加者, 非也。 柳公全书写此经, 在常庆四年, 柳未朝成, 即先两年赤家, 和柳书中无知。 宋长水刊定济云, 经见尽本有此一段。 此语足位南唐使家之阵。 宋出巨南唐时静, 故曰静本也。 加入何意? 已无哲论, 弥勒诵, 皆有此一故。 然未情亦露, 三轮体空之意, 四位静然。 盖前文以有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 应如是不失, 如来说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又说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一段。 情亦或以诸相非相中设有能师所施之相, 何之众生非众生, 足显三轮体空矣。 故此处略去众生一段, 别显能所双亡之一耳。 盖上言说法者无法可说, 是名能说者空, 下言无法可得, 是名所说者空。 修功至极处, 必应能所皆空, 方能信光毒药, 窘脱根臣。 此意及心经所说无志亦无的也。 情亦盖有意略去, 以显尽修之极功, 绝非脱漏。 情亦自自不苟, 何独于此意漏之。 虽然, 有此一科, 亦更圆满。 情亦略去, 不免签密一书。 故此翻笑本, 一切皆依唐人写经。 独于此科, 依道于时刻者, 亦在于此。 自当详说其应家之故。 清初达天师作新演书, 分经文为信解行政四大科者, 以经文明明具有此一故也。 如生性科中, 长者郑重请问, 颇有众生生时性部。 佛义郑重达曰, 有持戒修福者, 能生信心。 而科为复杰之曰, 佛及无上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言从此经出者, 只是学人当从此经入也。 信未入道之门, 故于本科之末, 解显此意。 开解一科, 广谈果形以明音心。 长老自成身解义去。 正是人当如是身解也。 佛父详未应产而解之曰, 当之经义果报, 皆不可思议。 当之者, 当解也。 所以结身解之意也。 此境修一科, 先明发心无法, 既令开佛之见。 而佛恩, 则是不值一亿。 佛之, 则是三济心不可得, 一切法本无身。 而归结处复明言曰,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则得阿诺罗斯三秒三菩提。 且曰, 善法即非善法, 其只是学人应通达内心外境, 以有即空, 不值一亿, 无我无法, 以为唯一之修功。 亦更显明。 盖必修无我无法之因, 方正平等法界之果也。 故第四大科中, 名言于一切法无我, 的成于忍。 承忍者, 所谓正也。 其余所说, 皆是平等法界诸法空相之意, 则皆成正之意也。 性、解、行、正、经文经义明明白白, 现现成成。 心眼书独见及此, 未从来住家所未有。 其书名曰心眼, 成不污也。 故此次科判依之, 但家标曰心明无助, 曰静明无助, 两总目, 提窃刚领。 比前后两半不明意不同之处, 一目了然。 当知华言经, 是以性、解、行、正, 显示原荣无碍之入道次第。 比经为佛出臣道时, 加倍诸大菩萨, 共说如来自正境界。 其境界正是诸法亦如, 一切皆是。 不自说者, 显示法身无说也, 此经刚般若, 是为不断佛种而说。 故意依华言性、解、行、正, 入道次第说之。 比闻者亦依此原荣次第而入道。 以示依波相传, 登登无尽之意。 新眼书将此眼目标出, 此其所以妙也。 夫性、解、行、正, 未入道之皆, 故以。 然性自由要, 成始成终, 唯一信心而已。 其只信未入道之门已栽。 华言经曰, 信未到原功德母, 常养一切如善根, 一切善根, 赖其常养。 故事是法法不能离却信字。 即如本经, 明明曰, 信心清静则生实相。 足见一个性字, 贯彻到底。 是故佛记开释如何而信, 如何而解, 如何而修, 如何而正。 闻者便当依依身性养心, 亦如是性, 亦如是解, 亦如是修, 亦如是正。 不然, 便如数他家宝, 自无半前分也。 事关生性科中, 既说持戒修福能生性心以此为时, 以达长老之问矣。 赴曰, 以念生尽性者, 得无量福德。 此正古五文能生性心之说者, 便当其性以持戒修福。 树姬能生时性即性而。 开解文中, 于生解义去后, 说性犹多。 如曰, 性心清净则生时相, 性解受持地依稀有, 性心不逆其福甚彼, 心则狂乱狐一不幸。 如是反复言之者, 皆已显示生解之要也。 亦即所以典性学人, 当于开解科中所明之意, 生其信心, 亦求开如是之生解也。 开解即是名理。 理名而后性之修时, 乃有正入之可其。 否则盲性盲修, 网用功夫以。 所以此刻说性最多。 第四承证文中, 亦有应如是之, 如是见, 如是性解之言, 以是如来平等法界, 本非凡夫意想所及。 断目能用凡情侧夺。 为当独性, 方能随顺地入耳。 由是观之, 性解证三大科中, 即皆特特标显性字, 以为眼目。 静修一科, 不应独缺。 乃情义读于此科无疑性字。 故应应为义此科之言性者, 为义除此科外。 义别无性字。 补入情义, 以作典性学人之眼目。 使之凡此科开示之尽修法门, 皆当生性, 依之而行。 不但此也。 前文诸相非相, 众生非众生, 虽足减三能体空。 然子中间言是明, 即显即空, 负显即假。 亦更完备。 故虽有前文, 亦不贤负。 盖前文但言即非者, 所以明不失应不住相。 此文间言是明者, 所以明法失与众生, 皆怨生法。 即空即假, 应不住相而失。 即假即空, 应失而不住相。 故不负也。 又负诸法缘生之意, 如但有福得圣报两科, 而不曰不失明义。 是只有曰果之说, 而无曰因之说。 意义少有畏足。 且曰三伦体空明义, 便设有能所双亡意在。 盖能失人, 与所失法, 故未能所对待。 而法师之人, 与文法之众生, 亦未能所对待。 故说三伦体空, 与能所双亡之意, 初步相防。 若但明能所双亡, 却不设三伦体空也。 故于此刻, 独不依原本而加入之者, 亦在于此。 即, 四, 明文者信空。 分三, 五, 初, 请问, 四, 潜直, 三, 试尘。 五, 初, 请问。 二十, 会命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颇有众生, 于未来世, 闻说是法, 身性心部。 二十, 未说前科福尽之时, 会命, 即长老之意义。 唐食则亦作巨兽, 名不同而亦痛也, 皆年高得少之称。 秦义喜用旧有名词, 故意为长老。 唐义喜心造, 称为巨兽。 以表生命, 会命, 两皆巨族之意。 为义则作会命, 此名似但说一边。 然为会执法生, 命兼生命说, 亦无不可。 颇有者, 义中恐难多有也。 长老义未, 现在许有。 未来众生, 去佛越远, 夜生障众, 未必多有。 故约于未来世。 世法, 魂阔上说无法发心, 乃至无法可说言。 义未发心修行, 必须依法。 经云无法, 且云说法者无法可说。 然如是种种之说, 莫非法也。 莫是众生闻之, 生孔狐疑。 故问曰, 闻说是法, 深信心不。 当之如上所说, 皆是于法不值, 今修无我之妙法。 长老问义, 正是指示学人, 应信此妙法, 修无我行而。 五、四, 浅直。 佛言, 须菩提。 彼非众生, 非不众生。 彼字, 即指文法之众生。 非众生, 约信言。 非不众生, 约相言。 亦未言其非众生耶, 然而非不众生也。 言其非不众生耶, 然而非众生也。 正显即空即甲, 即甲即空, 一切众生皆是原生之意。 五、三, 是臣。 何以故? 须菩提。 众生众生者, 如来说非众生, 是名众生。 此刻是名上言比非众生非不众生之故也。 众生众生众言之者, 臣上非众生非不众生说也。 如来说, 为约信说。 明, 为明相, 亦为, 请言非众生非不众生者, 盖约信而说, 本具佛信, 非众生也, 故约比非众生, 但约明相, 则是众生而, 故约比非不众生。 此刻何之上刻, 语即原妙, 亦即生智, 滋分三众说之。 一、 常老是问众生文如是法能否生性。 而达语专就众生说, 于生性一层, 不致一词。 其不所达非所问乎。 其实不然。 问义以圆满答复义。 盖不达之达也。 何以言之。 长老欲众生于是身法未能生性者, 由于认众生未众生, 故不免为之担心。 然而悟义, 是直相而媚性义。 当之就相而观, 虽非不是众生, 然不过原生之假名儿。 原生非性。 其性则上等诸佛, 本非众生也。 然则既具佛性, 其不能开佛证之。 则闻是法者, 其无能性者耶。 故非众生非不众生一语, 便含有莫作是说之意在。 二、 佛说此刻, 无意教众生以闻法生性之方便也。 方便云合。 先观自身是以。 一切众生应观此五蕴重法, 但由因缘聚会, 非生换生, 本来无生。 若知此意, 则于上说诸法原生, 即空即假, 即假即空, 发心修行, 无法可执之意, 自能生性矣。 当之说法者上无法可说, 则依法发心修行者, 那的有法可直呼。 三、 开示利益众生行不施六度者, 应即相离相也。 盖非不众生者, 事令体会众生原生即假, 不无是名。 应魔所助而行不施。 此前所以言,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皆应灭度令入无于涅槃。 菩萨应发此大悲也。 非众生者, 事令体会众生原生即空, 原非众生。 应不施而不助于相。 此前所以言灭度一切众生已, 而无疑众生时灭度者。 菩萨应据此大悲也。 总之, 原生之意, 贯通一切。 此意性的疾。 其他诸意, 便皆撤了而生性无疑意。 即, 三, 明无法可得。 分二, 五, 初, 成悟, 四, 应是。 五, 初, 成悟。 须菩提摆佛言, 世尊。 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无所得耶。 上来, 初曰福德言其无时。 无时者, 所以明愿生性空也。 福德之大者, 莫过庄严报身。 故赐曰聚足生香, 以明性空。 献此生香, 原为说法。 故三曰说法者无法可说, 以明性空。 说, 说法原为度身, 故四曰众身, 以明性空。 一层追尽一层。 追至此刻, 则空到底, 如同抵托。 何以言之, 佛献聚足生香, 即为说度身。 而佛之所说, 原说其所得, 所谓如语。 经之莫非怨生。 原生之法, 当体是空。 故聚足生香, 有名非时。 说法, 亦有名非时。 众生, 亦有名非时。 然则起飞得即飞得, 佛即飞佛, 亦往皆有名非时也耶。 则一丝不挂, 空计之性, 尽体成漏矣。 此本科之药之也。 长老前云, 佛于然登佛所, 无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然上以为在八地时, 因其不存有菩提之法, 故今成佛的菩提而。 今乃之所谓佛的菩提者, 亦福得而无所得也。 亦生于前。 故自臣出悟, 说亦耶字。 正显异空彻底, 如梦出觉景象。 此曰是言也。 若曰理言, 长老早与如来心心相应。 今臣出悟者, 正只是学人应如是穷究到底, 不令有一丝法之存在。 然后我空性显, 使觉何于本觉而成大觉而。 其故作疑问之词者, 又已只是学人, 虽如是物, 当仅明眼人未知正明也。 上句先言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明曰修因正果说, 非必尽无得。 下句使言无所得, 是明若曰法说, 非必尽有得, 总明无得之得, 得而无得之意。 句终有言, 不可梦动。 五、四, 应是。 如是, 如是, 虚菩提。 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无有少法可得, 是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两言如是者, 应可上言非必尽无得, 非必尽有得, 所悟不谬也。 佛说之意更深, 乃将长老说者, 更推其原。 由言, 何以无所得乎, 因其本无少法可得故也。 此意正成我自来。 我无少法可得, 证明我空也。 因其我空, 上不见有少法, 那有少法可得。 既无少法可得, 又那有得法之佛。 言乃智者, 证明其空之又空, 以其扫尽。 正荡而实, 一念不深, 战战记记, 信得原名以。 总之, 信空记中, 本无少法。 使其见有少法, 正是我见。 上赫所得, 为其不见有少法可得。 乃真得而。 据言我于无上菩提, 无少法可得。 妙。 我不见有少法可得而。 言下含有非净无法, 故皆言是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显非无无上菩提之名言也。 又亦显无上菩提, 但名言而, 岂可这乎。 故无有少法可得也。 又亦显所谓法, 所谓的, 皆因缘所生。 缘身体空。 正荡有如是名言之时, 却本来无有少法可得也。 眼光四射, 八面玲珑。 前来无法得菩提之意, 至此畅发无疑。 则无法发菩提之意, 更因而彻底动了。 正所以开菩萨之阵之, 彼得通达无我, 法而。 上来心形婆的一颗, 前之也, 诸法原生一颗, 前所之也。 然而能所对待, 牵引越多。 故所执之诸法中, 富有能所。 如福德圣报, 所生也, 不失六度, 能生也。 而就不失之法言。 法, 所失之物也, 说者, 能失之人也。 就不失之誓言。 说法者, 能不失也, 闻法之众生, 所不失也。 更细别之。 我, 能正者也。 法, 所正者也。 总之, 一切是莫非对待, 有对待便有能所, 有能所便有分别, 有分别便有执着。 然而少有分别, 便是第六时, 所谓我向是也, 少有执着, 便是第七时, 所谓我见是也。 故一一名其皆是原生, 使之原生体空, 有名非时, 必应步步观空, 层层浅除。 其所以痛浅所编之法者, 正所以痛浅能编之我。 盖二者本是对待相形而成, 比消, 此意消矣。 而先说心形婆的, 是直向能边浅除。 然我相我见之不亦浅, 多为外境所宜。 故于诸法更说的详细也, 由是可知用功之法义。 盖浅能当浅所, 浅所即浅能。 浅能所即是浅分别, 浅分别即是浅执着也。 分别浅静, 则六时转, 执着浅静, 则七时转。 二时即转, 则我, 法双空, 皆是亦如矣。 皆是亦如, 所谓平等也。 故下皆言是法平等, 直显性体焉。 人, 四, 结是。 分三, 鬼, 出, 直显性体, 四的事修功, 三, 结无能所。 鬼, 出, 直显性体。 父次, 虚菩提。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世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此节是一颗, 乃上说诸一之总会。 上来所说, 若理, 若是, 若信, 若修, 千头万叙, 尽归结在此数行中。 诸一若网, 此数行文则网之总纲也。 纲举而后目张。 故此数行之义, 能洞彻于胸中, 则诸一皆得以贯通, 皆之所运用义。 若或不然, 虽闻得多义, 终觉零零碎碎, 犹散沙也。 道理若未能得要, 修功又岂能恶药。 然则此刻之关系大义。 其应息心领会, 不代言义。 复赐者, 别举一意, 以明前一也。 下所云云, 皆是说明菩提无少法之所以然者。 故以复赐二字标示之。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两句, 正显无上菩提。 然而是法二字, 且不可坐实在菩提上。 不但是明二字, 不应坐实已也。 何以故? 经指正未执着菩提者, 浅其直实。 况此处证明菩提无少法之所以然。 其可将是法二字, 坐实在无上菩提上讲。 若坐实讲之, 岂非菩提有法乎。 虽心眼书亦不免此病也。 为照公, 智者, 两注最佳。 注云, 人无贵贱, 法无好仇, 荡然平等, 菩提亦也, 盖为凡好丑贵贱不平不等之观念荡然一空, 则平且等矣。 即此便是菩提之意也。 此说既显明其正是菩提, 而又未曾说杀, 即为敬礼, 妙弃精止。 由是可知是法者, 未认是合法也, 由言一切法而。 无有高下正显其平等。 当之一切法有高有下者, 由于众生分别执着之妄见, 见其如此而。 其实一切法性, 平等平等, 那有高下。 既无高下, 又那有无上菩提法。 故约是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盖无以明知, 假立此明儿。 所以菩提无有少法可得也。 若无上菩提有少法者, 既约无上, 便高下之相俨然, 其平等性乎。 佛之成佛, 正应其正平等法性而。 故约如来者诸法如意。 故见一切法皆是佛法。 故如来所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世中无时无虚。 何以故? 诸法亦如者, 是法平等故。 一切法皆是佛法者, 无有高下故。 法性即平等亦如, 有何可得? 故约无时。 正当无有少法可得时, 平等亦如之法性, 圆满显现。 故约无虚也。 当之无有高下, 则觉诸对待, 无对待则成绝对, 故甲明约无上。 无高下则平等, 故甲明约正等。 何以无高无下如是平等乎? 由其不同凡夫不觉, 横起分别执着之故。 然亦并无能觉所觉之分也。 故甲明约正诀。 由是可知正因其不分别法, 不执着法且无法知见存, 乃明无上正等诀而。 其无有少法也明以。 法性本来如是。 佛为显此本来知性焉而。 其无有少的也明以。 故约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无有少法可得也。 前半不令于一切法无助, 浅其分别之我之者, 无非为显平等之性。 后半不令于菩提法意应无助, 浅其具身之我之者, 亦无非为显平等之性。 待说明诸法如意后, 负义不可得意, 空其能执之心。 且以原生意, 空其所执之法。 能所皆空, 则平等性体遂显。 故标科曰约直显性体。 可见所谓无上菩提法者非他。 诸法亦如知平等性是。 若少有菩提法影子, 岂能见性。 何以故? 性体空计, 所以平等。 少有分别执着, 便有所力, 上赫空计之有。 少有所力, 便见高下, 上赫平等之有。 菩萨应通达此理。 尽浅分别执着而无我也。 所谓一切法性, 本无高下者。 眼前事物, 莫不如是。 奈众生不知观照何。 辟有一事一物于此, 或见之以为可喜, 或见之以为可厌。 而其事其物, 除非因人而矣。 足见一切法性, 本无高下矣。 盖喜宴之意, 矣于其人。 与事物无关也。 所以多愁者无枉非愁, 虽欲不必愁之境, 而比人愁所双眉。 寻乐者无时不乐, 虽有无可乐之事, 而比亦强开笑口。 环境同, 而人之所感, 万有不同者。 由于所见之不同也。 又如以水言之。 人见之为水耳, 鱼龙则见为枯宅, 修罗则见为刀杖, 恶鬼则见为浓血。 今言, 此由业力所致。 当之业力何以成此差别? 正由当初分别执着之我见, 各个不同, 遂至造业不同而。 若二圣慧眼, 见其本空, 并水无之。 菩萨法眼, 不但见其本空, 亦见水之种种差别事相。 如是种种所见不同, 而水出无如是高下之分也。 佛眼则见亦如。 亦如者, 水性本空, 故随缘而现清浊等相。 则虽现清浊诸相, 亦然水性本空。 一切法莫不如是。 是之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当之所谓平等者, 非将高者消之时下, 下者增之时高也。 此分别执着之望见。 更令不平以。 更令不等以。 越求平等, 越绝分乱以。 佛言平等, 是令去其分别, 去其执着。 任他高高下下, 而平等自若。 盖其心即平, 其心即等, 则是相上虽有高下, 亦自高高下下, 各寻其分, 不相扰乱。 则一切平等以。 此平等之正义也。 顾目影等之风者, 当自平其心时, 等其心时。 贵, 此的是修功。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则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上科技以示法平等, 有高下下, 直显性以。 而此性体, 人人本具, 各个不无。 但为妄想, 即是分别, 执着, 不能正德。 此隐法华成具,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是者, 正为此一大事因缘也。 说此经, 意味此一大事因缘也。 从开经以来, 千言万语, 横说述说, 层层披包, 层层洗刷, 就为的是洗干净一个本来面目出来, 令大众体认。 体认清楚, 方知非照上来所说诸一刻时真修, 不能正德也。 盖性体虽是本具, 却被分别执着会污, 而非本来面目已。 非将高下之心, 不平等之见, 去尽, 起见本来。 然经上所言, 是书本上的, 非自己的。 夫欲举步, 不能不开眼。 而开眼正未举步。 若不举步, 开眼何为? 顾计说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八个字, 直将性体显示出来, 比大众开眼认明。 吉父将修此证此之功夫的的直出, 令大众举步。 方能达到目的也。 欲全修之在性, 必全性已起修。 所以此经层层推产, 必令身解义去。 说至上科, 更为直显性体, 比重体认者, 成孔未能生解, 勿以生灭心未本修因而。 所以古德修行, 必须先勿本性者, 为此。 古人正道比经人多者, 其最要原因, 实在于此。 依上说道理, 故此科所说修功, 皆是依依针对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下手的。 众生何故于一切法见有高下乎? 无他, 分别执着故而。 分别即是人我对待之相, 执着便是我见。 所以见有高下而不平等, 所以便与性体相为, 所以此经其口便令发广大心, 降伏我人等相。 以者, 用也。 用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有言用无分别执着之心也。 善法, 即上拉所言不失。 举一不失, 即设六度。 六度即设万行。 故约一切善法。 言以无我修一切善法者, 是名人是合法, 平等平等。 须以此平等心, 观一切法, 随应而修, 不可存高下心也。 和此两句, 即是开经时所说, 与法应摩所住行于不失之意。 应摩所住者, 应用无分别执着之心也。 住即是者。 有所执着, 便有分别。 亦有分别, 所以执着。 二是相应聚起, 不相理也。 行于不失, 正所谓修一切善法。 以无我勾, 空也, 不着有也, 修会也。 修一切善聚, 有也, 不着空也, 修复也。 如是二轮并运, 一级二边不着, 则晚和中道, 平等平等。 便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平等性相应。 顾约择得。 择得者, 言其定的也。 得者, 正也。 若分析言之, 已无分别执着心, 修一切善法, 则何于诸法如意, 成法身之应也。 福慧双严, 成报身之应也。 原修一切, 得方便至, 成应化身之应也。 既是称性原修, 故能性得原名, 三身显现, 而成无上正等觉。 故约择得也。 总明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之以而。 已无我等修一切善法之意, 即设前说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以及应摩所住而生其心, 应生摩所住心, 诸具之意。 即非是名, 皆所以产发此意者也。 则得无上菩提, 亦即前说之信心清静则生实相之意。 不但此也。 最初所说发离相心即是降伏一颗, 令发广大愿者。 即是令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也。 重读上句, 其次, 复说不住于相即使正住一颗, 另行广大行者。 亦即是令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也。 重读下句, 全部经文, 时以最初两颗为主要。 以后所说, 皆是就此主要, 或书是其理体, 或显明其修宗, 或剖析其隐为, 或发扬其归去者也。 大抵前半部, 事先令于静缘上一切法不住, 如请示明持以前所说是也。 其后, 则令于其心动念时, 一切法不住, 以越说越近。 后半部, 开张便令其心动念时, 并无上菩提法, 亦付不住。 向后所说, 皆专对此点遣除。 代说三计心不可得, 使之能指者乃不可得之妄念, 非真心也。 更说诸法原生, 使之一介法莫非即假即空。 当其万象森罗, 即富了不可得。 并佛之果报身, 乃至正德之菩提法, 一切皆是患有, 一切了不可得。 习禅宗二祖请出祖示安心法。 出祖曰, 将心来语辱安。 二祖恍然良久曰, 密心了不可得。 出祖曰, 无语辱安心静。 何谓安心已静耶? 臣以众生常住真心, 久备了不可得者扰昏了。 不知全由自己分别执着, 以致攀缘不休, 遂成昏扰扰相。 所谓将心取自心, 非患成患法事也。 若知昏扰扰相, 本来了不可得, 绝对不取, 则当下清凉已。 故曰无语如安心静也。 此意如是。 密菩提少法不得, 则法法头头, 皆是菩提。 何必他意? 故及以示法平等无有高下两语, 只显菩提焉。 此平等菩提, 何以能显耶? 从上来所说能所双空来耶? 能所何以双空耶? 从开经时所说发广大愿, 行广大行来耶? 发广大愿, 则不取法。 发度无度向之愿故, 是不取法, 行广大行, 则不取非法。 以取法取非法, 皆者我仁众受故。 法与非法, 即皆不取。 则我仁众受, 四者皆无。 四者皆无, 则法与非法, 乐不可得以。 一级分别执着之三济心, 乐不可得以。 一级能修所修乃至能正所正, 乐不可得以。 如是种种了不可得, 则常住真心, 所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者, 便了了而得。 前所谓信心清净则生实行事也。 此之位已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则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总之, 此三句经文, 乃开经来所说诸句归结之意。 彼得握此纲要, 以通达从上诸说者。 并非于从上诸说之外, 别发疑一也。 应如是融会而观照之。 且由上所说观之, 可见此经开口便是说是修。 以后种种理性, 皆是旧事修上说的。 不离事修而谈理性, 乃说法之要诀。 何以故? 即有明空, 便是二边不着故。 此即有明空四字, 阔境般若离去。 诸君谨记, 依此而行, 自何忠道义。 此处所说已无我修一切善法, 亦据此意。 盖位当于修一切善法时而无我也。 若不修一切善法而曰无我, 险即。 何以故? 非恶取空, 即偏空故。 当如是之。 鬼, 三, 皆无能所。 虚菩提。 所言善法者, 如来说非善法, 是明善法。 无上菩提, 不可知识。 一切善法, 又何可知识? 若知识者, 与知识无上菩提何以? 故更须浅知。 一切善法, 莫非愿生假有, 即有即空。 故依如意说, 一切善法, 当下即非。 但有假名耳, 何可知识乎? 故曰, 如来说非善法, 是明善法。 上云已无我修一切善法, 是曰能修边浅。 此云非善明善, 是曰所修边浅。 若有所修之法, 即有能修之念义。 有所有能, 晚然对待之相, 便是分别执着。 有为戏之分别在, 则我相仁在, 有为戏之执着在, 则我见仁在。 故当浅知庆敬。 当之以无我等修一切善法, 则得无上菩提者, 应其事用无分别执着之心去修, 所已变得菩提。 盖用此平等心修, 则法即无法, 修义不存有能修所修矣。 无修而修, 乃能无得而得也。 故此科所言, 乃是其修时同时之事。 即是修一切善法时, 便观照非善明善。 使其心中见有善法, 则正是我见。 何云已无我等修一切善法耶。 换言之, 此科正是名上文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之所以然者。 非为修一切善法后, 重有浅之也。 断断不可与上科看成两绝。 当如是之。 观上来所说, 可知此节是一科, 不但为本科举果明因之节是, 乃为开经以来诸义之节是。 换言之, 即是开经以来所说诸义, 无非令以无我修一切善法以正平等之性。 至此乃为典名尔。 此经最初发大愿, 行大行两科, 是开张明义。 以后约约即之, 结是已有多次。 第一次, 即是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两句。 第二次, 为应如是身亲近心一段。 第三次, 为应离一切相发菩提心一大段。 第四次, 为诸法如意无时无需一切皆是等一大段。 今乃第五次以。 而前后五次, 自有其潜身次第。 第一次两句, 是节度身不住相, 不失不住相之以。 不住相者, 不应取法也。 不失度身者, 不应取非法也。 第二次, 是解是寡行六度应摩朵住者, 为令空有不着, 比如时空如时不空之自信亲近心现前而。 第三次之解是, 是明离相方是发菩提心。 不但二边不着, 并不着亦不应者。 故约应生无助心有主则非等。 第四次之解是, 是约果未已是正的亲近心者之境界, 是亦法不住的, 法法皆如的, 是无我的。 史之上说诸意无非为另一臣不利, 将为系之分别执着浅除静境, 乃能正佛所正耳。 此第五次之解是, 乃是明白开示, 一切法性本来平等, 无有高下。 故一一法皆不可分别执着, 菩提法如是, 一切善法亦如是。 但用无分别执着之心, 修无有高下, 平等平等, 知一切善法, 便弃法性, 便见记照同时之本来面目已。 前后五次, 浅身次第, 即丝毫之不稳。 负点低以归原, 细密之至, 圆融之至。 心, 三, 险圣结犬。 分二, 人, 初, 隐喻险, 四, 正结犬。 人, 初, 隐喻险。 虚菩提。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虚弥山王, 如是等七宝具, 有人持用不失。 一大千内, 有十万万虚弥山王。 聚集七宝, 其多等词。 如是, 只识万万严也。 识如许之七宝, 用作不失。 其识, 可谓圣矣。 福德之大, 亦可知矣。 此刻是隐喻, 以显下文受持广说此经之福德更大也。 人, 四, 正结犬。 若人以此般若波罗密经, 乃至四巨迹等, 受持, 为他人说。 于前福德, 百分不及一。 百千万亿分, 乃至算数辟喻所不能及。 流通本作受持读诵。 原本无读诵字, 盖设在受持内矣。 于前福德, 于者, 比较之一也。 前, 纸上文矣等于十万万虚弥山王之七宝不失者。 盖位如前不失者之福德, 可谓大矣。 然而以其福德之百分, 千分, 万分, 亦分, 乃至算数不能算之分, 辟喻不能辟之分, 皆不能及持说此经者福德之一分也。 经虽是文字名言, 然由文字起观照, 便由观照而相似, 而分正, 而就尽尘无上菩提, 其一切有相符的所能比乎。 前半步收结时, 明言不俱说。 故后半步较量显胜, 今始一见。 然较显之命意, 亦赋与前大义齐去。 须知此刻说在指显性体之后, 显性体即是显法身。 前曾以须弥山王欲暴身。 精却以七宝具如十万万须弥山王者用作不施, 而其福德远不及持说此经。 亦显持经说经, 能令自他同正法身。 是比暴身, 如同身外之财, 和足孝哉。 当之佛献暴身等, 原为利益众身令他受用。 正如以财不施, 令他受用也。 故以此为欲, 以显正法身者, 并报身之相亦不住也。 根, 四, 究极无助以成正。 分而, 心, 初, 明平等法界, 显成法无我, 四, 明诸法空相, 结成法不深。 此第四大颗。 何全经言之, 故为第四颗。 但约后半不言, 则是第二颗。 皆说如来境界, 故曰究极。 为穷究无助, 至此而及。 所谓正者, 正此也。 此第四究极一颗, 又开为二, 出明平等法界者, 所以显一切法性本无有我也。 即以结成前科菩萨通达无我法之意。 四明诸法空相, 则归结到不深不灭上。 开经以来所以令离乡离念已除我之者, 无非为浅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所谓生灭心也。 浅生灭心者, 为正不生不灭之性体也。 是为一部圣生般若知总结穴。 故正宗分其此而至。 即昭明之地三十一分。 其三十二分, 则属流通分以。 心, 初, 又三, 人, 初, 曰度生名无甚凡, 四, 曰信相名非一意, 三, 曰不受福得皆无我。 此三科, 皆谨涅事法平等以来。 亦在教文法者, 当于法法头头上见取平等之理, 则可于法法头头上的见自信。 初科名无甚无凡者, 正显无有高下也。 亦真法界, 平等平等, 岂有甚凡之别。 此意旧度身上说明罪便, 故曰度身以明之耳。 人, 初, 又二, 鬼, 初, 明度无度念, 四, 明本无甚凡。 鬼, 初, 又二, 子, 初, 标示, 四, 是成。 子, 初, 标示。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等物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度众身。 须菩提, 莫做事念。 此颗大指, 与钱无法可说一颗相同。 其不同者, 不过钱就所说之法言, 经就所度之身言而。 然说法原为度身, 度身便须说法, 故大指痛也。 钱于无法可说中, 所饮食卷经光明经诸意, 说明佛不作念之理由者, 皆通于此。 总之, 佛不起心动念而能随机应援已度众生者, 不外二理。 一, 因素习大悲大怨熏习成种之力, 故能有感私隐。 二, 因具二智, 成三身, 如大圆镜, 光明辨照, 故能所应不谬。 据此两种理由, 所以不同凡夫, 凡有所作, 必须作念。 莫做事念, 是普界一切人, 非专对当时会众言也。 盖作事念, 则以凡情测圣境。 岂但傍佛, 自己人迷在妄想科中, 永无成甚之妄矣。 不切戒之。 总之, 莫做事念之言, 非警令不可以轮回见, 测缘绝海。 实令学佛人必当断妄念而。 开经即令菩萨降服此念, 故曰时无众生的灭妒者。 后半步一开口便说 无有仪众生时灭妒者。 经父就佛之度身言之, 比一切菩萨奉为准神也。 上文虽曾两说众生非众生, 然是单曰众生说。 经则曰圣凡并说, 以明平等法界, 亦不同前也。 或曰, 法华云, 我始作道场, 观数亦精行, 于三七日中, 思维如世事, 我所得智慧, 为妙罪第一, 众生诸根顿, 折乐痴所盲, 如私之等类, 云何而可度, 由至观之, 明明有甚有凡, 何云无甚无凡。 且佛于度身即所说法, 皆曾详细思维, 而后说之, 思维即是念, 何此经云无念耶, 当之有甚凡者, 曰相说也, 无甚凡者, 曰信说也, 所以此经说即非, 又是明也。 至于思维之意, 当分两层说明其理, 以免怀疑。 一, 凡佛所说, 有随夷说者, 此明全说, 亦明不了亦。 有究竟说者, 此明实说, 亦明了亦。 如上所以法华中此等言句, 即是随夷全说。 因观之一切众生, 跟顿吃芒, 者无欲乐。 与佛正德之清净至, 为妙法, 不能相应。 如丝之类, 云何可度也。 乃不得已, 先为由浅而生, 说三成法。 然说三圣, 实为一成, 所谓开权显时事也。 本经此处, 正明平等法界, 皆是究竟如实之说, 故言句多连如来二字说之。 如来者, 诸法如意。 何谓如, 真如是也。 何谓真如, 理念境界是也。 其能隐权以证实说。 且所谓权者, 亦是即时之权。 故虽约思维, 实则即思维而无思维。 凡读佛经, 第一当名此义。 即如佛常自称我义。 其可因其随夷之称。 而未如来有我相我见。 又如本经说此无上甚深之法, 而这依启实, 是同凡夫。 其可因此遂以佛是凡夫。 长老处处待众生请问, 亦其可看呆, 为长老真不明般若。 世间多有义观世因菩萨是男生, 是女生, 怀疑者。 夫法生大事, 本无有相。 其所现身, 皆是随机应援。 所谓应以合身的度者, 即现赫身而就度之。 冷言, 法华详说此意。 其可视同凡夫, 决定为男为女。 即以大事往音言, 多结情修, 何身不有。 亦其可举一事之身, 以盖多结之身乎。 佛经中类此之事, 以及两相抵触之言句, 甚多甚多, 皆当如是领会也。 二, 思维者, 做官之意。 做官意意思维修也。 上所引法华两诵, 四句谓一诵, 是陈其上闻我以佛眼观一句而来。 两诵所说, 盖为观照众生根基尔。 当之做官之时, 非无念, 非有念。 少之做官者, 便能了然此中境界。 与思所妄想, 绝不相同。 其可误会思维为作念乎。 总而言之, 有声可度, 有法可说, 是约相说。 佛作此官, 正所谓既而常照也。 然而正荡现如是事相识, 极富了不可得。 故又约无法可说, 无声可度。 则是约信而说也。 虽观而亦摩所观也。 照而常也。 故当所引法化两诵, 与此中所说者, 何而观之。 正是信相圆容, 即照同时之矣。 亦及及权之时, 时之人之矣。 当如是通达也。 若执意一依, 便是直相依信, 直信一向。 直记一照, 直照一记, 此正凡夫之鉴, 正所谓顿根吃芒, 与为妙第一之智慧, 不能相应者也。 故学佛必须开佛之鉴。 佛之即是之一切不可得, 之一切即空即假。 佛见即是不值一意。 若值一一意, 正是值一值一意。 故欲通达佛法为妙之礼, 非将凡情俗鉴, 一扫而空之, 必不能入也。 此,此, 事成。 何以故? 时无有众生如来度者。 若有众生如来度者, 如来则有我仍众生受者。 时无略斗, 此二字是彻底的。 为时无作念之礼也。 何谓时摩世礼, 其义甚多, 略说其四。 一, 若有度身念, 便有所度之身, 能度之我。 能所者, 对待之相也。 便是分别, 便是执着。 佛正平等义真法界, 故称如来。 若有分别执着, 何名如来。 故为如来做志念, 实摩世礼。 此曰平等法界明义, 亦是曰如来边说。 再曰众生边说之。 二, 何谓众生。 不过五蕴即合而已。 是原身法, 原身体空。 若有度身之念, 岂非不了原身。 只五蕴法为时有乎。 有法之, 便有我之, 曾是如来而有我法而之乎。 故为如来做志念, 我当度众生, 实摩世礼。 此曰愿身体空以名义也。 三, 众生之所以成众生, 已有念故。 众生之所以的度, 已无念故。 是故度身云者, 为令离念而已。 若佛度身有念, 则自上未度, 何能度身也。 故为如来做志念, 我当度众生。 实摩世礼。 此曰离念明度以明义。 四, 佛度众生, 不过为众生之增上缘而。 而众生自己发大心, 行大行时为主因。 若无主因, 虽有增上缘, 身亦无从度也。 是故众生的度, 实众生自度而。 佛无此见, 是佛度众生也。 故为如来做志念, 我当度众生, 实摩世礼。 此曰因清缘书以明义也。 总此四义, 故有众生如来度者, 佛时无此念也。 此句是顺世其故。 若自下, 赋返言以世其故。 有者, 未有念也。 若有此念, 便落能所。 能度, 我相也。 所度, 人相也。 所度不止一人, 众生相也。 此念继续不断, 受者相也。 苟有一念, 四相聚足。 如来正令发心菩萨, 处此四相。 而未如来有四相。 其乌棒如来, 可谓即矣。 所以切戒末做事念也。 此中正破如来做事念之邪言。 故但约如来边, 即前说四义中之初义, 以明无能, 摩索, 无我之义, 亦在令学人了然于平等法界, 时无有我而。 贵, 赐, 明本无甚凡。 须菩提。 如来说有我者, 则非有我。 而凡夫之人, 以为有我。 须菩提。 凡夫者, 如来说则非凡夫。 流通本多是明凡夫一句。 唐人写经, 南宋藏经, 几古得著书中, 皆无知, 大不应有。 此刻是世明无能度, 摩索度之所以然也。 此中我自, 若但作我仁之我会, 故无不可。 然亦浅矣。 须知我自, 正成上文我当之我来, 盖止佛言。 我则非我, 亦显平等法界, 佛即非佛而。 正名无甚之意。 盖佛之称, 显其正果而。 如来之称, 亦为显其正性而。 亦真法界, 黎明绝相。 那有此等名字。 且亦真法界, 一切诸佛, 一切众生, 同体之性之以名也。 因其同体, 故曰亦如。 故曰平等无有高下。 若此中有佛自者, 便有高下, 便非平等, 便有名乡, 便非空寂。 故一如意而说, 所谓有佛有圣者, 便非有佛有圣。 但凡夫之人, 只知取香, 不达一真法界, 以为有佛有圣而。 平等法界, 佛上无存, 岂有能度可说乎。 且既是平等同体, 不但无圣而已, 又岂有凡。 故所谓凡夫者, 约如意说, 便非凡夫也。 凡上无存, 岂有所度可说乎。 无高无下, 平等平等, 此之未性体亦如。 足见后人望家世明凡夫具, 真是化舌天足。 无圣无凡, 正是无有高下之所以然, 故曰平等。 性体本来如是平等。 所以佛说上无佛道可成, 下无众生可度。 待度即无度, 成即无成也。 所以说平等真法界, 佛不度众生。 所以佛眼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此皆约性体平等一说也。 何故说平等一? 为令发心菩萨通达此意。 应以无能, 魔所, 无法, 无我之心, 修一切善法, 乃能如是而正也。 由此可知修行人 虽应发愿转凡成圣。 然阿愿已, 即需将凡圣之念抛开。 若不抛开, 圣凡永隔矣。 何以故? 圣之成圣, 凡之成凡, 正由亦无念, 亦有念故。 其念, 便有高下, 便非平等故。 古人开示修行, 有一句最好。 曰, 但莫执行去。 莫执者, 绝无瞻顾之意。 行人只要明了道理, 认准方向, 便亦执行去。 转凡不转凡, 成圣不成圣, 以及一切生死利害等等, 该不挂念。 如此, 便与道相应, 与性相应, 素能成就。 否则反不能成也。 古人又有景句曰, 古妙相如趣。 未应万念灰冷也。 圣凡上不挂念。 其他可知已。 人, 赐, 曰性相名非一意。 分而, 鬼, 初, 总显如意, 四, 别浅情直。 鬼, 初, 总显如意。 虚菩提, 于意云和, 可以三十二相关如来不。 虚菩提言, 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关如来。 此曰性相名非一意一颗, 为全经紧要眼目, 而意运幽深, 非逐层细谱, 不意名了。 观, 无相无不相, 是也, 则又未尝不可。 虽然, 若只以为可, 未免取相, 而有着有之过矣。 故下有出浅取相名非一意科之文。 然若只以为不可, 又未免灭相, 而有堕空之过。 故下又有次浅灭相名非一意科之文也。 试看长老所达, 可以增长见地不少。 在闻佛之所浅, 更令人豁开心眼多多。 须知开经以来层层浅荡, 屡说即非是名, 无非为防学人者于一边。 此处明信相非亦非一意者正是说明不应的于一边之所以然也。 于亦云合。 探验见地之此也。 前亦屡次探验矣。 经更探验者, 因此处不约见, 而约观。 问意极细, 回不同前也。 盖正孔学人文的诸法如意, 即是法平等者, 弄动漫憨。 未能深入精为, 而自以为意如平等意。 则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故更须探验之, 而开示之也。 欲说达词, 有二要义, 必当先明。 一, 班若会上, 佛令长老转教菩萨。 见大班若经, 可见长老久已与佛心心相应。 班若一去, 早已生之。 此经故事不知者, 待众生请法故也。 二, 圣身之礼, 本无可说。 经不得已, 于无可说中而言说之。 一人一时, 不能说两样话。 故寄于二人, 用问答体说之。 则甚深意去, 教义明显而。 一上两意, 故长老所说, 无意佛说。 一切经中当机人, 皆应做如是官。 不但此经未然。 此事要义, 不可不知。 如是如是句, 若但作应诺之词会, 不但浅世长老。 经中所含身指, 亦不显而会矣。 何谓浅世长老耶? 且如初次佛问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长老即答身相即非身相。 二次问, 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 又答即非是明。 第三次问, 佛可以聚足色身身见不。 如来可以聚足诸相见不。 皆答已不应。 何此中乎又直相如此。 长老故事代表众生, 然而既名忽昧, 与理不合。 所以如是句, 实非应诺之词, 乃是说理。 如者, 诸法如意也。 试者, 一切皆是也。 前不云呼。 前半不忠, 无意达如是者。 后不达如是处, 皆要经意。 如名五中, 每达皆称如是。 此名肉眼非定肉眼, 乃至佛眼非定佛眼。 总之, 五不定五, 亦不定一。 不可执意也。 正所谓诸法亦如, 一切皆是。 亦为如则皆是, 不则皆非是。 顾美达皆称如是。 四问说是杀不, 亦达称如是者, 此名如来说是杀, 乃亦如意说是, 非同凡夫之说是也。 再问福得因缘, 亦达称如是者, 此名法法皆是原生, 体会的原生性空, 则法法皆如, 法法皆是。 顾下皆云, 此人已是因缘, 得福甚多。 亦显为其原生, 是有多福之可得。 亦为其原生, 亦不执着原生相, 而会归亦如性。 则虽法法皆是原生, 亦及法法皆是佛法矣。 此外皆未达如是。 至此, 父达称如是者, 亦亦痛前。 而两称之者, 令人当众是如字。 必其能如, 而后方是尔。 其亦盖为三十二相, 亦诸法之一。 诸法皆是真如, 其三十二相不适真如。 但必应会的如意, 方是。 何以故? 若领会的性相亦如。 既不灭相, 亦不执相。 则观三十二相应生, 即是观如来法身也。 若为如意, 是必执相以观性, 否则灭相以观性, 则无意而是以。 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应作一句读之。 宗以明依照如意, 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则是也。 长老之意, 盖为观不同见。 心中作三十二相观时, 本是无相之相。 如来献三十二相, 亦是相及非相。 经了其无相之相而作观。 则既非取相, 亦非灭相。 正与时相无相无不相之意和。 亦即与诸法如意和。 亦即与如来和。 亦即与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亦显记亦如以, 观相即是观性也。 长老达意, 时事甚深, 时事甚援, 时与佛指相应。 而下文如来更加迫斥以潜荡之者。 亦长老所名如意故事。 但其中尚有维系之理, 不可不认清辩明。 否则势必至于弄动漫憨, 未见未见, 任驴安桥, 为阿爷下巴以。 此意时观景要, 乃为一般学人罪意含混者。 故佛与长老, 一问一答, 以显明此隐为生止, 彼学人不智悟认耳。 鬼, 刺, 别浅情直。 分二, 此, 出, 浅取相名非依, 刺, 浅灭相名非依。 此, 出, 又二, 丑, 出, 破解释浅, 刺, 说即解成。 丑, 出, 破解释浅。 佛言, 须菩提。 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 转伦圣王则是如来。 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如我解佛所说义, 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佛意盖位, 如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诈灵之圣是也。 然而本源之地, 若未认清, 成恐似是而非。 何以故? 三十二相, 岂但如来献此相栽, 转伦圣王亦具有之。 然而伦王之相, 是由福叶来, 不同如来是由法深险。 经弄动曰, 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然则伦王亦是如来以。 岂非大谬。 当知佛言故事说所观之相, 亦时开示能观之人。 盖以夜时为空之轮王, 应福夜故, 亦有三十二相。 足见相皆虚妄, 不足为平。 然若观者夜时已空, 岂但轮王之三十二相不能蒙蔽, 即观众生五蕴色身, 亦能动见法身。 而不见有五蕴。 苟或不然, 虽予如来敌面, 亦旦观相, 而不能观见法身矣。 佛之言此, 正应出发心修观者, 无名分毫未破, 方在夜时之中。 若闻亦如皆是, 是法平等之说, 不揣分量, 据为观相即是观性。 不知所观者, 正是时而非信也。 一切学人应于此中细细堪厌。 云何堪厌? 一, 博得凡夫, 自无始不绝自动以来, 久以信相不依已。 何故不依, 由于取相? 何故取相, 由于夜时? 故必须尽空诸相, 搅决秦时, 方足语于信相亦如。 二, 佛说如意, 是令体任一真法界, 除其分别执着而无我。 故当自审, 分别否? 执着否? 他有为系分别执着, 便是夜时, 何云观相即是观性乎。 总之, 亦如平等, 唯有诸佛方能究竟。 必须既不执实, 且须相亦敏, 执至一面不深, 并不深亦无, 方是亦如而不亦。 故所谓诸法亦如者, 是只见亦如之性, 不见诸法之相。 不但此也, 只须虽亦如平等, 而亦无所谓亦如平等, 乃为真亦如, 真平等。 其夜时为空者, 所能妄以自负。 经云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明明存有能观所观。 便是分别执着, 夜时婉然。 乃云如是如是, 殊不知早已非如, 毫无一事已。 古今多少行人, 粗念道习, 便未以正三昧。 习气仍在, 折云任运腾腾。 世皆已混乱未圆容, 先有不堕落者。 观此经文, 真是顶门上痛下一针。 世尊所迫, 长老原已动名, 故得机便转。 而情之所达, 亦是原之众生之病, 所已弄动其词, 呆是尊破赤之。 毕一切众生, 皆得自堪自破, 不致混乱耳。 凡标须菩提白佛言句, 皆是郑重之义。 此中亦然, 亦在令学人于此番破解, 不可忽略看过也。 解所说义者, 文之伦亡亦同此相, 相不足矩。 辩解的诸法亦如, 必须敬诸相而后可也。 长老如是解, 正令学人应如是解。 不应者, 亦显非绝对不可。 若其情识以空, 则有相等于无相, 无相何妨有相。 而非少有情识者, 所应混乱也。 故约不应。 此语正是切戒学人者。 总之, 佛说亦如平等, 是令一意皆不可值。 经以相关性, 明明之意义。 上的约亦如乎。 转伦圣王者, 以时善化事, 不带兵戈, 微福四方, 为人是第一大福德人, 自然有七宝出现, 随意自在。 第一约轮宝, 王臣此轮, 巡行四方, 应称转轮圣王。 轮有金, 银, 铜, 铁四种, 的金轮者, 约金轮王, 王四大洲。 银轮王, 王东西南三洲。 铜轮王, 王东南二洲。 铁轮王, 王一洲, 及南岩福提也。 以福德力聚三十二相, 但欠清净分明, 应其事由有漏福业而成, 不同佛之由无漏法身而献者也。 丑, 四, 说祭杰成。 尔时, 世尊而说祭言,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尔时者, 破解附近之时。 标词二字, 是令学人应与上科同时体会。 因继中所说, 正是所破所解之所以然故也。 色字, 统止一切色相, 三十二相亦设在内。 两我字, 指如来言, 即为信也。 应声, 该说法应声在内。 正位不可止取上来意如平等诸说, 向文字应声中求也。 见色者眼时, 文声者耳时, 举二时以盖其余也。 总之, 见文觉之, 虽其体势性。 然众生自无始来以变成时。 经若以色见, 以音声求。 显然夜时用事, 执着六成镜像。 乃欲以视见法身, 以视求法身, 明明是望见, 明明是向外持求。 其知见以大大不正, 上欲见法身如来乎。 故斥之曰,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以真如知信, 非是分别执着之夜时境戒故也。 截成欲观意如, 非尽空情时不可知已。 或曰, 佛经中美令人安佛相好, 何也? 需知此事方便。 所谓方便, 含有两亿, 众生处处着相, 故令舍染观境, 此一方便也。 既知观境, 及父令屈究竟, 如此中所说, 此二方便也。 盖步不引人入圣, 是知未方便。 所以十六观经中, 最要者为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术行文。 明的一切为心, 则知虽观相好而不值时, 其分别执着知情时潜意。 所以念佛人, 虽观见弥陀现前, 极乐现前, 亦可住者, 此也。 何以故? 相由心做故。 自信清静心, 本来无相无不相, 相不相更不必执念故。 此理不可不知也。 当知知念, 便是分别以, 执着以, 上来浅相以浅到极处, 亦以后半步无法发心以来之总归结处。 盖发心时, 即不可取这菩提法者, 应少有所取, 便额色相, 便是向外持求, 便非正知正见, 便是法执我执, 便与空际之性相为, 岂能见如来哉。 所以令菩萨通达无我法者, 此也。 否则盲修瞎恋, 走入邪道, 欲主杀以成犯, 永永不能达到目的。 应修行事以见如来为目的故也。 故应通达也。 然而浅相者, 但未不可取者而已。 若误会是灭香, 则又大非。 故又有下一颗文来。 以下是, 此, 此, 且灭香名非亦一颗文。 经先说其要止。 此一颗, 不但在后半步中, 有万君之众。 即开经以来所说不应取非法, 非非法, 以及既说即非, 又说是名等义。 直至此处, 方说明其所以然。 故在全经之中, 与上名非一一颗, 同位紧要关键。 譬如千山万赫, 以礼湾亭。 行至此处, 乃回转环报, 团结起来。 随时前来无数风轮起伏, 莫不依依应待, 有情有事焉。 虚知前半步是对初欲发心者说, 所以空有自令不朝, 以何忠道。 凡说即非是名处, 其语气大都两边坚固。 既不可者有, 富可者空。 所谓是名者, 乃有名相虽假, 未尝不适之。 智后半步是对已经发大心, 修大行, 并能不取一切法相者说。 但恐其独独取这体法相, 则终未空一之类。 终不能正性。 而此之甚系, 最为难除。 故后半步所说, 皆向者有边痛浅。 虽有时即非是名并说, 然其语气, 多侧众即非边。 含有法相虽是, 中未假明。 应是假明, 所以即非之义。 必待浅的一尘不染, 一丝不挂。 然后又调转头来, 说不应这空。 故曰有万君之众也。 此阵宗下所谓, 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之意。 又曰, 还要翻个金斗。 翻金斗着, 掉碗头之位也。 且前半步所说不应这空, 但说其当然。 若无此中于法不说断灭相勾, 未知点醒。 不但其理未明, 亦无归结, 而全经精神亦不团聚矣。 所以说上科与此科, 未全经重要关节的, 因其是开经以来所说诸一之归结处故也。 虽然, 后半步开张后, 既专潜只有。 上科虽未潜有之总归结, 亦运忧生。 然力本一贯, 上亦说明。 为此科忽然转舵, 眼光四射。 其语气神, 直贯注到前半步。 故一句之中, 该阔多亦。 真如侧看成风, 横看成岭。 面面皆放光明, 皆成一彩。 不知从何说起。 经欲说明一面一面的道理, 宜先说其大致。 大致明了, 面面亦教义明了也。 当知性为一切法之体, 像是表面。 所以修行者原为正性, 故不应执着表面之想。 此一定之理也。 然而有理亦须有面。 若但有主体, 而绝无其表。 主体亦孤立而磨所用。 所以修行欲正性者, 既不应执取香, 亦不应断灭相。 此亦一定之理也。 譬如造屋, 梁度是主干, 是体。 门窗户壁乃至砖瓦灰石等等, 是表面, 是像。 自然最先要注重梁柱。 若但知取着外表之香, 而不知注重主干之体, 如何岂可。 然若但有主干之梁柱, 绝无门窗户壁, 上得明知为乌灾。 造屋如此, 修行亦然。 观此辟欲, 其不应执香, 亦不应肺相之理, 可以了然矣。 此佛说此刻之罪要宗旨也。 此,此, 且灭香名非矣。 分而, 丑, 丑, 标示切戒, 此, 解显正义。 丑, 丑, 标示切戒。 虚菩提, 如若做事念, 如来不以具足相顾,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莫做事念, 如来不以具足相顾,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上所说, 可知此浅灭香一颗, 意义之声广义。 然而不但声广义也。 富多隐含之意, 头绪又烦, 即不易说。 说即不易, 领会之难可知。 然即未重要关键, 断不能不细心领会也。 即如初标示切戒中, 开口便其。 何谓如来不以具足相顾的无上菩提耶。 当之表面说具足相, 实则隐含修福德之意也。 因具足相, 由修福德来也。 佛经中此类具法甚多。 所谓互相隐显示意。 以文字言, 如曰, 莫做事念, 如来不以修福德顾, 得无上菩提。 其不直截了当。 经不如是说, 而以具足相畏言者, 盖有两众生意。 一, 为引起下文不说断灭相, 以对上文之不直取相, 显明二边不着之意也。 且上言如来, 下言具足相, 可显性虽无相, 而亦无不相之意也。 二, 说以具足相, 文者可以领会具中影有修福德。 若说修福德, 文者未必能想到事说具足相。 事之未善巧说。 总之, 如此一语双观而说者, 因上文说轮王亦有三十二相而日由修福来, 既已破斥。 孔人误会正信者不必修福。 又因上说以色见我, 事行邪道。 孔人误会见如来者必须灭相。 今如此例说, 则两种误会具浅, 故曰善巧也。 如若做事念是字, 此下文不以具足相等。 正孔文上言者, 发生误会, 而做事念也。 长老是当机, 是众生代表, 只得向长老发话。 其实是普告一切人也。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句, 隐含多意, 当主曾说之。 一,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意味无上正等觉。 然亦设有佛即如来之意。 何谓设如来亦耶? 如来者, 平等法身也。 无有高下, 体觉对待, 故曰无上, 既是平等, 故曰正等, 不觉则不能正, 故曰正觉也。 何谓设有佛自意耶? 佛者觉也, 故曰正觉, 自觉觉他, 无二无别, 故曰正等, 觉已圆满, 智就敬畏, 故曰无上也。 故无上正等觉, 可谓信得如来, 果得佛之统称。 此中不曰佛, 不曰如来, 而具统称之名为言者, 未显二意。 假, 因上具显说具足相, 隐含修福德。 若单约修因刻果之福德言, 应用佛称。 若单约相虽非信, 亦不离信, 知具足相言, 应用如来之称。 经上具记具隐显二意, 故以用坚寒信, 果二得之统称也。 亦, 说一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正未引起下文之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来。 盖玉即果正以明音心也。 即果明音者, 所以阐明后半部开张时所说, 时无有法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真实义也。 开张时先说无法发菩提之义。 皆明无法得菩提之义。 一发一的, 相对而说。 此中一一的一发相对说之者, 正所以补足开张时所说之义也。 何谓补足? 盖产明前所谓法者, 即设非法。 前所谓无法者, 是二边不着, 法与非法皆无。 如此, 方氏发菩提。 若但会的不取法一面, 未免落空。 上的未知发无上菩提呼。 是此中得法并说, 故与开张时并说者, 相应成去之要止也。 由此, 又足证明菩提下前说即无心字。 则此中下文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下, 岂可这一心字。 乃不明经指者, 梦动烂家, 岂非大妙。 二, 说一的字, 更有精妙之意。 盖茨的字, 正针对上科官字而说者也。 针对官字而说的字者, 所以明官则不应取相, 得则不应废相之意也。 何以故? 修官之道, 重在见性。 官相岂能见性? 前半不忠, 已说的明明白白, 曰, 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故欲见如来者, 必须能见诸相即是非相而后可。 经云以三十二相官如来, 并未能见相即非相, 何能见如来耶? 乃谬隐如意, 自以为是。 不知如意者, 虽不费相, 亦须不取相, 方明为如。 经得于一边, 何明为如耶? 满憨甚矣, 故破斥之曰, 行邪道, 不能见。 以明信相之非亦也。 此刻不说官而说的者, 是曰修因正果说也。 亦即曰信相相的说也。 何以故? 信相不相的, 不明正果故。 亦显若能不着于相, 相亦赫爱于信, 故相的也。 总之, 信是礼, 相是表。 曰表里言, 信相非亦也。 若曰表必有礼, 礼必有表, 表里何以言, 信相则非亦也。 此如买屋者, 应官其良柱。 若但官外乡, 而曰官外乡即是官良柱, 岂非笑谈。 然若只有良柱, 而门窗户壁, 外乡一概无有。 则虽得此屋, 等于不得已。 修行亦然。 曰官言, 必应不取向。 曰得言, 必应不费相也。 明姿辟喻, 则一意皆不应职之礼, 当可彻底了然。 更可见佛所说法, 与语有分寸, 字字含妙礼。 承孔学人粗心福气, 于信相非亦非亦道理, 狐伦吞藻, 不能潜心细领。 经官如上所说, 我是尊以将信相缘容中之行步, 为一切学人, 化得了了明明, 清清楚楚。 若能深切体会, 自能既不取相, 亦不取非相。 又有行步, 又能缘容。 事事皆和忠道, 法法不为自信矣。 三, 前条所说, 更有互相隐显之意在, 不可不知也。 何以言之, 上科说观, 是约因边说, 是明修因者, 不可取相也, 不可修有漏之福也。 当之修因既不可取相, 正果又何可取相。 但非废相而。 在因为时, 不可修有漏福者, 以修无漏之因, 乃能正无漏之果故也。 此科说的, 是约果边说, 是明正果者, 并非废相也。 亦非不由修福来也。 当之正果既非废相, 修因又起应废相。 但不可取者而。 果非不由修福来。 然则在因为时, 但不应修有漏之福而。 其令绝对不修哉。 因果亦如, 故互相隐显以明之。 四, 上科与此科, 两两对照观之, 富有要义。 上科掌形中之义, 若云, 伦亡亦有三十二乡而非如来, 是明修福不修会, 不能得无上菩提果之义也。 此科切戒末座不修福的菩提之念, 是明修会不修福, 亦不能得无上菩提果之义也。 上科四句记中, 何斥以色身见如来未行邪道者, 明见性不应取向之义也。 此科切戒末座不以具足相的菩提之念者, 明见性亦非非相之义也。 由第一条至此第四条, 何而观之, 以将理, 性, 事, 修, 以及性相非依, 非义, 又喜不, 又圆融之因因果果, 说得细密之志, 周扎之志矣。 然而所含之义, 由不止此。 五, 上科言观, 此科言念, 观, 念, 以义也。 两科何言, 亦显相与非相, 伏与非伏, 两边不着, 未认观, 念也。 若其但取义边, 即非正观正念。 何以故? 不何忠道故? 故上科乡, 便以邪道呵斥之, 此科取非相, 又以莫作志念切戒之。 六, 三十二相应生, 应生生灭无常, 于名姓相非一之一变。 故上科遣取相, 则举三十二相言之。 聚足相, 即前所谓聚诸相, 是报生。 然相言, 名报生, 曰姓言, 即是报德法身, 于名姓相非一之一变。 故此终浅灭相, 则举聚足相言之。 当之如此而说, 亦是互相隐显以名义者。 何以故? 三十二相不应取, 可知聚足相亦不应取。 聚足相不应灭, 可知三十二相亦不应灭。 分而说之者, 但未便于显明非一非一之一耳。 七, 不以聚足相的菩提中, 更含经义。 当之聚足相之臣, 是由福会双修来, 不但修福以也。 何谓双修? 修福时便知不着相是。 知不着相, 便是会也。 因此, 乃能成聚足相, 得无上菩提。 此与伦王大义齐去者, 盖伦王福业, 称为有漏者, 无他, 修福者相故而。 故只能成三十二相, 只能得伦王果。 由事可知, 此中虽是说不灭相, 其时天有不取相亦在。 此其所以能与信不亦也。 此曾为此刻精妙之矣。 所以举句足相亦名非亦者, 宗旨在此。 何以故? 非亦即是亦如。 避其相与非相, 两边不取, 方明亦如。 若上科所说, 是但之不取非相亦边, 何明亦如哉。 宗和尚说诸意, 则此刻之意, 便可动明。 无非恐人闻上来浅相之说, 偏于空边。 误会是绝对无相, 则与实相之无相, 无不相相为。 便非诸法如意, 便非是法平等, 便不得无上菩提之果, 而不见如来矣。 故切戒以莫作试念也。 若作试念, 乃邪见非正见故。 论道理, 论语气, 指此莫作试念一句, 予亦已足。 经父皆说如来不以句足相顾两句者, 盖众言以声明之。 使人之注重此两句是要义, 不可忽略而。 故莫作试念须脸下两句一气读之。 若念字断句, 便觉下两句重负矣。 曾见清初一课本, 误从念字断句, 又闲下两句重负。 遂删去不字, 而作如来以句足相顾,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四大谬也。 须知有一不字, 含有虽不应取香, 亦不应肺相之意在。 语气便双照二边, 何等圆绒活泼。 若删去不字, 语气便者与取香一边, 沾至呆顿, 相去天渊矣。 大智度论云, 般若如大火炬, 四面不可处。 岂可顿至一语。 试看本经文字, 从无一字说啥。 以文字论, 亦是绝妙神来之笔。 非罗十大师一笔, 不能妙道如此。 取他一本笔而观之, 自知。 此总清出课本, 信他刻味仿效之。 不然, 经流通本中, 又多亦读已。 丑, 四, 解显正义。 虚菩提。 如若做事念,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说诸法断灭。 莫做事念, 何以故。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与法不说断灭相。 此刻经义, 甚未曲折细致, 当前心领会之。 流通本, 菩提下皆有心字。 唐人写经皆无知。 大约加入心字, 起于五代, 不应加也。 此刻正是说明上来标示切借一颗文之所以然者, 如若做事念至说诸法断灭一段, 是说明上文做事念之所以然。 何以故下一段, 是说明上文末做事念之所以然。 上科正义, 至此方显, 故标科曰解显正义。 如若做事念, 即未做意如来不以聚足相顾得无上菩提之念也。 说诸法之法字, 此成聚足相来。 因聚足相, 是由修福而成。 云和修福, 广行六度诸法事也。 事故若说以聚足相, 便无意说不用修六度法。 岂非说成诸法断灭乎。 故约说诸法断灭也。 中间又有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一句, 何谓耶。 当知识尊因后半部开张时, 曾说无法发菩提。 成恐未能生解其意者, 文的后来又说, 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无有少法可得。 上科且说, 若以色见我, 是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事必误会曰, 前所云无法发菩提之意, 我知之以。 的菩提者, 既无少法。 且明明开示以色见味邪道。 色者, 相也。 可见如来的无上菩提, 全与巨族相无关矣。 此作不以巨族相顾得菩提之念之来由矣。 若作试念, 便有第二念曰, 巨族相者, 是由行六步法, 情修福德而来。 所谓百节修相好事也。 经的菩提, 既与巨族相无关。 且明明开示的菩提者无有少法。 可见发菩提者, 亦必不应有少法。 但当一心趋入空迹之性而已。 凡六度诸法所谓修福德修相好者, 全部可放在心上。 此所以开示无法发菩提耳。 行人若如此误会, 与佛只相悖而迟矣。 走入邪道矣。 是必亦法不修矣。 何以故? 说成诸法断灭故。 上得未知发无上菩提呼。 故切戒以莫作试念也。 由此可知佛说此刻, 正日说明为何作试念之所以然者。 而佛于浅取相知迹, 忽然掉转头来, 说此浅灭相宜大科, 又正是阐明前云无法发菩提之真实意者也。 此科之关系重要也明以。 故请言亦甚曲折细致, 当前心领会也。 凡说理到今深处, 切须细辩。 不然, 事必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走入邪道而不自知, 危险之致。 此学佛所以已开元解, 而已清净善之事未及物也。 何以顾下, 证明不应作试念之所以然。 亦若曰, 前言无法发菩提者, 是说不应存疑念曰, 此事无上菩提。 亦出其取者法相知病耳, 何尝说断灭法相耶。 故曰,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与法不说断灭相。 夫前说无法发菩提时, 似说得明明白白, 曰,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但当身起度身本应尽之责, 虽尽亦等于未尽之心。 启示说断灭诸法乎。 后又言, 若菩萨做誓言, 我应灭度无量众生, 则不明菩萨者, 亦是说不可存疑我能尽责之心。 启示说断灭诸法乎。 佛的菩提无少法可得, 是说虽得而不存有所得, 亦非断灭诸法耶。 正法身, 的菩提, 必须福慧双修。 以福慧双修, 乃能卑至巨族故也。 何能言巨族相绝对无关耶。 乃尽如此误会, 大谬大谬。 当之世尊大慈, 应上来极力浅香, 唯恐满憨者, 未能生解, 难免无此误会。 故如是恳切告诫之儿。 如是告诫者, 非但产名无法发菩提之真实义。 且亦在开示学人, 欲正平等法身诸法如意。 必须尽些狂心, 一念不生而后可而。 何以故? 动念便有分别执着故。 故曰莫作试念也。 由此言之, 此中菩提自下, 万不能这一心自, 显然可见已。 总而言之, 开经来所说诸意, 若无此别浅情之下两大科文, 便难特地理会, 则亦无从演说语。 当之自开经来演说种种两边具前的道理, 皆是摄取此处两大科之意而说的也。 故此两大科, 为全经中重要关键, 因其亦可以贯通全经故也。 即如前半部, 其口便说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是说度尽众生, 而不相。 非说亦是不度, 而未断灭也。 又说于法应摩锁住, 行于不失。 是说行不失时, 不应住相。 并非不行不失, 而成断灭相也。 所谓应如是降伏者, 是执着与断灭两边皆要降伏, 不降伏一边。 所谓但应如所交住者, 即是两边降伏, 两边不住。 如是亦无所住, 自能得所应住。 亦即是如所交住。 故曰若心有住, 则未非住也。 所以是尊是同凡夫成劳之相者, 即是表示不执着具足相, 三十二相, 而又不断灭相也。 是知未易如, 是知未平等。 所以是经有无边功德, 而能信心不逆者, 便为何丹如来, 增福灭罪, 当的菩提。 而此意甚深, 必须深解。 否则非经不而狐疑, 便满憨而狂乱矣。 不但此也, 前云通达无我法者, 是不但应通达不取法相之理, 且应通达不灭法相之理。 何以故? 若取法相, 即者我仍众生受者。 若取非法相, 亦负即者我仍众生受者。 必须于一切法相, 既不取, 又不灭, 乃能正的平等亦如之法性而无我。 是真能通达者矣。 故得此两大科, 全经便融成一片, 亦运必宣。 所以下科即已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余忍, 圆满收数。 此明非亦非亦两大科文中, 富有亦即要之矣。 其亦云合。 所谓非常非断是也。 明非亦一科, 是说非常, 三十二象之硬化身, 随时显现, 生灭非常也, 因其非常, 故与常住之性非易也。 明非亦一科, 是说非断, 具足相及是报德法身, 故非断也, 因其非断, 故与常住之性非易也。 虽然, 此犹据随夷之意而说, 若依旧尽了一说之, 法、 报、 应、 三生, 皆是非常非断。 此两大科文中, 明明曰如来, 指法身说也。 明明曰具足相, 指报身说也。 明明曰三十二相, 指应身说也。 夫三生并说, 以明不应取相, 不应灭相者。 盖因其非常, 故不应取也, 因其非断, 故不应灭也。 可见经指, 明明是显三生非常非断之意。 其能漏而不说乎。 此意一般若要意, 不可不明者也。 何以故? 非常非断之意明, 非亦非亦之意, 可因而更明。 非亦非亦之意, 若得动明。 然后见缘而知正也。 然而其亦甚不亦明。 诸大臣经论中, 虽屡屡说之, 而说得最祥最透者, 莫过于十卷金光明金。 经当隐而说之, 想为诸君所愿闻也。 比经约, 依此法身, 不可思议磨合三昧, 而得显现。 依此法身, 得现一切大致。 事故二身, 依于三昧, 依于智慧, 而得显现。 磨合者, 大也。 三昧者, 定也。 大定对大致言。 大致即大会也。 定会从绝对之法身显现, 故皆约大。 皆约大者, 明定会知君等也。 明定会君等者, 显记赵之同时也。 定会约修公言, 记赵约信聚言也。 记时赵, 赵实际, 非言与心思所可及, 所谓黎明觉相。 故约不可思议。 此句统贯大致。 二身, 未报身, 应身也。 盖位法身性体, 本来黎明觉相, 记赵同时。 但无修莫证。 然若非性体本具, 定会知修公, 亦无从显现。 故约, 依此法身, 得现大定大致, 此表面之意也。 故约, 是开示必须黎明觉相, 依本纪以修定, 依本照以修会。 定会修公, 圆满君等, 便能记赵同时, 便是正得法身。 待至法身正得, 应二身之相, 即父显现。 故约, 是故二身, 依于三昧智会显现。 观此断经义, 可知必须一明觉相, 以修定会, 方能正法身之性。 然义不断灭报应二身之相也。 报应二身, 彼经一明为义。 通常所称之报身, 彼则亦未应身。 通常所称之应身, 彼则亦作化身。 一切经论及古德著述中, 此等一明, 常常欲知。 初学美以为苦。 然若细观精止, 便知所指而得会通, 亦不亦为其难也。 彼经又曰, 如是法身三昧智会, 过一切相, 不着余相, 不可分别, 非常非断, 是明中道, 此明法身非常非断也。 法身三昧智会者, 亦显定会原族, 便是法身。 非此外别有法身。 盖三昧智会, 即止法身言。 不可误会法身, 三昧, 智会是三件事。 观前来所影彼经一与法身云云, 可以了然已。 何以故? 从来皆说报身应身, 从法身限。 而彼经云, 二身依三昧智会的限。 足正三昧智会, 即是法身也。 所以凡夫本性, 但称佛性。 有时则称在禅法身, 在账法身。 从无有单称法身者, 正义其无有定会, 或虽有而不具足。 即为正义真法界, 未能记照同时, 何能称法身哉? 然则既需定会具足, 方明法身。 可见法身不外定会具足矣。 过一切相下四具, 明亦荆棘。 过者, 超过。 过一切相, 有言超乎相外。 既约过一切相矣, 又约不着于相, 何焰。 过一切相沟, 明其无相也。 性体大而无外, 亦腹小而无内, 超然于一切对待之表, 故无相也。 不着于相沟, 明其无不相也, 因其无不相, 乃有不着之可言也。 盖性虽非相, 而一切相皆从性献。 虽从性献, 而性仁超乎其外, 故不着也。 此二具护明其意。 因其超然, 所以不着。 因其不着, 故之超然也。 何此两具之意, 之所以显性相之非矣也。 何以故? 性虽随缘献相, 而人超然不着故。 此所谓不着, 誓言其法而不着。 何以见之? 相皆生灭无常, 而性之常住自若, 不应其随缘献相, 便为此身灭相所防也。 可知其本来不着已。 故性与相非矣也。 此两具, 亦是说明法身与报应而身非矣也。 不可分别勾, 所以显性向之非矣也。 亦即是说法身与报应而身非矣。 何故不可分别而非矣也。 笔经自明其一约, 虽有分别, 体无分别。 虽有三数, 而非三体。 盖位报应而身, 只有相而无体, 体为法身而已。 所以数虽有三, 而体非三。 相虽有别, 体则无别。 故不可分别之言, 是曰体说者。 然亦是亦与双观, 应其实实现分别之相, 乃有不可分别之可说。 所以不可分别勾, 一面故显其体无有别, 而一面却显其献相无修也。 由是可知非亦非亦之界限矣。 盖以性容相, 则非亦, 性相对聚, 则非亦也。 非长非断, 仅乘上三句来。 时时显现体虽无别, 而用则有别之相, 故约非长, 然相虽非常, 而法身之性, 仍富过一切相, 不着于相, 故约非断。 或问, 从来说法身常住。 应其常住, 乃名法身。 故说法身非断, 其亦亦名。 法身虽现报应等相, 经云非长, 亦是约相而说。 然则何云法身非常耶? 此意中难了然。 答, 所谓法身常住者, 乃丹曰法身言也。 然正的常住法身不生不灭之体, 若住于体, 而不现相, 则不能与众身接近, 何以利益众身耶? 故诸佛, 诸大菩萨, 为利益一切众身故, 横陷报身, 及应化等身身灭之相, 而不住者法身。 就其有常住法身而不住言, 故曰法身非常也。 然虽不住, 因其常在大定之中, 故所现之相, 尽管身灭斥然, 而法身之常住自若。 所谓过一切相, 不着于相者, 时有于此。 故又曰法身非断也。 当之法身非常, 正所谓不住涅槃。 法身非断, 正所谓不住生死。 两边不住, 故曰是明中道。 法身两边不住者, 言其既不着于法身, 亦不住者于报应等身也。 此正记照同时境界。 非定会功夫修道圆满均等, 不能致此境界也。 本经起口便令发大愿, 修大行, 除其我之者, 因此。 以我之谓话, 必分别执着。 少有分别执着, 便不能两边不住。 又岂能定会均等。 则记照同时境界, 何能达呼。 笔经赴曰, 化身者, 横转法轮, 处处随缘, 方便相续, 不断绝故, 事故说常。 非事本故, 具足代用不显现故, 说谓无常。 笔经义应身为化身, 此名应身非常非断也。 事故说常, 由言故说非断。 以应随缘, 横线不断, 故说非断也。 无常由言非常。 非事本者, 言应身非本性之体也。 报应等身, 皆本性显现之相用, 故非事本。 用有本显, 非有用显。 报应二身以事用以, 不能更简用。 故曰具足代用不显现。 此句证明报应事相。 相是身灭法, 故说未非常也。 笔经又曰, 应身者, 从无始来, 相续不断, 一切诸佛不共之法, 能设持故, 众生无尽, 用意无尽, 至故说常。 非事本故, 以具足用不显现故。 说未无常。 此明报身非常非断也。 笔经亦报身为应身故。 不共之法, 如实力, 似无畏等, 为诸佛有之。 菩萨亦未具足, 故曰不共。 设持有两亿, 此不共之法, 为报身之之之用, 设持于报身。 亿也。 报身具此之用, 遂能设持众生。 二也。 故皆曰众生无尽, 用意无尽。 综合上所影之经亦观之, 非亦非亦, 盖有三亿。 法身体也, 报应等身用也, 故非亦。 若亦体收用, 则不可分别, 故非亦。 此一亿也。 而法身之非常, 是长而非常。 二身之非断, 是断而非断。 故法身之非常, 乃二身之非断。 此性相之所以非亦也。 法身之非断, 是必尽非断。 二身之非常, 是必尽非常。 故法身之非断, 乃二身之非常。 此性相之所以非亦也。 以言之之, 法身之常, 至曰相续现象说。 经云不可分别者, 明其相续现象, 而体为法身也。 相续现象, 故约非长。 体为法身, 故约长而非长。 法身之一段至约长。 证本体说。 经云过一切相, 不着于相, 证明其常驻本体。 因其常驻本体, 故虽现象而能超然不着也。 常驻本体, 故约非断。 现象而复超然不着, 故约非断是必尽非断。 比二身则不然。 二身之非常, 是约非是本体说。 经云非是本故。 即非本体, 故约非长是必尽非长。 故约法身之非断, 乃二身之非常, 性相之所以非一也。 何以故? 亦常驻本体, 亦非是本体故。 二身之非断, 是约现相相续说。 经云相续不断故。 即显现相续, 故约非断。 故约法身之非常, 乃二身之非断, 性相之所以非一也。 何以故? 同事约现相相续说故。 此非亦非亦之又一亦也。 又负三身非常非断之名, 非一也。 而法身非常非断, 与二身非常非断之所以然, 则非一。 此又非亦非亦之一亦也。 总之, 说亦有种种亦, 说亦有种种亦。 且亦之中亦亦, 亦之中亦亦。 事故说亦说亦, 非也。 说不亦不亦, 亦非。 说亦说亦, 是也。 说不亦不亦, 亦是。 然则非可说, 非不可说。 直则皆非, 不直则皆是耳。 当如是见, 当如是知。 如是见者则未原见, 如是知者乃是正知。 或曰, 由上所引经观之, 可见报应二身, 同日身灭相, 同一非本。 何故本经约应身明非一, 约报身明非一耶。 须知应化身之相续, 至正法身后, 方便随缘所限。 且伦亡亦有之。 而法身性体, 则常住不便。 其为非一, 最为显明。 故约应化之三十二相, 以明非一耶。 若福报身, 是与法身同时成就。 故本经约, 以具足相顾得无上菩提。 证明其成就具足相, 即是正的无上菩提也。 当我眼故自。 且如今光明经明报身之一约, 应身者, 即是报身, 从无始来, 相续不断, 相续不断聚, 报应所同。 此明其语法身非一也。 从无始来勾, 报身所读。 即明其语法身非一也。 当之法身可云无始。 报身虚无明尽后, 乃是正德。 经云从无始来赫耶。 此义圣经, 系统方明。 盖报身有二种明, 一曰自受用报身, 一曰他受用报身。 本经曰具足相, 经光明经曰相续不断, 曰众生无尽, 用意无尽, 皆是曰他受用边说。 然必自受用之一明, 他受用之一方明。 经先言自受用。 自受用报身非他。 即止自立之内正元智而言, 假名为生而。 此智故由修功而限, 然时性体本具。 若非本具, 修意不限。 譬如钻水不能出火, 主杀何能成犯? 然则性体无始, 此智亦复无始矣。 故自受用报身为无始矣。 再曰他受用言之。 自受用, 他受用, 明虽有而。 其实是依。 盖曰内正自立之元智言, 曰自受用。 曰现相立他之待用言, 曰他受用而。 既曰元智, 必有大用。 若无待用, 何明元智? 亦表义理, 四若有而。 然而表里何一, 乃的生名。 故名二而实义也。 且智是兴句, 用意何尝不适兴句。 故他受用报身, 亦为无始也。 宗上诸意, 报身与法身非意, 其意显然。 故曰报身之具足相, 以名非意也。 若刻时论之, 即应化身意可云无始。 何以言之, 应化身未修种种法, 通达俗地之事。 公行圆满, 得大自在。 故能随众生意, 献种种生。 然何以通达俗地之事乎? 由于通达真谛之志故也。 可见事设于至矣。 事故报身无始, 应身亦复无始。 然则何故独以应身名非意也? 报身与法身轻, 应则教书之故。 何谓今耶? 他受用, 为所见之相用, 是表。 自受用, 为所具之智慧, 是理。 然相用之限, 即限于智慧。 而智慧之具, 即具于理体。 且理智亦如, 亦无能具所具之分, 能限所限之别。 故无论自他受用, 时与理体名何为依, 故亲。 亲故非意也。 何谓书耶? 应划身虽亦具于理智, 亦无能具所具, 能限所限等分别。 然专属外限之相, 故书。 书故非意也。 事关经光明经所说, 便可了然。 其名报身之意, 既约无始, 又约涉持不共之法。 举内持位言者, 证明其语法身轻也。 其名映画之意, 则约处处随缘方便。 举外随位言者, 证明其语法身输也。 总之, 名的非常非断之意, 则非意非意, 其意乃得彻底。 即诸法意如, 是法平等诸意, 意皆彻底。 何以故? 三身皆非常非断而非意, 故意如也。 然非常非断又各有不同而非意, 故虽意如而不妨有诸法也。 且意中有意, 意中有意。 故差别是平等中限差别, 平等是差别中限平等。 亦不隔别, 亦不混乱。 行步不爱圆容, 圆容不爱行步。 死之未圆中, 遮罩同时, 存敏自在矣。 起地两边不着矣栽。 而恶药之修功, 为在不取相, 不灭相, 而以性位中枢。 待以正得控济性体。 以熏习利固, 便亦不取不灭, 随机应援, 待用无尽。 起但相不住, 性亦不住, 并不住亦不住亦。 而大圆境至之中枢自若也。 此之未已无我人等修一切善法则的无上菩提。 此之未金刚般若波罗蜜, 所以传佛心应者也。 通达此礼以念佛, 便得礼一心, 必生长寂光净土, 愿与诸君共勉之。 人,三, 曰不受福德皆无我。 此刻盼中约自之义, 盖为一切皆无我, 经不过约不受福德义法以名其义耳。 如上来无胜无凡, 非义非义之礼, 义是法法皆然。 但约度生即性相畏言者, 取其教义领会耳。 约自, 由普通所说之久。 内典舍旧用约者, 以旧义肤浅, 约义今生故也。 盖约有约略义, 明其孤举一事为利, 为及一一详说。 又约有约数义, 若网有刚, 提其刚, 则全网就反。 明其虽谨言此一事, 而刚领已得, 其余可以类推。 又约有要约义。 譬如契约, 久要不忘。 以献此所名义, 即为契合。 可以真性而无谬师。 若用旧字, 三亦皆无。 曾有一约自身辟, 不如旧字普通者。 资成便亦说之。 凡唐以前古德言句, 后学未可轻易也。 不约他事, 独约不受福德言者, 成上文来也。 上文句足香, 隐含修福德。 世明的无上果者, 不费修福。 此刻仅成其义而阐明之约, 修福何可费, 但须不受不着耳。 并补足之约, 不可闻不费修福而又奢贪者也。 顾得此刻, 上刻之义, 更周扎圆满。 所谓文不皆而亦皆也。 人, 此刻分二, 鬼, 出, 皆无我, 此, 名不着。 鬼, 出, 又二, 子, 出, 名无我公圣, 此, 名由其不受。 子, 出, 又二, 丑, 出, 隐士, 此, 叫圣。 丑, 出, 隐士, 虚菩提, 若菩萨以满横河沙等世界七宝不失, 流通本作持用不失, 柳书, 绘本, 无持用字, 以七宝不失, 以含有持用意在意。 后半步孝险经功, 指一二处, 然意义不再孝险, 不过戒作别用。 一, 戒以作一段落。 二, 戒以显明他意。 如此中, 既戒不失福德, 显成不受者之为德无我人。 复戒无我公圣, 结束前文所言菩萨应通达无我法之义儿。 前半步中所以说无数宝师, 乃至以无数命师皆未称为菩萨, 而此中读举菩萨未言, 其必有生意可知。 连下文读之, 便可恍然, 乃至互相隐显之文也。 盖此喝虽景言宝师, 亦则含有此人已知一切法无我, 故称菩萨。 但由未承认, 故不及后菩萨而。 愚何知之? 是观下文云, 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 前半步中, 无论宝师、 命师、 盖言福德、 未言功德。 而此则云前菩萨所得功德。 前菩萨七宝不失, 以功德称, 必其已知离乡修会, 非但知者相修福之人可比。 应言功德, 应称菩萨。 夫有我者必不能离乡, 故知其亦涵此人已知一切法无我也。 况前云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然则若非知法无我, 其不真知为菩萨也觉矣。 总之, 此三约不受福的一大科文中, 一字一句, 一名称, 皆含极精之意, 不可忽略。 恒河沙等世界, 为世界等于河沙, 犹言无数世界。 以者, 用也。 满者, 充满。 为用充满无数世界之七宝行师也。 此刻不过隐以布施多福之事, 以为下文不受作章本儿。 丑, 四, 教圣。 若父有人, 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 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 上文宝师菩萨, 既隐有之法无我义。 此中得忍菩萨, 亦隐有宝师义。 观下文不受福德, 所作福德, 等据, 则此菩萨之大作不施福德, 显然可见义。 因其大作福德而不受, 所以称其得成于忍也。 不然, 得忍于否从何知之? 故此刻与上刻之文, 其为互相隐现, 绝无一意。 此意济明, 便知精止并非不重是福德, 为当不着不受而已。 则此中之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两句, 精止亦时屈重于的人。 曾见数家注释, 因为明了隐显之义, 遂将成忍据, 看成代彼。 因为前菩萨但知修福, 此菩萨则知法无我, 故功德甚前。 此修福所以不及修会也云云, 大师经旨意。 何以故? 若是此意者, 则能来切借莫作不以修福德的菩提之念, 何未忽? 如与法不说断灭相一颗所云, 谬盛谬盛。 一切法不外尽, 行, 果。 尽者, 五蕴, 六根, 六成等事, 行者, 六度, 万行事, 果者, 诸, 行, 像, 地乃至无上菩提的事也。 无我者, 为一切染尽诸法, 不外因果。 因果即是原生, 原生体空, 故一切法中本有我, 当之所谓我者, 非他, 即众生无名不绝, 于一切法中, 妄身分别执着之间, 是也。 而一切法性, 本来空计, 那有此物。 因其本无, 故当初之也。 知一切法无我之之, 即是解也。 为领会的一切法性, 本来空计也。 盖一切法无我无字, 是理。 知之一字, 是智。 得成于忍者, 为一切法性本来空计, 无我之理, 与其知之之智, 以能明何谓意义。 忍者, 忍可。 弃何无见之意, 由颜何一也。 理智何一, 名其我之以化也。 恭喜至此, 是之未成。 云何而成。 由于熏修, 故曰的成。 得成者, 由颜熏修的有成就也。 非经修公道, 云何能成也。 故此两句, 上句是解, 下句是行。 何而观之, 是名此菩萨解行成就也。 又赴上句之是慧, 下句忍是定。 何之, 便是定会均等。 因其定会均等, 所以解行成就也。 所以所得功德, 胜过前菩萨也。 因前菩萨解, 行、定、会, 其功行由未能达于明何为一。 则是其知知知智, 于一切法无我之理, 尚未做到安安而不迁地位, 故不及也。 解行忍自知意, 由颜安安不迁也。 自前第三大科中, 标示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以后, 至此方是归结。 可知上来所说, 皆是无我法, 而令菩萨通达者。 但必须功夫做到的成于忍, 方为真是通达, 真是菩萨而。 何以故? 通者, 明通也, 即止解言, 达者, 道达也, 即止行言。 故通达云者, 即未解行俱足。 解行俱足, 故曰真是菩萨也。 故不可将通达二字, 但作明理会也。 须知解故居行之先。 然非如法实行, 却有经验, 何能生解。 前云行有解出, 解音形成, 二语, 即通达之真权。 如是通达, 乃得成忍耳。 此, 此, 名由其不受。 须菩提, 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 流通本, 须菩提上有何以故具? 柳书, 绘本, 无知。 此中本有一故字, 以显示名上文之以。 何须加何以故耶? 曾见数家注解, 为此科事是上文功德圣钱之故。 大谬。 上文以字说明, 功德圣钱, 应其成忍耳。 何须更是? 当之此科事已不受之义, 是名成忍之故者而。 夫成忍者, 所谓正也。 此科事之云, 何以为之正耶? 不受是也。 盖成忍之言, 正是开示学人, 功夫必须做到如此, 方无我。 顾须是名成忍之所以然。 若功德圣钱, 原是代彼, 何必特加解释? 矿前文以经说明耶。 云和不受。 下科方明其义。 经义无妨说其要止。 所谓不受者, 无他。 广行不失六度, 若无其事之位。 此非真能忘我者莫办。 是其功行, 已到炉火纯清之后, 故约的成也。 诸菩萨, 非时有所致。 有言一切菩萨。 以这, 应也。 亦为, 凡是菩萨, 应其修福受, 方于无我承认。 此菩萨亦父如是不受, 故约承认而。 上文言所得功德, 此中言不受福德。 证明其因不受故, 所作福德, 竟成无漏之功德也。 上影视文中, 不约以满无数世界之七宝不失, 而必以等于何沙位言者, 亦欲经矣。 盖名字不受者是之, 如比无数宝师, 等于尼沙尔。 其系以甚, 何足道哉? 此其所以能不受也。 若是为甚多甚甚, 便以心未尽转矣。 心有其尽, 明曰寿。 今曰不受, 证明其心空无尽也。 思之思之, 此意欲不受不住者之妙观也。 鬼, 赐, 明不着。 分而, 此, 出, 请明其意, 赐, 是明不着。 此, 出, 请明其意。 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云和菩萨不受福德。 长老请问, 盖有三意, 一, 既以修之意, 而又不受。 则出何必修? 恐不得意者, 申出误会。 此请问之意义也。 二, 不受者, 畏惧而不纳乎。 福德之治也, 因果一定之理, 岂能聚而不纳。 然则何谓不受耶? 此请问之意二也。 三, 上言的人, 由于不受。 然何以能不受耶? 长老请问, 亦在比大众彻以明了, 皆能达于不受之地。 此请问之意三也。 顾特标以须菩提白佛言句, 使之此问之要。 应于下科开示, 加一体会也。 此, 此, 是明不着。 须菩提。 菩萨所作福德, 不应贪着, 是故说不受福德。 出巨言作福德, 使之虽不受而应作。 不可因不受之言, 误会修福可还。 当之作福德, 即是修六度, 是从大悲心出。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未体。 应于众生, 而起大悲。 应于大悲, 生菩提心。 云和可缓忽。 第一众问意可以事然矣。 四, 三句, 言不应贪着, 故说不受。 使之所谓不受者, 非聚而不纳, 乃不贪着而。 不贪住者, 福德之有无, 绝不在念之位。 盖民若为求福德以修六度, 是民贪着, 则是利益自己, 非为利益众生。 非大悲心, 非无上菩提以。 故不应也。 之此, 第二众问意可事然矣。 作福德, 不着空也, 大悲也。 不贪着, 不着有也, 大至也。 悲至聚足, 空有不着, 是民中道。 且住者, 住也。 不应贪着, 即是应摩所住。 何之上句, 即是应摩所住行于不失, 正是回应经初所说。 且修复不着, 亦即最先所说度尽众生而摩所度之。 亦即所已相辅我职者。 此经宗旨, 再无助降我。 故说至成正时, 归结到无助降我上。 精神亦去, 一线到底, 一丝不吻也。 然则上闻何不敬曰, 以诸菩萨不贪着福德故。 岂不直结了当。 何故先说不受, 再以不着是知。 当之上科说不受, 是开示云何而未成忍。 盖成忍即不受之为也。 大智度论云, 一切不受, 是明正受, 正受者, 三昧是也。 亦未知定, 亦未知忍。 然则不受之言, 亦成忍之注脚要语, 岂能不特特标出。 至于此说不着, 则是开示云何而能不受。 换言之, 上科先告以成证之境界, 乃是一切不受。 此科复告以成证之方法, 不外经出所言应魔所助行于不失也。 云何正, 云何修, 指示的极亲切, 极恶药。 故不受, 不着, 两说皆不可少。 且当知行人一切皆不应者。 代智不着功臣, 变成不受。 故不受亦是一切不受。 资不过约福德以明一耳。 盖所以受者, 犹豫者。 所以住者, 犹豫贪。 所以贪者, 犹有我。 而我之所贪, 莫过于福。 故约福德言之耳。 知此, 第三重问亦可释然以。 总之, 平等法界, 本来一切法无我。 学人先当开此证之。 如是之以, 便如是行。 云和行耶。 最初所说应魔所助行于不施, 此中所说所作福德不应贪者, 是也。 换言之, 便是广修一切法而行若无事。 有九功臣, 则行若虚空。 虽一切法斥然行之, 不厌不倦。 而相望于无何有, 是之未不受。 不受者, 形容其一心清静, 不染欠尘也。 且自然如是, 而非强制。 恒常如是, 而非偶然。 则非至具足以, 定会均等以, 分别执着之我相我见, 化除带进以。 至此地位, 无以明知, 明曰的成于忍。 然此由菩萨境界, 而非佛也。 故记此而明诸法空相, 本来不深。 若至于一念不深, 不深亦无。 则随顺而入如来平等法界矣。 文思要指, 当尽心思为之。 心, 字, 明诸法空相, 结成法不深。 向后经文, 正是点滴归原之处。 故其损之意。 圣王, 深。 圣戏, 若但解释本文, 未文所居, 必说不彻底。 又如何听得彻底, 唯有先将所含要指, 发挥透彻。 则说至本文时, 便可属言而了。 此意将亦高深道理之一种方法也。 上来所说, 千言万语, 一言以蔽之, 曰无助而已。 云何无助? 所谓不助于相侍也。 何故不助相? 所谓若心取相, 则为者我仍众生受者事也。 当之欲不助相, 必须其心不取。 不取, 正为破我。 而破我, 正为正义如平等之一真法界。 此一法界, 即是常驻不动之法身, 称为如来者事也。 总之, 全经所说之意, 不外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八个字。 不过直至最后, 始将此八个字点名而。 以事之故, 此诸法空相一大颗精益, 乃是荣会全经只去而究竟彻底已说之者。 所谓点滴归原事也。 顾其所说, 更原更妙。 即如全经皆说无我, 至此则说无我原无。 夫无我尚无, 则是无助亦无助亦, 不取亦不取亦。 何以故? 一切法本不深故。 且亦无所谓不深, 何以故? 法即非法, 相即非相故。 夫而后究竟无我亦。 无我亦无亦。 由事可知上来所说无甚无凡, 非亦非亦等亦, 乃是即甚凡而无甚凡, 正亦亦而非亦亦, 望其为不受而名不受。 故虽无甚凡, 而无妨成甚成凡。 虽成甚成凡, 而依然无甚无凡。 一亦等等, 莫不如是。 则亦无所谓两边, 无所谓者, 无所谓中。 何以故? 亦且不存, 那有两, 更那有边, 那有中焰。 非必尽无也。 虽分分万有, 而有即是无也。 何以故? 本不生故, 是知未如如, 是知未不动, 是知未不取。 盖身心不取, 即是取矣。 身心不动, 其心早动矣。 身心如如, 上何如如之有矣。 身心处我, 则我见我相俨然也。 若不知向此中见取, 纵令辛苦勤修, 终是打之绕, 天阁疼也。 总之, 此一大科所说, 正是极力发挥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至就尽处。 即是引导学人, 观照身般弱处。 亦即令一切众生, 得大自在处。 经文记眼光四射, 面面玲珑。 文者亦当眼光四射, 面面玲珑。 未可死在俱下, 随闻自转。 当宁其神, 空其心。 字字句句, 相未动念处体会。 若瞻至一毫攀缘香, 名字香, 便无入处。 请所言当向此中见取, 不辞格腾, 为众言以声明之。 标题曰空香者, 含有本无香, 不取香, 两亿。 代此一大科, 正是说理体。 亦正是说修功。 行人应鲜明了理体本来无香, 所以应不取香。 且体济无香。 故修不取者, 便时时处处, 皆应观照诸法本来无香之理体。 是之为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然则欲学般若无助之行, 何必决定从头修起哉? 便可尽从诸法空香起修也。 故约当向此中见取也。 当之大臣原教, 亦有见次, 亦无见次。 故禅宗曰, 直指向上。 向上者, 趋向本原之位。 直指者, 减去之夜, 一眼去定本原处, 单刀直入事也。 若将此语看呆, 以为为看化头法门, 可以如是观照而直入。 念佛即修其他法门者, 便不能做此观照本原功夫, 自施善力, 赎过于此。 凡了一经, 无一句不彻底, 无一法不是彻守彻尾。 所以说礼处, 即是说修处, 且一直贯到正果处。 所谓教, 礼, 行, 果, 虽分为四。 然若直定是四件事, 岂非行果外别有教理, 上赫教理之足云。 以事之故, 乐意经中, 与于能正道, 句句可入门也。 以弥陀因言之, 如直持名号, 一心不乱两语, 固然说有前后, 直持俱是下首处, 一心俱是直持之功效。 然若不能体会一心以其修, 终亦不能做到直持也。 然则一心不乱, 岂可仅做功效观之乎。 此经言, 句句说理, 说修, 即无一句不可以贯通全经。 岂读此一颗未然。 故随念一句, 皆可从此悟到。 习禅宗六祖, 英文应摩所著而生其心句而得彻悟。 后人乃指定全经中为此一句最妙, 此正所谓随人脚后根转也。 若真是灵力汉之的大乘佛说是法应者, 便可随念一句, 以应之于是是法法。 换言之, 便是是是法法, 都向这法应上理会之, 如此方式会用工人。 则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亦得真实受用也。 何况此一大科, 语语说的是心缘。 佛之所正, 正此也。 若以为此事如来境界, 非出学所及。 难道学人不应反照心缘呼? 其为大错, 更何呆言? 夫反照心缘, 故非亦是。 然, 不向源头上观照, 而寻知密业, 如何修得好? 源头上能观入些些。 一切修功, 皆可迎任而解义。 此如学位文字者然, 少得经, 此, 及情汉人气息, 下手便出人头地。 修行亦复如是, 当如是之也。 古得云, 不可高推圣境, 自身悲屈, 真吃尽语也。 心, 此刻分二, 人, 初, 名相入体, 四, 结成不生。 人, 初, 又三, 鬼, 初, 曰圣号名离去来, 四, 曰臣借名离一多, 三, 曰我借名离一离。 鬼, 初, 又二, 子, 初, 是凡情, 四, 是正义。 子, 初, 是凡情。 虚菩提, 若有人言, 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 是人不解我所说矣。 诸法空相沟, 是大臣法应。 不来不去等据, 莫非法应。 法应者, 一切法皆可以此意应定之之位。 经不过约如来圣号明之, 以事利而, 须之来去等, 皆是对待之事项。 欲证绝对体者, 必当闽诸对待, 空其虚项。 何以故? 一切法性, 本来非相故。 此约性体以明诸法本来空相也。 若曰修公言诸法空相者, 为空其诸法之相也。 及敏相入体之意。 如来本性得之称。 乃此人执着来自, 则有来必有去矣。 既有来去, 父连想要作我。 此名躺着一相, 必至越隐越多, 万象纷纭, 永永不得清静。 以识读经文法, 不可折文字相也。 此人完全门外, 文称如来, 心中碎眼若有意来去, 以及行住坐卧等, 相相不依。 四若字, 形容其心逐香而转, 其滅不停。 恍若有度, 神情如化。 作此言者, 是以凡情测圣境, 全未了解如来之义。 故曰是人不解我所说义。 我自止如来, 未不解如来二字所明之义也。 亦可止佛。 佛所说法, 无往而非令人离乡正性。 乃至语言文字, 皆不可知。 此人全不知性, 这语明言。 是与佛说之义, 毫无领会。 故曰不解我所说义。 何斥此人不解, 正欲一切人生解空向之义去也。 此,此, 是正义。 何以故? 如来者, 摩索从来, 亦摩索去, 故名如来。 如来即是法身。 法身常住不动。 无所谓来去也。 法身便一切处, 亦无虚乎来去也。 其见有来去者, 乃应化身而。 此身是原法。 为随众身积感之源而起者也。 换言之, 即为此是现之身, 皆自众身眼中是之云然而, 如来故为常动也。 此之未原生。 何以名其然也? 是思佛即是现已。 众身何故见, 不见? 何故有时见, 有时见? 盖得见与否, 皆是众身之心如何? 心静则佛现已, 遂名之曰来。 心着则佛隐以, 因名之曰去。 心静心拙, 全由众身。 故应化身之隐线, 亦全由众身。 故曰随缘生起也。 然而有缘亦必有因, 其因为何? 前所谓慈善根立即成就二致是。 所以随感极限, 并不起心作念, 所以随随方释现, 而若无其事, 法身之不动自若, 出不住于来去之相也。 然随法身不动, 而恒常释现硬化身, 从不断绝。 亦不住于不动之体也。 是之未如如不动。 名其虽如如, 而恃不动的, 虽不动, 而恃如如的。 故虽见有来去, 实则不来不去, 虽不来不去, 无妨见有来去。 此中曰, 摩索从来, 亦摩索去。 非未必尽无来去也。 是说来亦无处, 去亦无处。 两所自罪要。 摩索者, 无处也。 形容法身本辨一切处, 其更有来处去处乎。 既是来去而无来去之处。 可见虽来去, 而实未常来去。 乃未常来去, 而现有来去而。 此意即是住而无住, 无住而住。 乃离相之极致。 何以故? 来去与不来去之相距离, 故曰极致也。 总之, 来去是从不来不去上见, 不来不去是从来去上见。 不但离尽有相之相, 并离尽无相之相矣。 盖真如, 实相, 本来如是。 真如者, 无可谴, 明真, 亦无可立, 明如也。 实相者, 虽无相, 而亦无不相也。 所以节之曰, 故明如来。 明者, 假明。 不但来是假明。 如亦是假明也。 何以故? 真如而曰来, 即为其不住涅槃。 盖真如之体本不动, 而今曰来。 然则所谓如者, 明而已矣。 实不住于不动之真如也。 既来矣, 而曰如。 即为其不住生死。 盖来去之相未生灭, 而今曰如。 然则所谓来者, 亦明而已矣。 实不住于生灭之来去也。 综以明其无我之极, 随敢私应, 原会则现, 毫无荣心而已。 毫无荣心者, 以念不生之谓也。 念且未生, 心何常动哉。 此刻虽是约法身以明义。 实则二身之意, 亦以皆明。 善通达者, 便当反观自己无蕴色身, 虽有来去。 而本具之佛性, 实不来不去。 便从来去皆不上契入。 必来去之乡, 何足至念哉。 待至契入性体, 责任其来去献乡, 可也。 更何必至念哉。 则不知不断, 遮兆同时矣。 念佛人由当通达此理。 须知弥陀来皆, 而出未常来也。 往生西方, 而亦未常去也。 然虽未常来去, 亦何防线来见去。 何以故? 不来不去者, 理体也。 有来有去者, 事相也。 理事从来不二, 性相必须圆容。 故尽管不来不去, 不爱有来有去, 尽管有来有去, 其实不来不去。 最要紧者, 即是来去要再不来不去上体认, 不来不去即再来去上做出。 此事念佛求生之要觉。 得此要觉, 决定往生, 且决定见佛。 孰未修净土无需学般若, 且宜般若妨碍净土乎。 更有要义, 需彻底了解者。 夫相, 依信而献者也。 信, 由相而张者也。 信相二者, 亦表亦理, 从不相离者也。 然则佛经令人离相赫耶。 当之所谓离者, 非未断灭, 但不应取耳。 夫姓相二者, 既是亦表亦理而不能离。 然则独不应取相, 何耶。 当之此因凡夫自无始来, 指之认相, 逐相而转。 于是我仁, 彼此, 高下, 厚薄, 精粗, 每二种种对待之相, 叠起凡心, 千之待业, 相越多。 遂至分别执着, 应之而日胜。 我见应之而日生。 贪甜三毒等烦恼, 应之而继常增高。 乃至造业无穷, 受苦无边。 经欲旧之, 须断三毒。 欲断三毒, 须除我见。 欲除我见, 须不分别执着。 而欲不分别执着, 则须离相。 故离相云者, 亦在除其分别执着之我见而。 非未必尽离也。 故曰不取非法相, 又曰不说断灭相。 即是显示离相之真实意, 使不至于误会也。 总之, 离相者, 为令回光返照以正性也。 性即正的, 正须现象。 然欲正果后, 不审空置计。 又须修因时, 观空而不偏空。 此所以既令不取, 父令不灭, 两边不着耳。 且佛理, 佛说, 无不原妙。 虽只说不取相, 其实已通于性。 何以言之, 亦有所取, 便成为相而非性矣。 故二圣偏于性边, 佛则呵斥之曰, 审空置计, 未能见性。 盖曰审, 曰至, 即形容其取者之相也。 审至之相限, 不审至之性引矣。 故曰未见性也。 所以不举相亦与, 贯彻二边, 当如是领会也。 至如此中, 不约有来去, 亦不约无来去。 但约莫所从来, 亦莫所去。 双照二边, 由未圆容。 何以故? 若定说有来去, 则偏于相边矣。 若定说无来去, 又偏于非相边矣。 今如是双照二边而说, 正显性相双容之矣。 性相双容, 便是平等矣如矣。 又如如来矣名, 虽已称法身, 其时已含有二身。 不然, 来自无所属矣。 所以即此名称, 以足显名虽有三数, 而非三体之矣。 前约如自明义, 则通于诸法边, 而约诸法如矣。 今约来自明义, 则通于不来不去边, 而约莫所从来, 亦莫所去。 此皆是尊苦可婆心, 教导学人于佛说之一切法, 皆当如是了解。 便能通达乎性相亦如, 法界平等也。 何以故? 若了解的虽不来不去, 而现有来去。 可知法身常现暴化等身, 而不断绝。 所以修因时, 不应断灭相也。 若了解的虽现有来去, 而时未常来去。 可知暴化等身, 不能离法身而别有。 所以修因时, 不应执着相也。 了解乎此, 则前来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以及即非是明等意, 皆可彻底了然矣。 而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之意, 亦由事而通达矣。 盖如而来, 即不灭相之未也。 来而如, 即不着相之未也, 而若见诸相非相者, 亦为即诸相而见其非相, 便是不着不灭, 便与如来之意相应, 故能见如来也。 且如而来, 乃是不着时便不灭, 来而如, 乃是不灭时仍不着。 所以不住涅槃, 不住生死, 是同时的。 是一无所住的。 故行人应身魔所住心, 若心有住则未非住也。 若能如是了解而通达之。 则信也, 相也, 一切分别, 一切执着, 自然化除。 自然无念。 自然无有挂碍颠倒。 故曰,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能度一切苦。 一切行人, 若领会得此刻之意。 应观一切对待之相, 既不能离绝呆之性而别有。 而绝呆之性, 亦未尝离对待之相而独存。 便当于日常一切对待之事相上, 虽无妨随缘而行, 却不可随缘而转。 此意即是原应了者, 得机便了, 不与纠缠。 原应结者, 亦无妨结, 但不攀缘。 果能如是二六时钟, 情情观照, 秘密勘验。 心把得定, 角力得牢。 自不畏相所付, 而敏相入体意。 此事学人第一者功夫, 便是随顺真如, 便是指指向上。 所谓敏相者, 敏是容易, 非为断灭, 即不着不断是也。 所谓入体者, 为气入性体。 相容便是气体, 非别有体也。 何以故? 性体本来无相无不相故。 事之为诸法空相。 空乃第一意空, 即是空而不空, 不空而空。 所谓但空其相, 而不坏诸法。 果能如是, 责任他万相分成, 自不为其所动。 以上所说, 皆是从此诸法空相其修之方便。 有身有浅, 其法不依。 而人可一贯。 且所谓浅者, 亦无浅非生。 不可闻其潜而乎之也。 听有缘人随己一曲行之。 大有受用, 绝不相转。 鬼, 四, 曰臣戒名离亦多。 分而, 此, 出, 名为臣非多, 四, 名是戒非。 此, 出, 又三, 成, 出, 问为臣多否, 四, 名多及非多, 三, 是其所以。 丑, 出, 问为臣多否。 须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岁位为臣。 于亦云合。 是, 为臣动, 名为多不。 为世界, 前虽已说。 然此科文中, 重在岁和二字。 因其可遂可合, 足正为臣世界之乡, 皆是原生, 当体即空。 而法性中, 本无此等等乡, 独去生, 别也。 故虽不断灭, 而不可执着耳。 盖前来虽屡说即非是名, 皆只说了始相非性之当然。 经约臣戒明其可遂可合, 则是彻底说其所以然。 此意既明, 一切即非是名处, 可以类推以。 以三千大千世界岁位为臣, 即此一语, 便是典型于吃凡夫, 物质世界为时有也。 何以故? 以若大世界而可遂, 足正世界事须幻相, 岂时有乎? 若岂时有, 岂能碎乎? 所谓碎者, 是明世界乃无数为臣即何之相。 除为臣外, 别无世界。 发菩提心者, 应作如是观。 观照世界莫非为臣, 不可执位时有。 非真垂而碎之也。 上曰善男子, 善女人, 即指发菩提心之人言也。 于亦云和。 探验见地之此也。 若知为臣之众多, 是由世界遂臣, 则世界之为假有也名义。 然若知有众多, 是又误认为臣未时有也。 当知世界为臣, 大小虽书, 无实则依。 佛说岂界未臣, 缘欲破人直时世界之简。 若臣之非时不明, 则界之非时, 终不能彻底尽明。 盖世尊本义, 是遇人彻底了解世间所有, 大至世界, 小至为臣, 莫非虚妄。 当体极空, 不可执着, 不必贪恋。 故须探验见地如何也。 此中岁字, 与下文何字, 此中众多字, 与下文一字, 遥遥相对。 正是文中之眼, 正欲人于此中领会真实意也。 丑, 似, 名多及非多。 甚多, 世尊。 何以故? 若是为臣众时有者, 佛则不说是为臣众。 刘通本, 甚多上有须菩提言句, 古本无知。 达甚多者, 约为臣之须相言。 且表示其已能了解世界之非时有也。 疑世界, 不过多为臣耳, 岂时有世界也。 更表示其父能了解为臣义非时有。 何以故下, 是名此义。 义为世尊先说世界遂为为臣。 乃探验见地时, 则云为臣众。 特特加以众字。 众者, 即何之义也。 然则为臣义为即何之幻香也, 名义。 则与世叶之为即何而臣之幻香何意。 可知其亦非时有矣。 故曰, 若是为臣众时有者, 佛则不说是为臣众也。 由此可见甚多之答, 正所以显其为即何之幻香而。 故曰, 答甚多者, 曰虚相言也。 须知戒遂未臣, 其数之多, 谁不能知。 何必问哉。 足见问意着重在重字。 儿子亦恰为长老窥破, 是知为心心相应。 所以为班若会上当机人, 所以能带教菩萨。 古得堪验学人, 往往故设一阵, 亦是此意。 为臣何以为即何之相也。 所谓亦为臣可惜之为七即为臣。 亦即为臣可惜之为七灵虚臣。 虚者, 空也。 灵虚, 由今语之等于灵也。 所以为臣是即何之幻香, 并非时有。 长老何不尽举此意说之。 而必在重字上显其非时者, 何故? 此有生意而。 依, 因佛既如是说, 故依之以名义。 依佛语以名义者, 所以教导读经文法者, 凡佛所说, 字字皆遇经义。 因当地听, 不可忽略一字也。 二, 佛识外道, 每将世间事物, 层层分析, 分析至于不可分, 而又未时有。 正如经之化学佳然。 分析世界各物, 未若干种原值。 初不可分者, 久久又复可分。 分析之功, 久而易经, 至如所谓原子电子, 然依然直为时有也。 二, 圣则不然。 知为臣可惜为灵虚, 便知一切皆空。 然而必待分析, 方性为空。 不及大臣之能作体空观也。 经长老欲名为臣非时, 不隐灵虚之说, 而曰佛说之众自显异者。 既以名言由几何而成者, 便知是空, 不可知识。 佛道所以回忆乎外道。 且观理辨知, 何呆分析, 大臣所以回忆乎而甚也。 所以者何下, 证明此意。 丑, 三, 是其所以。 所以者何? 佛说为臣重, 则非为臣重, 是明为臣重。 此刻之意若曰, 佛即说未为臣重, 可知为臣是原生法。 原生之法, 当体即空, 但是虚相而已。 此为臣并非时有之所以然也。 则非者, 曰亦如知法性, 明其本来是空也, 是明者, 曰愿身之法相, 明其不无假明也。 也佛说者, 正所以显示觉至动照, 法性本空, 法相皆患, 出何呆乎分析哉。 总之, 岁者聚之, 之为何, 何者散之, 之为岁。 本是对待形成之幻象。 所以当其有时, 便是空时。 小儿为臣, 可何可遂, 有即是空也, 如此。 则大儿是借可知矣。 故下父曰大者言之。 盖佛先说借可遂为臣, 父举臣而问其众。 正欲人之极小物大。 因为臣之本空, 便可类推而知世界皆空而。 此, 此, 明是戒非一。 分三, 丑, 出, 明非戒明戒, 此, 是一集非一, 此, 是本离言说。 丑, 出, 明非戒明戒。 世尊, 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 则非是戒, 是明是戒。 此刻臣上问一来也。 上问既言戒非戒而为臣。 长老父是明臣非臣而为空, 则戒即是空可知矣。 故曰则非是戒, 是明是戒。 其故详见下刻。 此中不曰佛说而曰如来说的, 有身一焉。 盖三千大千世界, 名为应生教化之境者, 因此敬畏一切众生所依。 法身如来, 为利益一切众生, 乃随顺众生之源, 显现应生以教化之而。 出不住者于此敬也。 何以故? 如来法身便于法界。 法界等于虚空。 安有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忽哉。 故举如来, 说世界非实事也。 如是而说者, 正所以开示众生, 应观世界非实事名而不着。 世界不着, 则一切不着已。 如是不着, 乃能令本具之法生出障也。 此不曰佛说, 而曰如来说之身一也。 丑, 四, 是一即非一。 何以故? 若世界时有, 则是一何相。 如来说一何相, 则非一何相, 是明一何相。 流通本作若世界时有者。 柳书无者自。 慧本则作若世界有时。 有时, 时有, 亦缘无别。 经从柳书, 以教正本一一皆一柳书故也。 亦何者, 何而未一之位? 由今语之整个也。 盖之着香者, 虽闻戒可遂尘。 或有以为虽非时有。 然当其未岁时, 其何而未一之香, 故明明有也。 何以故? 世界原是总明。 既立总明, 便是一何之香故。 长老未遮此之, 所以彻底破之。 亦未请言则非世界, 是明世界者, 何故也。 以凡属明相, 莫非虚妄, 故曰则非。 则非者, 未世界但假明, 非时有也。 不但因其可遂, 知非时有。 及其未遂, 亦非时有。 何也。 可见世界之明相, 远无一定范围。 不但何者可遂, 并且何更可遂。 安可只有一定之一何香乎。 故曰则非一何香, 是明一何香。 言其不过假明, 本来无时也。 一明必须时有, 方是一何香。 今一何香, 既无一定。 事曰世界之明相观之, 便可证其非时有。 何必待戒岁未尘, 尘岁未空灾。 则世界之为当体即空, 张张名胜。 丑,三, 是本离言说。 须菩提。 一何香者, 则是不可说。 但凡夫之人, 贪者其事。 读上来非多一颗, 可知何之明, 因其可遂而后有。 且知遂者仍可遂也。 则诸法信空之以名义。 独非依依科, 可知遂之明, 缘因其何而后有。 且知何者仍可遂也。 则诸法缘身之以名义。 且何而观之, 虽是信空, 而不爱缘起。 因是缘起, 故知其信空。 然则所谓一何香者, 乃是一不定一, 何不定何。 故曰, 一何香者则是不可说。 不可说者, 因世界可遂, 为成亦可遂。 可见为成不亦世界。 若说世界真是一何, 岂非为成亦真是一何。 然而世界非世界, 乃为成也。 而且为成非为成, 乃本空也。 由是可知世界之一何香, 亦负本空。 岂非亦即非一, 何即非何也。 此曰相以明不能定说非一何, 定说真一何, 故不可说也。 夫修行本未正性。 如上所明亦即非一, 何即非何, 曰对待之事相云然而。 曰清静信言, 则都无此事。 何以故? 信是绝呆, 非对待。 本离明子相, 言说相顾。 此曰信以明信非日相, 本离言说, 故不可说也。 凡, 为凡情。 谜于是相, 为之凡情。 故曰, 凡夫之人贪者其事。 其事, 犯指一切是相, 亦何相亦设在内。 言其者, 明其向外持求, 被决何诚也。 而言凡情者, 明其非正之也。 应其向外持求, 故于是相, 起贪恋而生执着。 然则欲不贪者, 须尽凡凡情。 欲尽凡情, 须开正之也名义。 当云何之? 当之亦何相, 便是不可说。 为当离明子言说, 反照一切法本不深也。 故此刻开示入道之方, 及其亲切, 不可但做空谈事理会也。 且其意贯通上下, 上科之魔所从来亦魔所去故名如来, 下科之我见及非我见是明我见, 皆当于不可说处领会。 不可贪者其事也。 如此, 方未能解如来所说亦, 方于一切法本不深之心缘, 得以随顺弃入。 故此刻正与下结成不深一颗, 仅相呼应也。 上说多非一两颗, 不但破世界, 兼破为尘。 此中说凡夫贪者, 但约一何相未言。 是但说世界, 而不说为尘矣。 何也? 此有二矣。 一, 上说为尘非时有, 是约之显异。 此即显示, 但世界为何之假乡, 为尘亦为一何之假乡也。 故此中不可说之一何乡, 乃兼曰世界, 为尘, 而言。 非不说为尘也, 非但说世界也。 故佛不提世界为尘, 但举一何相说之者, 亦在于此, 当如是之也。 二, 但举一何相说者, 亦在破斥世间所有, 大而世界, 小而为尘, 莫非假和。 因凡夫之贪者, 无非误认假和之相未真而。 尘戒如此, 色身亦然。 凡夫所以贪者臭皮囊直之为我者, 无他。 由于不知是五蕴甲和尔, 若知除五蕴外无此色身, 便不至于贪者矣。 此佛但举一何相说之之为止也。 盖破一暴即间已破阵暴也, 当如是之也。 此曰臣戒名利亦多一大科中, 含义甚广。 经分数截略言之。 一, 尘戒既非亦非多, 可见尘戒亦非总非别。 盖诈是之, 是戒为总相, 为尘为别相。 以戒是总相顾, 遂误认为真是亦和。 以尘是别相顾, 遂不知其亦是假和。 其时戒可分岁, 则总即非总矣。 成亦假和, 则别即非别矣。 二, 说非亦非多, 即是说不增不减也。 盖曰体积言, 则戒相若增, 成相若减。 而曰树木言, 又戒相若减, 成相若增。 可见增减并无定相, 则亦是假名, 亦是虚幻。 直是增减皆不可说。 故曰不增不减。 不增不减亦语, 即为增减不可说也。 他如不生不灭等句, 皆同此意。 总之, 明的戒非戒成非臣之意, 便恍然于世间所有大小、 高低、来去、 亦多、 总别、 增减、 咸于、 竟会等等对待之明相, 莫非虚幻。 当体是空。 若明得诸法本空, 便会归于性, 而诸法亦如矣。 而是法平等矣。 此为诸法空相之要矣。 解得此矣, 便可视视作如是观。 观照功臣, 便可正无身忍, 而闽相入体矣。 不可不知。 三, 上明离去来一颗, 是约单身, 以明信空缘己之意也。 盖来去, 缘起也。 不来不去, 信空也。 是约正报名也。 佛之正报名, 则一切众生之正报, 皆当作如是观也。 此明离一多一颗, 是约成戒, 以明信空缘起之意也。 盖成戒非成戒, 信空也。 是明成戒, 缘起也。 是约依报名也。 大千世界, 为一佛教化之境, 以及一切众生色身依托之境。 色身所依之境, 是明非实。 则有此身此境生起之一切事相, 皆当作如是观也。 何以言之, 正报, 依报, 为众生所不能虚于理者, 尚且虚幻无实。 得一切甚衰, 苦乐, 撑击, 毁欲, 种种对待之事相, 其更为虚幻非实可知。 何足贪者哉。 此经文约三身, 世界, 以明诸法空向之为止也。 何以故, 约此二以明义, 一切事相, 该设无以物。 四, 约身相, 戒相言, 则身为能依, 戒为所依。 而约身之法身, 凡之佛性言, 则性为能起, 身, 戒为所起。 须知此清净性, 本无来去, 亦多, 总别, 增减, 但随缘献起来去等相儿。 因相是随缘献起, 故事虚幻。 而性乃本具真实之体。 故尽管随缘献起种种对待之相, 而绝待空济之本性中, 仍未常有彼种种相也。 其他一意, 甚烦, 生灭, 构敬, 仍我, 彼此等相, 莫不如是。 果能如是一眼去定本不深之心缘上, 观照入去, 便是所谓指指向上。 则胸襟当下开祸, 烦恼当下消除, 颠倒梦想当下远离。 如此用功, 方式直下承当, 可吃善用功人。 教知知知节节而为知者, 其功效之悬殊, 所谓日节相悖, 其只依日千里而已。 故缘觉经约, 知患即离, 不作方便。 离患即觉, 亦无见次。 一切菩萨, 即末世众生, 依此修行, 如是乃能有离诸患。 此段经文所说, 正可一座本经注脚。 正是指指向上知修功。 云和修。 知患即离, 离患即觉, 事也。 知者, 解也, 亦即觉照也。 患者, 如上来所说声, 戒等等事名非时事也。 云和即离。 一眼去定心缘, 观照入去, 则诸幻皆离已。 盖之幻便是离也。 如是觉照, 便何于觉。 故离幻便是觉也。 此为一抄植入原顿药门, 有何见次? 一切法门, 不方便于此者已。 何必更作方便? 观如是乃能永离诸幻聚, 可知必如是修, 乃未彻底, 乃能就尽。 闻者当身兮有难遭之想也。 五, 此外又有一亿, 未无这菩萨说, 亦一知之。 其亿云合。 则以臣界非亦多亦科未愈说, 以愈上科之亦也。 世界之一, 欲报身是一。 为臣之多, 欲应化真多。 臣界非亦非多, 欲二身非亦非亦。 但法欲有不齐者, 世界非离为尘而别有也, 而报身并非离应化身无别有。 当之凡事欲说, 只能欲其大体, 不能依依恰合。 如今忠常以日光欲至光。 此不过因世间之光, 为日光最大, 最变, 最有利益。 故取以为辟耳。 其实日光依行之身且热, 何能与病魔所依, 而且清凉, 知至光相比乎。 故未可因无这之说, 法欲不齐, 而少之也。 臣戒献有亦多, 欲二身献有去来。 而约性言之, 本无亦多之相, 故亦无来去之相。 又约性相合而言之, 虽本无亦多, 不妨献有亦多。 虽献有亦多, 其实人无亦多。 以欲虽本无去来, 不妨献有去来。 虽献有去来, 其时未尝去来。 但凡夫贪者亦何之是相, 欲凡夫贪者去来之是相也。 无这论曰, 未破名色身, 故说戒成等, 名色身, 未二身也。 亦未佛恐闻上亦不了。 故更说戒成之欲已破之。 经未疏通演唱其义而说之者, 以便读其论者, 可以融会而。 由此可见佛说一句法, 包含无量意。 故可做种种事。 故未知原因。 所以渐浅渐身, 各随其人。 古今来多有学员顿大教, 而竟说臣别教, 甚且有走入仁天教者, 其故在此。 所以说醍醐可变毒药, 又说圆仁说法, 无法不圆。 邪人欲正法, 正法亦成邪。 所以大乘经宗教导学人, 以清净善知识为要图, 以开证知见为根本也。 鬼,三, 曰我见明离一离。 分而,此, 初, 问答明义, 四, 事成其故。 此, 初, 问答明义。 须菩提。 若人言, 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须菩提。 余意云合。 世人解我所说义不。 世尊。 世人不解如来所说义。 世尊上, 流通本多不也二字, 不应有也。 故唐人写经中无知。 世看下文不解句, 说得何等坚决。 其上其能家不也活聚。 若非活聚而是呆聚者, 既与前来亦不疑虑。 且不解一聚, 亦亦显足。 何须更用不也呆聚, 以名其亦耶。 当之本经无一罪聚罪字也。 即此便知妄家不也者, 全不明经之矣。 此刻经义极深。 何以故。 全经所说, 皆是破我。 何以人言佛说我见, 反未不解一耶。 或曰, 此人盖以佛说此言, 必是心有此见, 故曰不解。 此说大谬。 无论何人, 断不致怀疑佛有我见。 纵令果有如是妄人, 怀此妄疑。 则若人言之下, 当有佛做事念句。 而今无知, 足正其说之谬。 然则云何不解耶。 当之开经以来, 旅言我仁四乡不可有, 有之便非菩萨。 又赞叹无此四乡者的无量福德。 更令菩萨通达无我法。 且曰, 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 功德殊胜。 然恐凡夫因佛如是反复声说, 遂之为我见等, 真实是有。 此见很耿于心, 正是我见。 岂非凡家其父耶。 即不如是, 而能见见处我。 亦非佛说此神身般若知义也。 何以言之, 此经于一切法, 屡说即非是明, 以明向有信空之义者, 亦在令人观照本空, 顿得解脱也。 在立根者, 自能闻义之时。 物之我见等, 亦附向有信空。 则担任直入, 直下可以断其根珠。 乃今曰佛说我见等。 其偏执于有相边, 未能通达我人等等之见, 亦未本空, 可知。 故曰不解如来所说一也。 佛, 曰相言。 如来, 曰信言。 上曰佛说我见。 既曰不解如来所说一。 正显此人, 于我见等, 但知相有之义, 未解信空之义也。 如是, 则我人等见, 永不能处矣。 古得有请师解父者。 师曰, 谁妇如。 此刻经文, 正名思义。 当知信体空计, 本无有负。 经恒亦我人等见于心。 且曰佛亦如是说, 岂非作简自复乎。 故我世尊, 特与长老心无原词, 启同体悲。 说此一大科经文。 为另一切众生, 直下动辞本来无我无见之心缘。 得以旧静解年去父儿。 然则此科经义关系之药, 可知已。 其义云合。 且听下文。 此, 此, 是臣其故。 何以故? 世尊说, 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世明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经中凡言世明, 皆是约相说, 即是约缘起义说。 凡言即非, 皆是约信说, 亦即约信空义说也。 虚知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者, 亦在令人会我人等见, 皆为缘起幻香儿。 若能知幻即离, 我见在什么处? 既亦在令人领会我人等见, 本非空计知觉性儿。 然则离幻即觉, 离我见在什么处? 此佛说我知真实义也。 既约佛说我见而不知其他言下, 有根本在心之状, 即此便是之时。 本欲令其破直, 今返天一直, 我见云何能离乎? 即令能离, 而存亦能离所离之念, 即此仍是我见。 跟诸又何能静跋乎? 故约不解如来所说一也。 言此仍不解者, 正令学人印象本来清静 无我无见之心缘上, 深深领解儿。 此中不约佛说, 如来说, 而特约世尊说者, 犹有经义。 约佛, 则偏于相边。 约如来, 则缺于修边。 此中之义, 正令人觉照本空之性 以起修耳。 而世尊则为十号之总称。 佛, 如来之义, 皆设在内。 故特举之以显义。 义为此中之义, 是十号具足者传心密要。 世尊所以为是共尊者, 正在于此。 必依此义而修。 树姬得以因缘果满而成佛, 修缘性显而正如来也乎。 何以故? 我见是无名本, 为成凡之由。 破我见是智慧光, 乃成圣之路。 而此中所明之义, 则是破除我见之金刚会见, 可以断绝根珠。 非依此法, 我见不亦除。 除亦不能敬也。 总之, 此中所说, 正是的是修功。 若但做玄礼会, 辜负佛恩, 莫甚于此。 上次言及非我见是明我见, 不可仅坐观空之道理会, 乃的是破除我见的顶上修功。 而言及修功, 负有极要之意, 不可不鲜明者。 向来似无人剖析此。 自当逐曾详辩, 依依分清。 则不但本科本经中之修功, 得其要领。 凡一切经中所说之性, 修及修功之类别, 皆不至于不得头绪。 而直性费修, 应是仿礼, 种种必病, 亦竖乎其可免矣。 佛说一切法, 不外两意。 明信, 明修, 事也。 且一句法中, 说信一间有修, 说修即设有信。 若不知如是领会, 其余佛法, 终在门外。 夫性者, 理性也。 修者, 修功也。 理性当于差别中见平等, 修功当于平等中见差别, 何谓当于差别及平等也。 为当之佛之开示, 往往约一事以明理, 而其理时贯通于一切事。 若文法者不知如是贯通, 是只见差别而不见平等, 岂能观其理而会于信乎。 性平等故, 理必平等, 即如本经说即非是明处正多。 文者便当领会其中道理, 愿无二致。 盖凡言即非, 皆是约理体之信, 以明本空。 凡言是明, 皆是约怨生之乡, 以明患有。 凡即非是明并说, 皆所以明信乡不依不义也。 如是而说, 亦在始之欲正法信者, 其对于法乡也, 应明其非义而不执着, 复应明其非义而不断灭耳。 故此理非差别的, 乃平等的。 换言之, 非义法然, 乃法法皆然。 即是无论何法, 皆应明了此理, 两边不着, 消归平等之信体, 是也。 若曰即非是明之义, 以论修功, 则大有差别。 不能因理性是平等的, 遂而梦动满憨, 是同一律也。 若其如此, 势必将佛所说之意, 但做空理会。 以为此不过令人一切观空耳。 因其不知系心体任平等中之差别, 自然无从着手, 故不知其事的是修功也。 或者因不知是指示修功, 乱,正指慈悲。 如是等并, 皆由其于性修之关系, 即修功之类别, 换言之, 即是于平等之差别, 差别之平等, 未曾细辨, 分清, 使然。 此今日所以不得不细剖之, 详说之也。 修行功夫, 其类别多不甚说。 然可概括为两种。 一, 关门, 亦明理安。 一, 行门, 又明是修。 理观者即依佛说可以贯通一切之理性, 而加以身切之体认, 严密之绝照。 如是乃能运用之于行门焉。 由是可知所谓理观者, 虽是理, 而已见于修。 虽是修, 而尚属于理。 故若是理观未缓图, 非也。 若是为修此以足, 亦非也。 以古以来, 犯此病者不知己许。 总之, 做理观, 必应兼事修。 行事修, 必应兼理观。 缺其一, 便不足以言修公义。 事修者, 如不诗, 持戒, 乃至看经, 念佛, 亦举手, 亦低头, 无论大小精粗, 凡见之于动作行为者, 皆是。 其修法需就事论事。 事有万千差别, 修法应之而有万千差别。 如礼拜有礼拜的法则, 畅念有畅念的法则, 岂能一律耶。 不但此也。 礼观既通于事修。 故修礼观时, 不但应依上说之理性, 观其平等之理。 且应依所修之事类, 观其差别之理。 或但知观平等, 不知观差别。 或但知观差别, 不知观平等。 则亦等于盲修也矣。 当知信也, 修也, 修中之理也, 是也, 既不能看成两绝, 又不可混味一谈。 须以认其不一中之不一, 不一中之不一。 乃能信修不二, 理事圆融。 盖须圆融中有行不, 行不中有圆融。 方位真圆融, 真不二。 则无修而不成矣。 此为学佛第一要见。 若于此等处, 未能体认明白。 则似是而非, 绝无成就。 即如即非是明, 有约六度言者, 有约庄严佛土言者。 然庄严佛土, 正只修六度行说。 可与约六度言者, 是同一类。 又有约三十二相, 聚足身相, 言者。 有约世界为成言者。 接近相也。 然虽接近相, 若系别之, 不能是同一类也。 盖三十二相, 聚足身相等, 应修福慧乃成。 世界为成, 不必修也。 故界, 成, 无事修之可言。 但做理官, 官平等之理性, 空有不着可矣。 若三十二相等, 当归入六度之类。 一面观其患有本空之理性。 一面更观六度为自度度他要门。 身相, 佛土, 皆皆引众生所必不可无。 虽未患有本空, 但不应执着而。 万万不能断灭其事。 其运之于行事也, 则须依照幻法, 勤修不待。 所谓起见水月道场, 大作梦中佛事。 唯心中不存亦能修所修而已。 此约即非日明之义, 以行六度等之修功也。 若福我见, 则大不然。 盖六度等事应当成就之事。 我见等乃应当消除之事, 正相反对。 故观其患有本空平等之理性, 虽与修六度同。 而旧事作观, 则应观其权非信有, 只是假名。 心中故不可存一丝之我, 一丝之见。 而运之于行事也, 则应远离患有之名相。 深照本空之心性。 此约即非是明之义, 以除我见之修功也。 知此, 则凡无烦恼等一切应消除之事, 其修功可以类推矣。 当之我见根深蒂固。 经欲除之, 非依此中所说之修功, 必不能除。 自先说其概要。 概要既明, 乃可逐曾深究。 因此终修法, 其理极细故也。 何以言欲除我见, 非依此法不可耶。 其理前来虽已说了, 成恐尚未动明。 自在换言以明之。 辟若有人于此, 能知我见之害, 发心除之。 然若心中看得我见难除, 便已知我见未时有。 则既很耿意我见时有之见在心, 又很耿意除我见之见在心, 付上加付, 我见云何可除。 何以故。 但使心中唯唯有意能除所处在, 依然是见, 依然者我故也。 故我世尊特特于此, 教义执照本来无我无见之心缘。 则不但我见无, 及无我之见亦无。 于是乎我见之踪隐权无以, 直截痛快, 属于于此。 不会何感自未能除我见, 然于此事, 曾有常识不断之体验观照。 其中曲者隐为略明依耳。 深知此中修法, 妙儿且妖儿。 经欲诸君能顿得意, 且不敢辜负此刻经文。 谨就我所能领会者将经中所名修功, 区区宣扬。 必有心人彻底了解。 班若法门, 或可由此大名于是乎。 此则区区之本愿也。 然而亦未冤生, 说祭不义。 若非尽其心, 审其弃, 亦必不义领会。 望诸君善思为之, 经先曰极非之意, 穷缘尽为, 明其为处我见之, 要修功。 夫我见者, 所谓无名本也。 当之清静自信, 缘无无名。 然而凡夫以不达一真法借故, 遂自无始, 不觉自动, 以至于今。 其心中自内达外, 无非黑漆漆的无名。 本具之性光, 早已隐而不现已。 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和, 明之为实, 是也。 既然全体埋在黑漆桶中, 无一点点光明。 卓不执着, 亦是执着。 令其观空, 而所观者正是实情, 而非信空也。 故即非我见一语, 并非但令作观, 观照信空。 乃是教令正作精神, 毅然决然, 极力将我见等, 一脚踢翻。 从根本上, 不承认自信中有此我仁等见。 即非二字, 当如是体会。 是为第一不圣妙方便。 前云全体在无名中, 说不执着, 亦是执着。 然则说不承认, 仍旧为实情用事可知, 何以称为圣妙方也。 当之凡夫从无始来, 认贼为子久矣。 经蒙佛会, 乃得知其为非, 而肯不认。 既知且肯, 便是不生灭与生灭合合者, 大限裂痕。 即此, 便是从无名壳中, 有一线之至光发现。 便是始觉。 便是被承合觉之第一步。 非圣妙方便而合。 总而言之, 交顾已久之物, 若不如此先与决裂, 岂能惧得脱离。 顾文中即非二字, 大须用力。 非仅仅坐如是观已也。 问, 如是绝照, 何何者便大限裂痕, 诚然。 然不过仅限裂痕而已。 而欲无名之无, 上应作何方便? 答, 即用此法, 无名当下便无。 不必更密方便。 顾曰之幻即离, 不作方便也。 不然, 何妙之有。 当之自信清静, 虽有无名我见等妄念纷云, 而其自信, 则长恒不便, 清静自若。 因自信是真实体, 无名是虚幻象。 一真一妄, 虽无使来, 何何为一。 实则表合理不合, 本不相应。 譬如今未分明, 各不相设也。 此理为正究竟觉知佛如来, 方能彻底知知。 故大臣经中, 常说此理开示凡夫。 以一切凡夫, 皆日用而不知故。 而原觉今开示此理罪名。 曰, 此无名者, 非时有体。 如梦中人梦时非无。 极致于醒, 勒摩所得。 梦, 欲众生之谜也。 性, 欲行人之觉也。 学佛人首须信词。 所谓信为入道之门者, 即为笃信佛说之理, 入道乃得其门。 因此理凡夫出未尝之。 经虽之之, 若非真修, 亦难俱了。 若无信心, 那有入处。 顾文的即非我见, 便当镜像本来清静之心缘上契入。 镜像者, 未撇去一切不顾。 孤令令的, 直向未动念处决赵也。 此如向来认贼为, 九轩宾我主。 精信而知其是贼, 其可附加固叛, 与之纠缠。 更不必忧其是大难除。 若其忧虑, 反张彼宴。 要知彼本无根。 向智力, 全有自己认识然。 经知其非, 不加信任。 彼即无从施斩, 便当服从归化矣。 何必畏之灾? 此事除妄第一要者。 悟乎。 顾元觉今曰, 知幻即离也。 知自最妙。 知者即是绝照。 果能绝照, 见即冰销。 辟如鼠子, 寄于暗邹, 如被绝照, 彼自逃去。 此意如是。 盖同时不能起二念。 忘心之起, 即由正念之松。 正念正心, 忘念便无。 乃自然之理, 并非其特。 故曰吉利。 当知即离与之患, 除非两世也。 此事除妄罪直截罪恶药之方法。 不可轻视。 实施如此绝照, 不少放异。 我, 见从何而起焰? 及其利益甚弱。 久久功成, 则自然不起矣。 此即非我见之修功也。 有应不说者。 凡夫之人, 无始不绝, 妄念未曾暂停。 经欲之患绝照, 需修前方便。 不然, 何从知其为患而绝照之乎? 譬如酒居闹事, 昼夜宣声不停, 并不绝闹。 若在清闲之地, 少有违想, 便耳觉的。 此意如是。 必先坚持境界, 以绝染缘。 多读大臣, 以明佛理。 令此忠略得安静。 俗见见能减轻, 乃能知患, 乃能觉照耳。 即非我见, 本经说在最后者, 亦是此意。 然而说虽在后, 修应居先。 若于除无名我见方法, 未得要领。 则开经以来所说之信, 修、礼、事, 何能彻底照了? 则皆不得其要领矣。 此理更不可不知也。 世明我见等之修功, 有要、有妙。 若但知即非而不知世明, 我见又何能静静。 望诸君且先将即非我见之意, 体认一番。 再听世明我见之意。 文法要再自自从心中深刻地体认体认。 不然,文如不闻, 何以之有。 经将宣扬世明我见之修功矣。 或问,本经凡言世明, 皆明不断灭意。 而我见乃应消除者。 云何通也。 前说即非之修功, 未亦然与之决裂, 以破其交雇之情, 无以之其妙矣。 经于世明亦为绝妙绝要之修功, 其既与绝裂, 又与拉拢耶。 答,非此之谓也。 前云世有差别, 修功即因之而有差别。 正指世明我见据而言。 乳记之我见世应消除者, 奈何又以应成就之理观, 是修与此混乱而作戏论耶。 当之世明我见之义, 是明我见未真性变现之幻象。 所谓消除, 并非断灭本性, 乃是但除其病, 不除其法, 义也。 且明我见世原生法, 心若攀缘, 我见便随缘而起。 若心不生, 我见即无从生。 所谓知患即离, 离患即绝。 二也。 此二意, 即要即要。 除我见之修功, 莫妙于此。 若不依此, 永不能处。 恐犹未了, 当更详谈。 地听地听。 先明出意。 我仁等见, 即是分别, 执着。 所谓六七时事也。 时非他物, 即是真性已不绝故, 随染源现起之染相。 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和者事也。 精官即非之义, 与之决裂者。 乃是不与何何, 使必消化于无形而。 必若消化。 所谓分别之六时, 即是妙观察至, 执着之七时, 即是平等性至。 何可断灭乎。 一切凡夫, 相苦不绝, 不知未时, 勿认其是真性而。 故曰认贼未子。 须知此贼原非外来, 乃是家贼。 且为主要人物, 经与决裂, 亦在令其改邪归正而。 譬如独养之子, 因不误正而不承认, 亦失望其回头。 若静永永并记, 得家亦回忆。 此亦如是。 不可因恶无名我见, 投鼠不知记气, 走入灰身灭智之图。 外道之无想, 二甚之舍空之记, 皆作此病。 殊不知记偏于空, 心仍有取。 若心取香, 则为着我人众生受得。 其我见又何尝能除乎。 更名次义。 观出义中所说, 初音不觉, 任无名畏真性。 然则经济之之而不承认。 可见及此一念, 正是觉矣。 故原觉经约, 罹患即觉, 亦无仅次也。 先观即非之意, 既能之幻即离。 但需继续此之, 欲缘而心不起, 则亦心轻尽矣。 此所以离幻即觉也。 所谓离者, 即不起之意。 初虽不无强制。 久久功成, 便自然不起。 至于自然不起, 我见便究竟清静。 当之此意是名不起便莫知不起。 换言之, 不起便得。 更不必加以辨别是否不起。 何以故? 辨别即是攀缘故。 是其心有起。 此即无名。 此即我见。 总之, 除妄之功, 跪在一刀两断。 少加固盼, 便是藕断丝连, 大计大计。 此意原诀更有八句经文, 说得极为彻底, 可与本经互相发明。 经约, 居一切实, 不起妄念。 于诸妄心, 亦不袭灭。 诸妄想尽, 不加了知。 余无了知, 不便真实。 此八句经, 自古至经, 各随见地, 言人人书。 滋味彻底说明其意。 不作义蒙头盖面之语。 当之八句之中, 出两句为主。 即不起二字为主也。 下六句, 是辗转是意, 以说明不起之所以然者。 未必如此, 方位真不起也。 总之, 下六句不但是出两句助角, 且正是罹患即觉知觉妙助角而。 妄心即是妄念。 正只分别执着等无名言。 当之妄心非他, 本是全真随然而现, 何可熄灭? 不可误认不起念, 未如稿木, 如死灰也。 罹患即觉, 则全妄是真以, 何必熄灭灾? 若其熄灭, 则是欲时俱焚。 非不起之真实意也。 故曰, 于诸妄心, 亦不熄灭。 父不可误会不熄灭, 未助妄想尽也。 当之为时无尽。 妄想即不起以, 安得有尽。 安得有助。 盖离患即觉, 则一切皆空以。 何必再加了知其是否助尽耶? 若加以了知, 则是头上阿头, 念又起以。 何云不起灾? 故曰助妄想尽不加了知。 更不可误会若亦无了知, 岂非落于无忌。 当之既不熄灭, 非同睾目死灰。 故念不起时, 便灵光毒药, 回脱根尘。 所以说离患即觉。 盖觉者真实性也。 何必更需辨认是否真实? 若其辨知, 是有庸人自扰, 上得为之不起乎。 故曰, 于无了知, 不便真实。 此六句总义, 即是发挥笔经上文, 有照有绝, 具名障碍之义者而。 此今是名我见之义, 义父如是。 夫我见既是原生, 可见自信中, 本来不深。 不过随缘而起之幻香而。 然则我见者, 其名也。 真性者, 其实也。 经济之其原非真性之体, 乃是幻象。 而执照本来未深幻象之心缘, 则假名何在? 幻香赫存。 学人应当如是用快刀斩乱马手段, 一刀两断, 则妄愿不起。 不起便得, 一模所离, 亦无能离。 亦摩所照, 亦无能照。 因比离也, 照也, 亦皆对待原生之假名幻象。 清静自信中, 本来皆无故。 若既知其极非而离之矣, 又惶惶然便其是否已离。 或心心然自未能离。 世人只以为时有, 而于是名非时之矣, 犹未动名之过也。 此即法之, 此即我见。 故但用功者, 必须已离到底, 断则顿断, 此世名我见之修功也。 观上来所说, 可知此刻所说修功, 妙极要极。 何以故? 原诀经又有要据曰, 一切诸佛本起因的, 皆依原照清静绝相, 永断无名, 方成佛道, 此中修功, 正是原照清静绝相。 故能无名我见, 一段永断。 岂不妙呼? 岂不要呼? 向来皆将此刻只作空里看过, 大悟。 即当如是知之。 更不可图之而已, 如入宝山, 空手而回也。 即当依此起修, 便得受用。 当之真性久未无名我见所障。 非破此障, 何能见性? 若不见性, 岂能超凡入圣。 不但此也, 开经便令发大愿, 其大行, 亦在破我也。 然而我见根深, 若绝不可从破我上用功。 大愿大行, 亦未必俱能发起。 观本经以大愿大行起, 已破我见节。 首尾相应, 正是指示成始成中, 超凡入圣之道, 尽在于此。 如是领会, 双方并尽也。 此外有有要义, 不可不知者。 盖此曰我见明离一离一颗, 即已显示不够不尽之意也。 初颗明不生不灭, 四颗明不增不减。 此颗明不够不尽。 何知, 以明诸法空相。 亦与心经正同。 我见, 够也。 离我见, 敬也。 然曰够曰敬, 有未对待之相。 而清静自信之敬, 乃是绝呆。 绝呆者, 够敬聚摩世也。 故离我见者, 离义应离。 若存亦能离所离, 人若对待相忠, 而非绝呆之信矣。 则我见中未静静也。 是以本科教令迫我不可知之节节未知。 当静向一念不深处弃入。 则我见之构, 即为假名而不无。 于是离我见之境, 亦复远离已。 何以故? 既无够, 那有近。 够近距离, 是真清静。 诸法空乡下三颗, 初颗是约申明义。 四颗是约世界明义。 此颗则约忘心明义。 我见者, 忘心也。 和此三颗, 正式显示身心世界, 莫非幻化, 一切空乡, 性自平等之义也。 幼父, 凡夫执身为我, 执世界为我所。 我及我所, 皆起于见也。 故身与世界, 始所执。 见, 是能执。 而三颗之义, 则是显明能执所执之相聚空, 并能空所空之念义空, 是之为诸法空相。 义即发挥不生法相, 法相本无之义也。 故下科及以不生法相云云结束之。 全经千言万语, 无非为破我人四相, 而相起于见。 至此则说明我见等为缘起假名, 本来信空。 此义正所以总结全经也。 盖说此经, 原为破我。 经将破我发挥至旧境处, 便是全经诸义之总会处也。 上云, 菩萨通达无我, 法。 又云, 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人。 至此更穷至彻底。 何以故? 向不深处弃入, 则我见本无。 岂先有我而后无之, 又岂有所成之人也。 菩萨应如是彻底通达, 乃究竟无我, 究竟成人儿。 故下科以发无上菩提心者, 于一界法应如是知见, 信解, 不深法相, 法相本无, 未解。 菩萨, 即是发无上心者, 通达, 即是知见信解, 其一之贯至经初。 经初所言应如是降伏其心, 但应如所交住者, 无他。 为令正一切法相本来不深而。 于是全经之意, 收数的点滴不漏, 圆满无余。 人, 此, 结成不深。 分而, 鬼, 出, 正名不深, 此, 不深亦无。 鬼, 出, 正名不深。 虚菩提。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于一切法, 应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信解, 不深法相。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正与经初诸菩萨摩赫萨聚相呼应。 即为发大心之菩萨, 应如是知见信解也。 开经以来所说发广大心, 其广大行, 不取法与非法之相, 乃至发心不住, 书法不得不住, 不注意不住, 无非令其知见信解如是如是。 盖必如是知见信解, 方未通达无我法。 故约应如是知见信解也。 后半部开章以来, 但说发菩提, 不说心者, 所以遣其执着此是菩提心之见也。 有之于法, 便若我仁似相, 便非菩提心, 故应遣也。 至此则诸法空相矣。 菩提心献遣矣。 故此处不约发菩提, 而约发菩提心矣。 应如是知见信解, 不生法相云云, 正所以显示发菩提心, 必应如是。 如是, 乃为菩提心。 即已结束前来潜荡不住发心之矣。 在令开如是知见, 岂如是信解, 不生法相云而。 岂令不发菩提心灾。 得此一节, 前来所说者, 意运无不必宣, 气脉意其贯通, 精神及其原足。 辟若化龙, 点睛飞去矣。 以文字论, 亦神妙之志。 一切法, 通只是出世, 敬、 行、 果, 而言。 凡上来所说色身相未处法, 身相, 三十二相, 乃至世界, 为臣之境, 不失持戒等大院大行, 以广度众生, 庄严佛土, 乃至离相, 离念, 离我见之行, 生实性, 生实相, 成就第一稀有, 最上第一稀有, 以及得福德, 得功德, 得承忍, 明虚至还, 乃至明菩萨, 明诸佛, 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果, 一起包举在内。 如是二字, 即指上来所说种种意。 上说诸意, 不外愿生性空。 而最后纠集无助以成正一大科中, 出明平等法界显成法无我一科, 所以纠集信空不爱原生之一也, 信空不爱原生, 故成平等之法界, 四明诸法空相结成法不生一科, 所以纠集愿生不爱信空之一也, 原生不爱信空, 故及诸法而空相。 由是观之, 如是二字之意味, 即显诸法一如, 一切皆是, 因其皆是一如, 故知见性解如是者, 不生法相也。 不然, 法相并不断灭, 何云不生灾。 可见不生云者, 正从如是初, 非已必尽不生畏不生也。 故下文集以及非法相, 至名法相, 表示之, 当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信解也。 是知未无上决心, 细意参知。 知、见、解, 三字字意, 缘无大别。 然三字连说, 则亦各有止。 大有区别, 未可弄动是知。 佛经中此类聚法颇多, 皆当如是便其意味, 知其所致。 切可不求圣解, 忽略过去。 圣至以为语言重负, 则大物以。 然则此三字何止也。 家祥为, 知事事地制, 见事第一亿地制。 达天为, 知事比量, 见事限量。 经为一一无者论。 论云, 至一止奢魔他故知。 一止疲波舍那故见。 此二一止三魔提故解。 此意是明三者皆知。 但以一止方便不同, 故立三明。 奢魔他, 此云止。 止者, 定也。 至从定身, 明知。 官此, 事之为真谛至矣。 定则万元俱习, 了了正之。 故曰之也。 此云经前以三计心不可得, 诸法原生即空, 开佛正之之意恰何也。 盖之曰内正边说也。 批波舍那, 此云官。 官即是会。 至从会出, 明见。 官此, 事件为俗地致矣。 会则差别是相, 无不动见, 故曰见也。 此与本经前以五言, 是杀, 不值一意, 开佛原见之意正同。 盖见约外照边说也。 三摩提, 此云等时。 未定会君等也。 定会君等, 明知约解。 可见解是由定会出。 一级之见二者之总明儿。 此意与前身解义去之言一同。 长老本得无正三昧, 定力已足。 但会为君等。 待纹甚深般若, 智慧增上, 故能生解。 长老替泪悲气, 正自愧其向来定多会少。 经信纹申经, 而得定会君等。 所以感激而弃也。 既约解, 又约信者, 何故? 须知信未入道之门, 功德之母。 信者, 契合之矣。 因其契合如是, 故能知如是, 见如是耳。 解未知见之总明, 故曰如是信解也。 因其余意如皆是之理, 契合无见, 定会君等, 故能不生法相也。 如是之据, 明其定力。 如是见据, 明其会力。 如是信解据, 明其定会君等之力。 信字贯通三句。 不生法相聚, 是由上三句所生之功效也。 何以故? 有定有会, 可见其余意如。 可见其余言说, 名字, 新缘诸相, 一切皆离。 诸相皆离, 便隐身根本正至, 即是不分别至。 至无分别, 即是一念不深。 一念不深, 明不深法相也。 总之, 知见性解, 是不深之前方便。 方便修足, 辨证本不深。 其功行权在知见性解上。 不深是其功效。 本不深上, 着力不得。 这于不深, 便是深也。 下课证明此意。 鬼, 四, 不深亦无。 须菩提。 所言法相者, 如来说即非法相, 是明法相。 一切法相, 皆是假名, 本来即非。 盖身即无深也。 此名上言不深法相之所以然。 须知所谓不深法相者, 非有法相而不深, 亦非必尽无法相。 乃是一切法相, 本为原生。 原生之法, 当体即空。 所谓非作故无, 本性无故。 既本性无, 则不深亦亡。 何亦故? 深即无深故。 乃未真不深亦。 若不了其有即是空, 而助亦于不深, 则正是深, 何云不深哉。 故一切发心者, 当在亦如皆是上, 知见性解。 此正降伏, 此即无助。 果能知见性解如是如是。 则虽法相斥然, 出何长生。 以本性不深故。 则不降伏而降伏。 无助而助, 助而无助。 正入无相无不相之真实性矣。 又复深即无深, 则亦灭即无灭矣。 可见说深灭, 说不深不灭, 由事对待而说。 实则即深灭不停时, 本来不深不灭。 不但深灭不可说, 即不深不灭亦不可说也。 当惜心观之。 约如来说者, 如来是法身。 法身即实相。 故约如来, 而说即非法相, 世民法相, 以显无相无不相之意也。 总之, 此歌世民即法相而无法相, 即深而无生, 非以不深为不深也。 此意世民非但深之念无, 并不深之念亦无。 正是为一面不深写照, 为本不深写照, 为下文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写照也。 如如不动者, 生即无深之意名也。 又赴此刻意正是结显经出 应如是注, 应如是降伏之意。 故科叛约结成。 非但结本科也。 全经亦去, 至事而包举无疑, 首尾完成矣。 结成本科者, 如魔所从来, 亦魔所去, 不深法相也。 亦何相不可说, 不深法相也。 我见即非而是明, 不深法相也。 盖令即来去而无来去, 即亦何而无亦何, 即我见而无我见。 何以故? 竟向未起念之心缘上绝照, 而弃入本不深谷。 至若经出所说, 度无度相, 乃至心若虚空云云, 非不深法相忽。 发起序中所明, 是尊士同凡夫, 四十九年行所无事, 非不深法相忽。 其他诸说, 皆可以此一贯通之。 所谓应如是之, 如是见, 如是性解也。 总之, 千言万语, 无非为令即诸相而无相, 以正生即无生而已。 顾约全经义去, 包举无疑, 首尾完成也。 上来正宗愤已尽。 以、三, 流通分。 流通分之判别, 古人见地, 各有不同。 智者将前结成不深一科, 以并判入流通。 偶义宗之, 名前科为副主流通, 名此科为效量流通。 云和眼说下, 为流通方法。 佛说是经已之下, 为流通相貌。 家祥但叛佛说是经已以下, 为流通。 慧敬, 归风, 及清初达天爹宗之。 亏姬亦似同此, 但不用序, 正, 流通字, 别利名称而。 为清初有谱婉者不然。 这有心印书。 其书于世民多作时, 应其约三帝说故也。 独有超胜之见, 不能为其他所演者。 即从此刻起, 判未流通分是也。 何以言其超胜也。 经约云和为人眼说, 此句已明明皆是弘扬此经之法。 判未流通分, 恰何经止。 故此此刻判一之。 以此刻分二, 丙, 出, 是劝流通, 四, 正结流通。 丙, 出, 又二, 丁, 出, 是流通意, 四, 是流通法。 丁, 出, 又二, 悟, 出, 隐才师, 四, 明法师。 悟, 出, 隐才师。 须菩提。 若有人以满无量阿森指世界七宝, 持用不失。 阿森指, 此云无数。 金不止无数, 乃是无量之无数。 以充满无量无数世界之七宝不失, 其福得之圣可知。 因此才师者, 所以显下文法师福更甚也。 持用二字, 用在此处不嫌其赘者, 何耶? 以其意在引起下文之于此。 今来, 因行不失同而不同。 者, 因其持以行师者不同故也。 仪式持财宝, 仪式持法宝。 持无量数世界财宝, 不及持一卷经乃至四具记者。 财师只救人生命, 法师能救人生命。 法师救人生命是个底的。 然为财师可费也。 证明财宝如幻如画, 而凡夫贪者其事。 不知贪欲无穷, 财宝有尽。 若明佛法, 则知世间是, 无非梦幻。 得财师者数积除苦。 行财师者福意增上而。 且一切有畏法中, 最难看破者财宝, 顾引此为言而。 凡一切举财师教圣处, 亦皆同此。 当如是领会也。 悟, 赐, 明法师。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发菩萨心者, 持于此经, 乃至四具记等, 受持读诵, 为人演说, 祈福圣彼。 古本及颂藏皆是发菩萨心者。 流通本菩萨做菩提。 应从古本。 何以故? 经云, 未能度己, 先欲度他者, 菩萨发心。 所谓流通者, 重在法师力重。 故曰发菩萨心, 以显流通之意也。 当知菩提心含义圣广, 不止法师一试。 此中应将只是流通之法, 所以特举发菩萨心未言。 与夏文云和为人演说句, 正相呼应也。 四具记等, 等着, 等于半计, 或一句也。 四具为一计, 两具为半计。 经中常言, 半计即可正道。 若夏文所说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半计, 苟能信受奉行, 直屈宝所以。 何况全计, 何况全经。 持于此经之池, 未持取也。 与夏文受持一别。 受持句, 自立也。 演说句, 立他也。 如法受持, 则能误入无身, 施不住香, 其福便已胜比。 况更为人演说此经, 以行不住相之法施乎。 盖此经开章即说度无边众生入无于涅槃, 经为人演说此经, 即是以无于涅槃法不施。 其比七宝不施所能及。 开章又说不施不住相。 则闻此不住相之说者, 其不施其旨已满无量数世界之七宝不施而已。 总之, 弘扬此经, 便是少龙佛种。 众生获益, 不可思议。 其福甚比才施, 更赫呆言。 经指重在流通无上法宝, 顾夏文专约演说言。 且明的云和演说, 自明的云和授持。 说一边, 即设两边矣。 丁, 四, 是流通法。 分而, 物, 初, 直指本性, 四, 观法原生。 物, 初, 直指本性。 云和为人演说,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云和为人演说, 问此。 此中含有二意。 一事问演说之人, 应当如何? 一事问演说经意, 应当如何?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两句, 正开示二者应当遵守之鬼则也。 以说者言, 应于能说, 所说, 即听说者之相, 皆不取者。 所谓以不生灭心, 说时相法, 是也。 此经正是时相法。 故说者应以不生灭心说之, 不生灭心, 即是本性。 所谓如如不动事也。 云为, 演说甚深般若之人, 应当三轮体空。 且当称性而说, 直指心缘。 乃能令文者即文字般若, 其观照般若, 物实相般若也。 言下含有既不可望谈, 亦不可浅说亦在。 以演说此经言, 此经亦去, 甚深甚广。 前云一切诸佛从此经出。 是则经中所说, 皆未成佛之法也。 其身可知。 又云, 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是则经中所说, 一切佛法, 皆莫能外也。 其广可知。 则欲为人眼说, 若不得恶药之方, 非大而无当, 即散而无归。 文者难获法意义。 故事已经一之恶药处, 即向下之二具一记事也。 可见此二具一记乃本经之药指, 亦即一切佛法之药指, 千经万论中, 所说知性修理事, 此二具一记, 包括静之以。 亦有静者。 表面是开示云和眼说, 古里则是开示云和受持也。 何以言之, 盖如是眼说, 必先能如是受持。 不然, 岂能眼说乎。 且为人眼说正欲人如是受持也, 当如是领会也。 由是观之。 不取于向如如不动两句经文, 其意运生广也明以。 经当逐层谱而出之。 首先当之, 此两句是全经之规结语, 亦是全经之发明语。 何谓归结? 此一不经, 自首智为, 所说无非不取之意。 一望可知, 无呆真影, 亦不胜影。 智曰, 诸法如意, 无时无虚, 一切法皆是佛法, 是法平等等具, 皆如如意也。 摩索从来, 亦摩索去, 则不动意也。 经不过以此两句, 结束全经之意而。 事之未归结语。 然则何以又未知发明语耶? 全经所说, 虽皆此意, 然是散见。 若学人未能融贯, 则望阳心探, 不知从何而入。 故发明之曰, 全经要点, 不外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八个字。 学者当从此入。 夫而后闻者皆能恶要以图, 不至瞻前顾后, 泛滥无归以。 事之未发明语。 其次当之, 此两句皆是说修功的, 亦皆是说成效的。 盖必能不取, 方能不动。 然亦必能观不动, 乃能不取。 所谓互为因果者也。 若但任不取未修功, 则经义偏而不全已。 经依经文次第说之, 所谓相, 庄严相, 福德相, 众生相, 度众生相, 不提相, 发心相, 相求相, 下话相, 阴相, 果相等等, 隶属难尽。 总之, 凡说一法, 便有其相。 经概括之曰, 凡所有相, 一切不取。 当之说一相自, 法与非法, 皆设在内矣。 故不取相之言, 习惯通乎不断灭相。 何以故? 断灭者, 空相也, 亦所不取也, 当如是领会也。 所谓由这一面, 便应见到那一面。 凡读佛经, 第一要知此理。 此不取于相勾, 若不如是领会, 便与下文如如不动具不应矣。 何以故? 空有两边, 少有所偏, 便非如如不。 所以者何? 偏则有取, 取则已为所动固。 总之, 无论何取, 取则心动。 取则这相, 而非如如之性矣。 原诀经约, 种种驱舍, 皆是轮回, 轮回, 未生灭心也。 苟有所聚, 必有所舍。 何故驱舍, 由于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所谓生灭心也。 故约, 种种驱舍, 皆是轮回。 由言种种驱舍, 由有分别执着之生灭心。 然则若能不取, 当下便离生灭心矣。 则当下便见不生不灭之性矣。 故约,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者, 不生不灭之性矣。 不取者, 无助之真权矣。 无助者, 不动之真权矣。 何以故? 若心有助, 则为非助。 非助之言, 正名其动。 若心有助, 则为非助, 有言有取便是心动。 故必一无所取, 而后一无所动。 如如者, 真如之一名也, 皆为本性。 然力二名者, 真如是指本具者言。 如如是指正的者一而。 盖正性之时, 智外无理, 理外无智。 智里明何, 未知智如理如, 故约如如也。 如如之意, 明其能所双亡也。 因其无能正, 魔所正, 回脱根尘, 灵光毒药, 是以祭照同时。 因其祭时照, 照时计, 是以无相无不相。 因其相不相皆无, 是以不生不灭。 因其不生不灭, 是以如如不动。 经济不取生灭之相, 是以不生不灭如如之性献前也。 故约,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原觉经约, 一切诸众生, 无始患无名, 皆从诸如来, 原觉心见力。 犹如虚空华, 依空而有相, 空华若覆灭, 虚空本不动。 诸如来原觉心, 是说佛与众生同聚之本性。 在众生奔上明曰如来藏者, 是也。 盖此句誓曰圣凡共说, 非丹约佛边说也。 若丹约佛说, 则上句不可通以, 犹如虚空花, 依空而有相。 欲众生自无始来, 以不绝顾, 依本来空迹之性, 而换成无名之相也。 由此可知无名不过本性中缘起之换相, 犹如空中之花儿。 空中本无花也, 则性中本无无名也, 名以。 空阿若覆灭, 虚空本不动。 欲无名若灭, 性本不动。 本不动者, 誓言当其现有无名之时, 此性原未常动。 当之寻常所言心动, 乃无名动而。 由此更可了然但能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之本性, 当下变现, 知理矣。 又可知取舍正由无名, 而无名本是幻相。 然则不取余相, 当下便如如不动者。 因无有取舍, 无名已遣故也。 事故学恩当于不取即无助上, 痛下夫。 不然, 虽不取, 不可得也。 如如二字, 有事上如自为相似, 为相称, 似如自为真如者。 为不取余相, 方于真如本性相称相似而心不等也。 此事不妥。 大臣一章名言如如亦真如。 且如如之名, 大臣经中常常见之, 多指佛之境戒言。 何可云相称相似乎? 即欲分开做事, 尚如自可视为契合。 契合真如, 所谓至于理名也。 当之曰相似, 曰相称, 则人体是体, 致是智。 能所知相俨然。 何云不取于相焰。 故此事, 诈事之但觉其浅而, 细暗之则大大不斜, 故曰不妥也。 佛言, 罹患即觉。 觉自正位如如不动之性。 即自正位当下便是。 可见但恐不能不取耳。 果能不取, 当下现成。 今乃是作不取于相, 与性相似。 显为佛语, 万不可从。 请言学人当于不取二字, 痛下功夫。 然则云何方能不取耶? 此层断不可忽略过去, 必应细究。 当之不取相, 即是离相。 圆觉经约, 一切菩萨及漠视众生, 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 由兼指持远离心骨。 心如患者, 亦附远离。 远离未患, 亦附远离。 离远离患, 亦附远离。 得摩索离, 即除诸患。 细究此断经意, 可见离相功夫, 全在坚持。 坚持者强制之未也。 此层功夫, 成不可少。 不然, 无使来取相及气, 何能除之? 然而更应细究, 如何方能坚持不取乎? 欲知如何使能坚持不取乎? 当先知众生应何顾取? 无他, 由有分别心执着我人众生受者四相故而。 吉父当之四相之相, 时不外义我相。 而我相之根, 时发生于我见。 由应细究, 坚持不取, 故足以遣我见。 然只能服, 不能断也。 何以故? 无名未破故。 且以无名我见未断之故, 亦罪足以破坏其坚持。 然则非更于离无名我见上用功不可以。 云何能离也? 此言之幻二字即是离无名之最妙方便, 不必别寻方便也。 然则云何能知其事幻也? 仍言应开示罪名已。 经约, 如来本其应的, 最初发心, 先以执行正念真如, 使能远离诸幻, 正念即是绝照。 未需尽直绝照真如本性, 方能知其事幻也。 由此可见必须先物如如不动之本性, 乃能不取于相依。 此前所以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两句经文, 互为因果。 应交互用功。 不可但任不取具位修功, 如如具位成效也。 换言之, 不但应向不取上坚持, 还需向如如上绝照。 且绝照未坚持之前方便。 即是欲坚持不取, 必当先修绝照。 不然, 无名未断, 岂能坚持。 事故原觉经云, 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先断无始轮回根本, 轮回根本, 即为无名我见也。 然则云何断耶。 前引原觉经不云乎, 一切如来本其应的, 皆依缘照清净绝相, 永断无名, 方成佛道, 此与所应能言经, 先以执行正念真如之意相同。 譬如恶友, 初因无知, 勿视之为心腹。 经知其恶, 欲语断交。 然以关系长久, 未能骤断。 必须先与疏远, 而后方可断绝。 此意如是。 自无始来, 勿认换时之无名, 为其真心, 关系密切久矣。 经济幡然大物其非。 若不急速掉转头来, 认准清静自信, 静与接近。 则仁是与无名混在一起矣。 故原照绝相, 便是知心正念真如。 便是与真心接近。 而与真心接近, 便是与无名疏远。 如是方能望其永断也。 所以要紧功夫, 全在原照二字。 何谓原照。 前念已灭, 后念未深。 正嫩磨时, 一心战绩, 寥寥明明, 是知未照。 原者, 非着力, 非不着力, 不审不服, 恍如朗月孤原, 是也。 此即一念未起, 清静无比, 便体清凉, 便是本来念慕。 初学未有定力。 一刹那间, 后念又起。 便又如是绝照。 只要绝照提得起, 如天平然, 此昂则彼自落, 则又清静矣。 物须绵密无间, 指之相继。 久久便能入定。 至于如如不动之全体, 谈何容易聚能原显。 然如此用功, 便是随顺居入也。 本经词两句, 即是此意。 不但印象不取上坚持, 还当相如如上绝照。 要紧要紧。 经更引原绝经, 证明绝照本性能除无名之意。 经约, 于无身中, 望见生灭, 此言自信本来不生也。 本来不生, 即是本来不动。 生灭即止无名。 亦为自信中本无无名。 说有无名, 由于望见耳。 然则经之觉照清静本性, 便是正见。 邪正不并立。 正见心, 则望见除矣。 故比经又曰, 如来因地修原觉者, 知是空花, 即无轮转。 亦无身心受彼生死。 非作故无, 本性无故。 生死即未生灭。 此言自信既本不生, 则亦不灭。 故曰本性无。 为亦无身心受彼生死者, 以本性原无生灭之故。 并非造作使无也。 所以发心便应觉照本不生之性。 故曰因地修原觉。 因地, 指发心修行之时。 修字, 即指觉照。 原觉, 指本不生之性也。 如是修者, 知彼一切生灭幻香, 竟是空花, 有即非有故也。 既如是之, 则不为所转矣。 不转, 明其不动也。 故曰之是空花, 即无轮转。 此两句, 与之幻即离之一同。 既以之幻即离, 所以亦无身心受彼生死。 则法性如如矣。 宗观上引经文, 当可了然尽向本不深处觉照, 为除无名之妙法矣。 何为本不深处? 急于为其念时觉照事也。 念且为其何所谓相? 更何有取? 果能如是绵密无间, 则于不取自有把握。 总之, 一面向不动处, 设心绝照, 以成就其不取。 负一面于欲缘时, 坚持不取, 以缘满其不动。 数于如如性体, 的有入处。 伦言亦同此说, 如云, 诸修行人, 不能地诚无上菩提, 乃至别成生闻原觉, 即魔眷属。 皆由不知二种根本, 错乱修习。 云和二种, 一者无始生死根本。 则入经者, 与诸众生, 用攀缘心为自信者。 二者无始菩提涅槃, 缘清净体。 则入经者, 识经缘明, 能生诸缘, 缘所依者。 由诸众生以此本名, 虽终日行而不自觉, 网入诸去。 此中所说攀缘心, 即是不绝望动之心。 缘清净体乃至缘所依者, 即如如不动之本性也。 笔经又云, 云和乳经移动未深, 移动未尽。 从史记中, 念念生灭, 遗失真性, 颠倒行事。 信心失真, 任务未己, 轮回逝中, 自取流转。 此段更说得明明白白。 即是出发心时, 便应便明真望。 直向本部动处绝照。 乃不致以此本名, 网入诸去, 自取流转也。 当之如是绝照, 亦须设心。 设心亦非无念, 亦非毕竟无相无取。 然凡夫非此无入手处。 所谓已幻除幻之法门儿。 因此法虽亦是幻, 然是随顺真如。 与其他动念取相者, 因心不同, 故得果变大不同。 又赴此法不过入手方便。 虽未随顺真如之法门, 而能照所照, 亦当逐步浅进。 所谓有觉有照, 具名障碍。 故必须离而又离。 得摩所离, 乃除诸患。 当如是之也。 总而言之, 如如不动, 即不生之意, 不取于相, 即无助之意。 先须觉照本不生, 乃能无助。 至于义无所助, 便正无生。 交互用功, 是未要门。 且如是用功, 是贯彻到底的。 从初入手, 乃至诸, 行, 相, 地, 等觉, 妙觉, 皆不外此。 故曰,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一切诸佛, 从此经出也。 而上来特引了言, 原觉, 以正此意。 一族见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矣。 更有尽者。 本经已无助破我, 未为一主旨。 可见全经皆是全显, 欲破无名, 当不取向之意。 后半部说诸法亦如, 说一切皆是等, 即是全显如如不动之意也。 带令通达无我法, 而所谓通达, 守领开佛之见。 往后更畅发原生性空之意。 此刻既已不取于相两句, 开示学人应觉照如不动之本境义, 而下复开示以官法原生。 恰语正宗分后半部, 先显如如, 似说原生之意去同。 此证只是全经要旨在后半部。 演说者, 若不达后半部之意, 前半部便不得要领, 受识者, 若不从后半部所说之入观, 亦复不得要领也。 此事深深, 指, 即当体会。 至于此刻既令绝照本性, 下刻则令官法原生者, 尤为善巧, 尤为恶药。 此证佛之佛见, 学人即应如是通达。 盖凡夫全体无名。 虽曰绝照本性, 而本性面目久隐, 无非黑漆漆的无名而已。 然则奈何? 经开示之曰, 当先观诸法原生, 以作方便。 顾下刻解语曰应作如是观, 未必当如是作观也。 何以物? 观诸法原生, 即是观诸法空相。 相若空时, 岂负有取。 则如如不动矣。 可不畏之善巧呼。 可不畏之恶要呼。 此意下刻更当详谈。 眼说眼字, 有声亦焉。 眼者, 眼亦也。 未经亦幽深。 说经者当产其为, 发其影, 广真薄影以宣扬之。 物使其意曲唱旁通, 乃不须此依说而。 说一切经, 皆当依此鬼则也。 物, 赐, 观法原生。 何以故?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何以故者, 问不取于相之所以然也。 所以然有二意。 一, 应何而不取? 寄予前三句以足答事。 二, 何以能不取? 则需全济方足答事, 而归重于第四句。 经假设问答已明知。 问, 应何而不取? 答, 应一切有谓事相, 皆是原句则生, 原散则灭。 变化迷藏, 执着不住。 如梦, 幻, 泡, 影, 漏, 电燃, 似有无时故也。 问, 然则何以能不取? 答, 应于一切有谓法, 作如梦, 幻, 炮, 影, 漏, 电关。 知其当体即空, 不生贪者, 乃能不取也。 如上所说, 本科大致以明, 自在详细说之。 当之如如不动, 是真实性。 一己所谓不生不灭之无谓法。 前云, 一切贤盛, 皆以无谓法而有差别。 经不令官无谓法如如不动之真性, 而令官有谓法原生无时之幻香, 何也。 此我是尊身之凡夫之病, 特为巧开方便也。 此中有二要义。 一, 凡夫之所以为凡夫者, 无他。 被绝合成, 向外持求而。 何故向外持求。 无他。 分别幻香, 贪者幻香而。 何故分别贪者。 无他。 误认一切有谓法未真实而。 由事之故, 越迷越深, 不肯回头, 永悖轮转以。 故今入门初步, 先须令其身观一切有谓之法, 如梦, 如幻, 如炮, 如影, 如漏, 如电, 莫非虚假, 一切皆空, 到底亦无所得。 所得, 唯一苦味而已。 且其苦无穷, 说亦说不出。 所谓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是也。 果能常坐如事观, 动明皆空之理。 树鸡不再受骗, 而能死心踏地回光返照乎。 此所以欲观无畏之真性, 应先观有畏之环香也。 此地一要义, 必应了知者。 二, 一切凡夫性光, 早被无名引赴。 有如一轮稿日, 竟被乌云遮盖。 光明全暗。 太阳看不见了。 此意如是。 妄念分动, 未曾暂停。 今欲观之, 而能观所观, 莫非无名忘食。 何能观见本性? 此欲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 肯来看去, 无非昏扰扰香, 是一个道理。 故原觉经约, 以轮回心, 生轮回见, 入于如来大寂灭海, 终不能至。 轮回者, 生灭之意。 记者, 无身。 未真如非可以严全也, 灭者, 无形。 未真如非可以相显也。 数穷三计, 横辨十方, 约大。 体背万得, 用该万有, 约海。 如来大寂灭海, 即未如如不动之本性也。 可怜凡夫, 全是生灭心。 即发心作官, 亦是生灭剑。 经欲以此生灭心, 生灭剑, 官不生灭之原觉信海, 全然返辈。 故约不能至。 不能至者, 言其南远北者也。 然则修缘觉者, 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 岂非竟无下手触乎。 我世尊大慈, 经语之曰, 勿忧, 有妙法在。 其法云合。 宜观诸法原生, 自有入处矣。 此意, 无意曰, 诸不必强席妄念。 虽欲席之, 亦不可得也。 但当相有造作, 有对待之一切有畏法上, 观察其变化无常, 如同梦幻泡影漏电一样。 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 不过元会时, 现有生起之幻香而。 实则生即无生。 从此可知, 表面虽万象森罗, 而其底里, 全然乌有。 时时处处, 如至观察绝照, 便有不可思议功德。 何谓功德不可思议? 当之观诸法原生之理, 若领会的一切法当体是空, 便能契入诸法空相。 相空则性自显。 何以故? 有相, 则诸法千差万别, 相空, 则诸法亦如故。 诸法亦如, 即是性光显现故。 性光显现, 即是无明以明故。 虽无明未必具断, 未必具语如如不动明和, 而至理明和, 时机于此。 何以故? 妄念从此日保故。 对境欲缘, 不亦为其所转故。 由事言之, 观诸法原生, 无意观诸法空相。 观诸法空相, 无意观如如不动也。 换言之, 观生灭之有为法, 如梦如幻。 便不知不觉引入, 不生不灭之无为法矣。 功德和可思一哉。 此第二要义, 为无人更应了知者。 和尚说两重要义, 可见作如是观, 譬如用起重机, 四两可以提千金, 毫不吃力。 轻轻巧巧, 拨云雾而见青天。 真善巧方便也。 不会学佛以来, 前二十年, 虽修种种法, 做种种观, 毫无进步。 依日于此四聚集乎若有误。 依此修观。 出意若即若离, 若明若昧, 未成片断, 并无甚效。 既物应于一切静缘上 极力作意以观察之。 虽一极小知识, 或极顺心, 或极不顺心之时, 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 极修持佛法意如梦幻等道理应之。 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如是久久, 虽于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功夫上浅。 然时从做此观起, 此心见觉空空洞洞。 于一切静相, 见能无动于衷。 看今时眼光便觉亮些。 念佛时亦觉踏实些。 今请诸君示之, 必有受用。 当之伯得凡夫, 欲光返照, 舍此无下手处也, 珍重珍重。 今在江上科与此科之意, 综合而言说之。 上文如如不动, 是说性体圆满显现。 论其究竟, 虚智佛为方能圆满。 初诸以上不过分分现而。 故为之分正觉。 若性为中人, 则仅得其仿佛。 所谓相似觉也。 故前人有将上如字, 作相似侍者。 然如如不动聚精益, 是自出发心乃至究竟贯彻到底的。 故不宜呆板作相似侍。 应作真如是之, 乃能圆设一切。 无论相似而现, 分正而现, 乃至圆满显现, 皆由不取于相来。 故相自, 不取自, 其意意亿付包罗生广, 贯彻到底。 相则无论空, 有, 以及双意, 双非, 皆设在内。 其总相, 则我, 法二执事也。 于此诸相, 一切不着, 乃未不取。 且并不取亦付不取。 则离而又离, 得摩所离, 即除诸换矣。 于是乎如如不动之性体权章也。 然而下手方法, 须从未动念处绝照。 即观如如不动之本性事也。 此即冷言以不声不灭为本修因之矣。 亦即所谓依本计之性以修止, 而后的定, 依本照之性以修观, 而后的会之矣也。 若不知从此入手, 便是错乱修习, 盲修瞎恋。 譬如主杀未犯, 永不能成。 虽初学权势无名, 观之不见。 然必应声名此理, 情情圆照。 如前所说前念已灭, 后念未生, 正嫩磨时, 一心战绩, 了了明明, 事之未照。 原者非着力, 非不着力, 不审不服事也。 此即一线会光, 之幻即离之最初方便。 一面父尊依此计, 观一切法, 皆如梦, 幻, 炮, 瘾, 露, 电, 原生即空。 此法更为方便之方便, 所谓之幻也。 两种最好兼修。 以此两法, 互相助成故。 盖觉照本性, 是在本缘上用功。 观一切法, 是在禁缘上用功。 又父前观修定之义居多, 后观修会之义居多。 定故可以生会。 然非先开会, 其定义不能成。 故互助之中, 原生观有要。 以观原生, 即可引入如如不动故也。 此意前已详哉言之。 是思应作如是观修, 大有非此不可之意。 何等恳切。 作字要紧, 未应时分作一观之也。 佛说此经, 本为凡夫发大心者说。 此二句一记, 正是指示大心凡夫下手用功处。 故前后两观, 勿须绵绵蜜蜜蜜, 替换行之。 行之既久, 必有得处。 如是二字, 故是指上文如梦如幻等说。 须知如梦如幻, 正为诸法之相本空。 亦即正为诸法之性亦如。 可见如是之言, 时涵有意如皆是意味。 所以观诸法原生, 便可契入如如不动也。 然则作此观者, 可以一高到底, 彻见本性。 故曰应作如是观。 由言观一切法如梦如幻, 即是观亦如皆是也, 故应作也。 开示尊尊, 岂容忽略读过。 有谓法, 不但是间法也。 佛法亦设在内。 故曰一切。 原觉经曰, 生死涅槃, 犹如昨梦。 无其无灭, 无来无去。 其所正者, 无得无失, 无取无舍。 其能正者, 无作无止, 无认无灭。 于此正中, 无能磨锁。 毕竟无正, 亦无正者。 一切法性, 平等不坏。 此中一切是同梦幻而无知。 正所谓诸法空相。 即不取于相知义也。 亦即只是观一切如梦幻而空之, 便弃入如如不动也。 故节之云, 一切法性, 平等不坏。 平等, 即是如如, 不坏, 即是不动也。 故原觉此段文, 恰好引来做此经二具一记的注脚。 总之, 无论染法尽法, 既有此法, 便有对待。 既成对待, 便是有畏, 便有生灭。 故皆如梦如患。 然而欲证诀呆之无畏法, 非从对待有畏, 其修不可之。 亦以设此别无入手处固也。 不但官员身世有畏法, 即绝照本性, 亦是有畏法。 何以故? 绝照即是官。 既有能官所官, 便成对待故, 有对待便有相, 便落有畏矣。 本经所说, 皆是无畏法。 且明明曰, 一切贤圣皆已无畏法而有差别。 经于开示演说受迟时, 却另应官有畏法。 此为全经经止绝大关键。 亦及学佛者仅要关键。 当之无畏者, 魔所作为之畏也。 若魔所作为, 妄赫能处。 真赫能震。 凡何从转。 圣何得成。 故无畏法。 须从有畏法作出。 故曰应作也。 作自有利。 但第一要义明了。 是以无畏法为目的, 借有畏法作路径。 若只认无畏, 比弃有畏, 是自觉也。 若者与有畏, 不知无畏, 是又自化也。 前者, 所谓直信费修者也。 后者, 所谓者是魅力者也。 第二要义, 应明了者。 修有畏法而不着, 便是无畏。 除此别无所谓无畏法也。 所以本经开章所说, 时无众生的灭度, 当自度尽众生出, 于法不住, 当自行于不失出。 以后所说, 其只去莫不如是。 夫度众生, 行不失, 有畏法也。 无灭度, 不住法, 无畏法也。 如是做去, 便是设有而不住有, 观空而不住空。 虽中日行六度万行, 中日讲经说法, 而时中日涅槃。 由此可知, 不取法, 当从不取非法做出, 即非, 当从世明做出, 不执着, 当从不断灭做出, 无实, 当从无须做出, 乃至无甚无凡, 即从有甚有凡中见, 不依不义, 即从一意中见, 不来不去, 即从来去中见。 此之为诸法一如, 是法平等。 乃至不生不灭, 即从生灭上见。 此意, 即是虽生灭而始不生灭, 虽不生灭而是现生灭。 此之为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无住之指, 于是乎究竟缘满矣。 而其枢纽, 即代官把原生如梦如幻, 乐其皆空, 所以无住也。 故学人最要方便, 应做如是官也。 做如是官, 便是不费有味, 不爱无味。 自然而然, 遮罩同时。 中中气入如如不动原觉性海意。 一部圣身经典, 归道即平淡, 即切尽, 四句即中。 一切众生, 无论利盾, 皆可随顺而入。 此之为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此之为真实义。 此与续分所续穿衣吃饭等事, 同一趣味。 皆是指示道不远人, 即在寻常日用中。 须于寻常日用中, 看得透, 把得定。 成佛, 成菩萨, 便在理许。 所有自度度他等行愿, 乃至礼佛诵经诸事, 当事同寻常日用, 造次颠沛福利。 而又行所无事。 树呼其境道矣。 顾得此四句即, 不但全经在握, 一切佛法在握, 而成佛, 成菩萨, 亦在握矣。 所谓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者。 今乃之诸佛即法, 皆从于一切有畏法, 作如是如是梦幻泡影漏殿等官出耳。 无被信蒙佛恩, 受此妙法。 唯有意依此法, 如是受持, 如是演说。 比一切众生, 皆作如是官, 皆得正无身。 乃足以少报本师之恩耳。 上来要指以尽。 智若梦幻等欲, 其义圣经, 圣戏, 圣庙。 故作此官, 便可正道也。 自当详细说之。 佛经中所说有为法之辟欲甚多。 梦幻等欲之外, 如干踏婆尘, 水月, 树诀, 神蛇, 空花, 兔角, 龟毛, 等等。 其大指, 无非显示万法皆空之理。 警告凡夫, 不可认以为实。 以迫其分别执着, 引令出弥尔。 卫义金刚经, 其欲有酒。 曰, 一切有为法, 如心, 意, 灯, 幻, 漏, 炮, 梦, 电, 云, 应作如是官。 晴义则曰之为六。 多少虽书, 理则亦也。 六欲之中, 梦欲为总。 换, 炮, 饮, 漏, 电, 为别。 皆所以名其如梦也。 根性好者, 一文梦欲, 便可名了原生之法, 当体皆空。 因恐或有未了, 故父说换等无欲。 五欲若名, 当可恍然万事同归一梦矣。 所谓梦者, 原生法之义也。 古语云, 日有所思, 夜行诸梦。 所思及其作梦之缘也。 亦有并魔所思而梦者, 如世俗所言之托照, 则托照亦其入梦之缘。 故为原生之法, 有缘必有因。 作梦之因为何? 亦是, 亦曰忘心, 是也。 若无此因, 原意无从寓意。 故曰至人无梦。 盖有道之事, 忘心虽未断, 必已能服。 故梦少也。 由此可知一切皆为心所造矣。 可怜凡夫, 梦时故事忘心。 及其所谓省时, 亦全是忘心也。 故其所谓省, 依然是梦。 何以故? 从来迷而未觉故。 若其已觉, 绝不至但知梦中之悲欢离合, 得失穷痛未假。 而又认所谓省时之悲欢离合, 得失穷痛未真也。 须知省时之心, 与梦时之心, 即皆是妄非真。 所以省时种种境遇, 或由计划而成, 或出意料之外。 与其入梦之, 或由于日游所思, 或由于神灵脱照, 其理由全痛也。 而转眼皆空, 勒摩索得, 亦复毫无二致。 岂非省时即是梦时乎。 故警告之曰如梦也。 乃迷恋其中, 计较分别, 执着不舍。 真痴人说梦已。 故曰众生从来不觉也。 今曰如梦, 正患其素绝耳。 或曰如梦之理, 说世间法, 诚然不污。 而永明受禅师曰, 大作梦中佛事。 何以佛法亦可作如梦观耶? 此有四重要义, 不可不知。 曰凡敷言, 其义有二。 一,佛法作如梦观者, 不可执着之义也。 佛法重在破我。 若有执着, 我贺能破。 故应彻底浅知。 佛法尚不可执, 何况世间法。 二, 学佛者为正性也。 若不正性, 便不能超凡入圣。 而性体空济, 故一切修功, 必应归无所得。 方与空济之性相应。 佛法作如梦观者, 令其勤修佛事, 而归于乐不可得。 树姬能所双亡, 至理名何也。 约佛菩萨言, 其义亦有二。 一, 佛菩萨皆是已觉之人。 其大作佛事广度众生而能行所无事者, 视之如梦固也。 是涅槃如昨梦, 所以不住涅槃, 而大作佛事, 是生死如昨梦, 所以不住生死, 而常在定中。 二, 菩萨做佛事者, 自觉觉他也。 至于佛位, 觉已究竟, 而仍做佛事者。 因无尽之众生, 尚在梦中。 以同体悲固, 不自以为究一也。 故常行菩萨道, 而现身于大梦未行之众生中, 而做佛事。 所以永明曰, 大作梦中佛事儿。 综上四义, 可知大觉者是生死涅槃, 本无可得。 故曰, 生死涅槃, 如同昨梦。 亦为, 助于生死, 故是做梦, 助于涅槃, 亦是做梦。 必亦无所助, 乃未大觉儿。 所以若助于所修之法, 助于所说之法, 助于所得之法, 则皆是做梦矣。 故本经主旨, 在于无助。 故曰, 应魔所助行不失, 应离相发菩提心也。 总而言之, 观一切染尽法如梦者, 亦在通达一切有位法本无可得也。 亦心清净, 有何可得乎? 若有可得, 即非清净已。 故应观一切有位法如梦也。 我世尊说法四十九年, 而约无法可说。 又约, 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少法可得。 果的觉者如是。 在因地修行者, 亦必应如是可知。 能言经云, 应当审观音一发心, 与果的觉, 为同为义。 若于因地, 以生灭心为本修因。 而求佛成不生不灭, 无有是处。 有可得, 生灭心也。 观其如梦, 了不可得, 不生不灭也。 当知梦即是有位法。 若知其梦了不可得, 而不弥不直。 有位法变成无位法义。 如自有位。 未觉者, 应观其所谓醒者, 依然如梦, 乃可以解脱一切, 远离颠倒。 以觉者, 应观其所谓觉者, 亦复如梦, 又何妨陷入华须, 游戏三昧耶。 总之, 六欲皆是贯彻到底的。 不仅为凡夫言也。 二圣若知度身如梦, 了不可得, 便不至神空至己。 一类菩萨, 若知上求下化如梦, 了不可得, 便可成佛。 故作如梦之官, 正是赵普我, 法二执之宝尽, 度入大寂灭海之慈行。 由上所说, 可知一切有谓之法, 皆是依心为因, 脱是为缘, 因缘会合, 所生之果而。 除因果外, 一切乌有。 而明知为果, 细又成因。 说之为因, 炫富昭果。 是及因果之本身言之, 亦富毫无定形。 故曰当体是空。 譬如做梦, 非不适相俨然, 却适有即非有。 故曰因缘身法, 即假即空。 故说一梦欲, 以足乐彻一戒意。 但以众生久在迷途。 平日未尝不知事事如梦, 乃一欲顺逆境界当前, 仍富执迷, 放不下去。 且曰, 过去是诚然如梦。 若静欲当前, 历历身受, 不畏之时事可乎。 故又告之曰, 顺逆诸境, 虽历历身受。 其时皆如患耳。 患者, 佛经所说之患数也。 今时则明约系。 若曰, 如今患人患数乎。 患出种种非前动直之物, 岂不掩然似真。 又如坐细然, 粉末登场时, 邪阵咸鱼, 悲欢得失, 神情活现, 能令人为之言哀, 为之泪下。 如意为真乎。 因其非喜无端, 恍同身受, 遂之以为时事乎。 当之人身在世, 亦复如是。 一切遭逢, 莫非望时夜缘之所变现而。 世间即是戏场。 一切众生, 即是戏场中的各种角色。 当其裸骨喧甜, 非常热闹之后。 有智慧者, 便当自警, 转眼及下台译。 此刻在此做这个角色, 不过为业力所迁, 需了却一段原法而已, 岂可当真。 譬如唱戏, 既做了戏曲中一个戏字, 必有素因, 方献此果。 固然不能不用心唱作, 误了所报的目的。 然而断没有执着戏中所扮演之人物, 当作自己者。 戏字之目的为何? 名誉金钱事也。 做人亦然。 今世来做这个人, 不过赞充这出戏中一个角色而。 戏字上能不止所扮演者, 当作自己。 无被其可误认所赞充之角色为自己呼。 当之因果难逃, 因果可谓, 既赞充了这个角色, 自然不能不用心唱作, 以免误了目的。 但且不可指认名利为目的。 需认准自己本有之家宝, 以为目的。 家宝者何? 自信三宝事也。 必应了了觉悟, 做此假戏, 既不可错了因果, 千累自信, 更不可误认假戏未真, 媚师自信。 所以震荡声歌嘹亮, 大众注目之时, 便应自觉自悟, 此一出唤戏, 非我本来面目。 适当反我出伏。 树鸡锣收身, 风流云散时, 不致懊恼悲伤, 手足摸索措耳。 故约应作如幻观也。 世尊大慈, 犹虑众生执迷不醒, 以为一切人事未知如幻, 诚然非虚。 然而抚念身世, 终难放下。 盖其意中, 但能领会世事如幻。 而游刃偌大的世界, 及其宝贵的色身, 未真实有, 故放不下耳。 应诱告之曰, 如炮如影。 如炮, 欲世界也。 如影, 欲色身也。 何以故? 所谓炮者, 由于水未封骨, 激荡而沉者也。 而世界则由一切众生, 于信海中, 岂无名风, 造此贡业之所结成。 故以如炮欲之。 所谓影者, 由有日月灯光照之而现者也。 而色身则由性光之所变现。 故以如影欲之。 此事, 此身, 既宇炮, 影同一元身。 可见身, 是, 亦宇炮, 影同一虚妄矣。 岂可迷未真实乎。 此一人言经言之罪名。 经约, 任务终迷, 会媚未空。 空会媚中, 结案未色。 色杂妄想, 想象未深。 此段经文, 是说决性原名, 大而无外, 较而无内。 本无所谓虚空也, 世界也, 色身也。 全由众生决性仗毙。 遂至本来原名者, 成为会媚。 会媚者, 所谓昏扰扰相也。 既已不悟, 乃反任会媚未虚空。 故曰会媚未空。 是则由其任务终迷之故也。 任务终迷者, 言其自以为物, 实则依然是迷。 何以故? 以其任会媚未虚空故。 虚空即是会媚, 复纠结此会案者未色。 故曰, 空会媚中, 结案未色。 色者, 得水火风似大事也。 正指世界及一切有情无情之色相而言。 先任会媚者未虚空, 复任会暗结成者未世界。 更任色与妄想杂成者未其宝贵之身躯。 故曰, 色杂妄想, 想象未深。 首具认字, 直观到底。 妄想二字, 亦贯通上下。 何以误认? 游有妄想故也。 妄想者, 时之别明也。 受, 想, 行, 为时之心所。 故此中妄想之言, 即指五蕴中之受想行十四蕴。 想象未深之相, 即上文色字。 想, 即妄想。 一切众生之身, 无非五蕴假合。 故曰, 色杂妄想, 想象未深。 为四大之色相, 与受想行十之妄想, 杂而何之, 成此幻深也。 此段经文, 明白开示, 虚空, 世界, 色深, 全由众生昏扰扰的妄想之所变现。 妄想本非真实。 刹那生灭。 由其变现之身世, 岂能真实乎。 人人皆知水中之泡, 及其脆薄, 被亦坏灭。 殊不知世界亦然。 物为江山千古也。 虽整个世界, 未聚坏也。 然而临古山丘, 桑田沧海, 时起变化。 足震时时在成坏中。 此年是稍多者, 所长经验之事。 原非理想之谈。 且能言又云, 空生大绝中, 如海一欧发。 有漏为成国, 皆依空所生。 欧灭空本无, 旷富诸三有。 有漏为成国, 有漏, 名其壁坏。 为成, 名其其系以甚也。 三有, 为三界也。 此段经文, 是说慧昧之虚空, 在大圆绝海中, 如海上之一炮。 哦, 即炮也。 而为成国土, 更是依附海炮之物。 炮若灭食, 且无慧昧之虚空, 何况三界也。 一界学人, 常当观照此理。 所认之虚空, 上世惠媚的昏扰扰相。 尚且渺小如炮。 何况世界, 何况此生, 何足算灾。 岂可一气包含虚空, 囊括三界之真实原名信海。 而任意渺小碎薄, 成坏无常之福哦乎。 至于饮者, 望之似有, 考识则无。 此生亦然, 虚望现有, 考识则无。 譬如镜中人饮, 应照则现。 肥瘦长短, 先毫不爽。 此生亦然, 因心造业, 寻业而现。 受妖好仇, 因果难逃。 南岳斯大师曰, 静心如镜, 凡胜如相。 此名声之可见, 应静心本具见性。 犹如相之可见, 应明镜本具照性。 其可因其可见, 遂误任未时有。 且静心之见性中, 本无此生。 不过见性发现之隐儿。 亦由明镜之照性中, 本无此相。 不过照性发现之隐儿。 以上所说, 犹是以幻生望于静心, 明其为静心所现之隐。 若曰幻生当体说之, 亦父如隐。 何以故? 除五蕴外, 勒不可得顾。 而且五蕴中之色, 即是四大。 四大即如浮偶。 其于受想行十四蕴, 又莫非虚妄。 明曰妄想, 故是虚妄, 然则即五蕴本身, 以勒不可得已。 何况五蕴假合之换身, 其为四有时无可知。 勒不可得者, 言其有即非有也。 正如隐然, 但炫祸人眼耳。 其时本空也。 一切凡夫所最执着已为时有者。 时心, 世界, 及其自身也。 经一一破其或曰, 时心如幻, 前言世间即是戏场, 一切众生即是戏意中角色, 莫非时心也缘之所变现, 故曰如幻, 世界如炮, 此身如影。 身, 心, 世界, 尚且虚妄飞时, 则其余一切有为法相可知已。 然而迷途众生, 虽知身心世界飞时, 或由英雄待乎, 不能情作如梦如幻如炮如影之观。 因幼景策之曰, 如漏如电。 漏则日出而息, 流不多时。 电则绚身绚灭, 刹那而过。 所谓生命在呼吸间。 当家仅用功, 如旧投然也。 何此如幻等五欲观之。 即是关于万事如梦, 有即非有。 故曰, 如幻等无观, 是别。 如梦观, 是总。 观辞六欲, 虽是观诸法空相。 即是观如如之性。 以性相本来融通故也。 故观原生, 即可契入如如不动。 故无畏法性, 从观有畏法相如梦幻入手, 便是两边不着, 何乎中道。 此意浅已详谈。 经在以三性三无性说之六欲中随念一欲, 皆可明三性三无性之理。 自且约总欲如梦说, 予可立之。 三性三无性, 鉴于仁家经, 及法相宗各经论。 此为相宗经要之矣。 佛说法相, 原为名词。 若不知注重, 但相所细处抖西。 虽将一切法相, 抖之吉祥。 未免入海算沙, 施其所踪。 当之三性三无性之意, 学性踪者, 亦应通晓。 因此意贯通性相。 若知此意, 则于缘起性空, 更能撤了。 修持观形, 更易得力。 盖上来所说如梦观, 上世总观大致。 若依三性三无性之理观之, 则更入身为矣。 何谓三性? 一,便记直性, 二,依他起性, 三,缘成实性。 便记直者, 未普遍计较执着也。 即信宗常说之分别, 执着、攀缘、 无明、妄心、妄想等。 信宗亦为之分别性。 此事妄想, 云合称之为性耶。 亦在明其虽是无明妄想, 然为真心之所变现, 非离真实性而别有也。 但相宗明为遍计直性, 是单曰凡未说, 信宗明曰分别性, 则兼曰凡慎说。 慎未知分别性, 是明其应援至现, 对机说法, 丝毫不爽。 四,有分别, 盖曰众生边望之云然而, 非为慎未上其念分别也。 当如是之, 依他起性, 即性宗所说之缘起, 缘生、 性起。 此正本性随缘献起之相用, 相用缘不离乎性体。 若无性体, 便无相用。 故曰依他起性, 依着, 随也。 他, 止缘而言也。 缘成实性者。 缘, 未圆满。 臣, 未本具。 缘臣字, 约体说。 明其本来圆满具足, 非造作法。 一间约相用说, 未相用未体所本具, 尽得圆满也。 十, 即真实。 此即性宗常说之法界, 真如, 如如, 真心, 实相, 原觉, 自性清静心等, 其名无量。 性宗义未知真实性也。 何谓三无性? 一, 相无性, 二, 生无性, 三, 圣意无性。 无自胜活。 有非自义, 有控之之义, 即不可执着事也。 相无性者。 众生于一切事物上, 忘记有我有法而执着之。 所谓便记之也。 殊不知便记所执之我相法相, 完全由于误认。 譬如认神为蛇。 不但蛇相非实, 即神相, 又何尝真实? 故曰相无性。 未虚妄之相, 非真实性。 当体会性中本无有相, 应不着相而无之, 乃是性也。 生无性者。 生, 未原生。 盖一切法, 但依因缘俱会, 甲献生起之相而。 所谓依他其也。 然则即为原生。 可见一切法, 本无实。 体为尽性。 恰如神之身起, 亦由因缘集合而有。 神非实体, 其体乃麻。 故曰生无性。 为原生之法, 本非真性。 当体会原生法, 虽以性为体, 而云体中, 中无此原生, 应不着原生而无之, 乃是性也。 圣义无性者。 真如之性, 为一切法之本体, 明第一亿, 亦明圣义。 此性真实, 众生本具, 本来圆满, 所谓圆成实也。 然圣义义是名字, 如麻义是假名。 故曰圣义无性。 为圣义义为名言, 而非性也。 当体会真实性中, 本无圣义名字, 应并圣义义不着而无之, 乃真实性也。 性宗立明略义。 明相无性, 约无相性, 为不着相, 方是真性。 明生无性, 约无生性, 为不着怨生, 方是真性。 明圣义无性, 约无性性, 为性亦不着, 方为真性。 此义, 正显相继离性而无体, 性亦非离相而别存。 予亦有缘。 故无性性, 亦明无真性。 未并真实之见无存, 乃是真实性也。 又明无无性。 似无自, 空无之意。 为不着空无, 乃是真实性也。 上来略是明异境。 当在约如梦之欲, 以明三性三无性之理。 佛说三性三无性, 所以显性, 相之缘容也。 诸有智者, 必应明了三性三无性之理, 以贯通乎性相, 则能空有不着, 何乎中道。 而经令官一切有位法如梦者, 应作如是官, 便能洞彻三性三无性之理故也。 幻言之, 若明三性三无性, 方能彻底了然一切有位法之如梦。 自故将如梦之意, 与三性三无性之意, 何而言说之? 以其于此二意, 皆得彻了。 至于幻等五欲, 原是说以正名如梦之意者。 故虽谨约如梦而说, 而予亦已足。 当之清静心中, 本来离象。 是未真实性。 由之心若清静, 便无梦相也。 但因真性已随缘故, 献起身心, 此未妄心, 即是时也, 世界等相。 是未依他起性。 无意入眠时, 随缘而献梦中尽相也。 乃凡夫之人, 以不明一切有位法, 即是原生虚相, 身本无身故。 遂至计较执着, 任虚未识, 是未便即执性。 正如于痴之辈, 以不知梦为原生虚相, 有即非有故。 而直梦尽未真实也。 是故若知梦中尽相, 皆是一心之所变现, 有即非有者。 当之无相性, 亦父如是。 夫一切法, 莫非心造, 故称有位。 然则有位之法, 即皆心造。 可见心性乃真实体。 一切有位法, 不过依心托事, 随缘献起之相儿。 所以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其可知以为实乎。 若其直知, 是弥相而魅性已。 何以故? 性本无相故。 若知心本无梦。 但由妄想熏起。 而妄想本虚, 所以由其熏起之梦, 有即非有者。 当之无身性亦父如是。 夫一切有位法, 即是原会假献之身相。 可见性体中, 本来无身。 故一切有位法, 即不可知以为实。 即其原生之虚相, 心中亦不可存。 若其存之, 依然魅性。 何以故? 性非原生故。 若知梦时心, 与醒时心, 并非二心。 但由睡眠之故, 名为梦心。 时则非梦心外, 别有省心者。 当之无信性亦父如是。 夫妄心, 真心, 本来不耳。 但由无名不觉之故, 名为妄心。 若无名, 名, 而不觉, 觉, 妄心便是真心。 由之若不入睡, 梦时之心, 原为醒时心也。 故修行人, 不可于妄心外, 别只有一真心。 换言之, 即是不应色以明空, 灭香以见性。 若其如此, 仍负魅性。 何以故? 不着于性, 乃真实性故。 所以者何? 苟有取者, 便为我相我见, 而非自性清静心矣。 上来所说, 是以如梦之意, 说三性三无性。 则三性三无性之意, 彻底动明矣。 吉父以三性三无性之意, 说如梦。 故如梦之意, 亦可彻底动明矣。 宗观上说三性三无性之意, 可知要紧功夫, 为在不起便即时。 则依他, 便是缘成时。 何以故? 于性相皆不计之, 虽赤然献相, 而心故无相也。 虽是入生死, 而性本无生也。 计较即是分别, 所谓第六时。 执着, 所谓第七时也。 此即无名不绝。 此即我见。 故本经唯一主旨, 在于无助, 以破我也。 宗观上说如梦之意, 可知作如梦观, 是贯彻到底的。 即是由粗而细, 由浅入身, 从出修至于究竟。 一切行门, 皆不外乎此观。 盖说一梦字, 以欲无名不绝也。 复说亦如字, 则欲无名不绝, 似有时无, 尽本非有。 荆棘, 却疾。 不但此也。 如梦者, 似乎做梦也。 似乎做梦, 正显一切有未法, 是有即非有的, 亦显一切有未法, 是非有而有的。 观其有即非有者, 不可这有也, 观其非有而有者, 不可这空也。 故如梦之言, 不是但令观有如梦, 乃令并观空有一切如梦。 果能于一切有未法, 有即非有。 何妨于一切有未法, 非有而有。 此之未大作梦中佛事。 学人出下手, 便作此原遁妙观。 则既不值时, 亦不值虚, 且不值无。 即是本经所说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亦空到底已。 于是虽设有, 而不住有。 虽行空, 而不住空。 故能中中契入无相, 无不相之实相。 则如如不动矣。 盖不住, 而设有行空, 正所谓即止之官也。 行空设, 而不住, 正所谓即官之止也。 故作如是官, 便是止官双运, 便能定会君等。 则如是而正, 便能达于记而常照, 照而常记。 记照同时, 故约一切诸佛, 从此经出。 总而言之, 一部金刚般若, 无住妙止, 全在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上。 而欲达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全在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是官上。 一切学人, 当从此官, 随顺而入。 此官, 正是金刚会见, 无坚不摧, 无无名烦恼而不破也。 故应如是眼说, 如是受职。 永永流通此少龙佛种之无上大法也。 病, 刺, 正结流通。 佛说是经已。 长者须菩提, 吉诸比丘,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仪,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佛说此经已者, 未甚深经典, 说已究竟, 无义不张也。 已自正与下闻欢喜奉行相呼应, 以险计较相扣, 大众皆能闻私行之之矣。 且显信奉流传, 永永无尽, 虽名曰矣, 而时未常矣之矣也。 长老未当击众, 故狩猎之。 四列四重者, 皆是佛门弟子也。 比丘, 亦为启事破恶不魔等, 比丘尼, 为出家二重。 上有位受巨族界之沙弥, 沙弥之亦为习慈, 习恶行慈也。 又为秦策。 沙弥尼, 亦设在内。 幽婆赛, 幽婆仪, 此云亲信是, 亲信女, 亦云敬是男, 敬是女。 为亲敬三叶, 信奉道法。 堪以亲敬三宝, 臣是供养者也。 是位在家二重。 在家人欲入佛门, 先须请比丘, 受三归一。 若无比丘, 可请比丘尼。 此为正是入三宝门。 可名佛弟子, 亦名三宝弟子。 既受五戒, 则名幽婆赛, 幽婆仪。 若未受五戒, 不堪此称也。 在境, 可受菩萨戒。 菩萨戒, 有仆位出家在家同说者, 如范网经所说之十众四十八卿。 有专位在家二中说者, 如幽婆赛借经所说之六众二十八卿。 若在家人, 自审能依依如出家人, 可与出家人同受。 否则不如受六众二十八卿。 应受戒便当奉持。 躺受而不持, 遭罪不小。 必应戏亦审量而后受之。 受菩萨戒后, 则称菩萨戒幽婆赛, 幽婆仪。 若尚未正是三规, 只称姓氏, 姓女。 不称佛弟子, 即幽婆赛, 幽婆仪也。 幽婆赛, 幽婆仪, 皆可讲经说法, 而未法师, 唯不可未归戒师。 因自己未受巨族戒之故。 三规一, 即是戒也。 今是有向在加善之事请求规一者, 此物也。 当之请求规一, 乃是请求未传三规一者。 此事只可向出加善之事请求也。 若向在加善之事请求讲经说法, 为其弟子, 依以为师, 则故无不可者。 如其志愿真诚, 堪以教化。 善之事亦不宜一味俊俱也。 无论俱会之所, 或在道路间。 在家二众。 当竟让出家人居前, 虽出家在家, 同位佛子。 然以赐地言, 比丘辟若长子, 赐则比丘尼, 沙弥, 沙弥尼, 幽婆赛, 幽婆怡, 不可吻也。 当之出家者歌舍恩爱, 远以成俗, 以再注持三宝之列, 其在家二众, 混身五欲脱泥带水者所可及。 故应尊重。 急破戒森义不可轻视。 何以故? 当之出家之戒, 繁密严重。 比丘巨族戒有二百五十条。 比丘尼巨族戒有三百七十余条。 少不经意, 便以侵犯。 奉持二字, 谈何容易? 及沙弥, 沙弥尼, 亦受十戒。 比在家人亦多一倍亦。 其可轻作鸡瓶。 果身知其言行相为, 或不守轻规, 敬而远之可也。 此尊佛志, 所谓莫并是也。 莫者, 不扬其过。 病者, 疏远之矣。 即对在家二重言行相为者, 亦应如是。 此事修行人应守之本分, 不可忽也。 总之, 若遇佛法昌明, 必须出家在家众中, 皆有道高得众为众所福者, 以为领袖。 且需政治轻。 知福中主要之人, 亦能信奉三宝。 互相维护而诊斥之, 使客有继而。 依佛志, 出家人若为佛法, 即归僧中领袖大德, 依佛律制之。 塔犯国律, 亦需经其领袖的同意。 先令还俗。 后方可依释法制之。 而犹在PT时, 严选资格。 乃为正本清源之道也。 缩破一大千世界。 其中有十万万四天下, 十万万六欲天等。 旷佛说法时, 十方无量数世界菩萨、天、龙、 来复法会者, 甚多甚多。 故约一切世间。 说一天, 即修罗, 即设八部。 此中人自, 通知四众以外之人也。 不说菩萨者, 其意有二。 一, 此经说在大班落法会之地有会。 前会以降列菩萨以。 此故略知。 二, 此经是为发大臣发罪上臣者说。 可见在会者, 皆是发无上菩提心之菩萨摩赫萨。 故不别列也。 皆大欢喜者, 文词大法, 心开一解。 是为欢喜。 且知性受奉行, 便是何单如来。 当的菩提, 成佛有望, 非同小可。 故大欢喜。 在会法众, 无不如是。 故皆大欢喜也。 信, 及信心不逆之性。 受者, 解也。 及身解意去之解。 因其有不逆之性, 身解之受, 所以奉行。 奉者, 尊奉。 为尊一经中所说之意去。 行字, 兼字历历他言。 为自己祭尊奉而行。 父广不辞经, 为人眼说。 另一切众生, 无不皆大欢喜。 如是信受, 如是奉行。 物始会水长流, 法爱永通。 传之沉洁而无智, 普及万类而无疑。 则遍法界, 尽未来, 有此经处, 便是佛说法处。 前云佛说此经矣, 不过约一时之事相言之耳。 结基者之意, 在于一切大众, 依教奉行, 佛永永永不绝。 则我是尊之说是经, 故永永未有以时也。 不但结基本经者, 据此宏愿。 我被今日说的, 闻者, 发起此法会, 维持此法会者, 亦无不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同据此愿也。 据有此愿, 乃为真信受, 真奉行, 真欢喜。 此证无被报佛恩处。 不会自愧于此身经, 未尽眼说之量。 不过大海中说其一提耳。 然而即此一提, 以具全海之谓。 唯愿诸善之事, 从实性而入尽性。 于有谓而正无谓。 以此行愿, 庄严佛土, 化度有情。 辩克朋友, 大 board也计则, 身行 成佛外 至宿 金刚经教堪既 此本易一顿黄十是唐人写经, 而六公全所书、 即时是藏经之一。 就有影印本行事 可以复案 故教勘记中 首列柳书 四列参校诸本 资将所具各本名目 即有无单行本流通 依依详载于教勘记前 以便简校 柳书今后提云 长庆四年四月六日 嫌柳公权位又皆森录准公书 按柳书 清宣统兼上海有证书局 曾汇聚时事中藏品十余种 以科罗版影印形式 言约时事秘宝 柳书未秘宝之一也 长庆乃唐木宗年号 翁书乾隆五十七年人子 翁芳刚书 拔云 依南唐道语法师十本 按翁书系一五代十南唐时刻 顾列于颂藏之前 现有十印赠品 颂藏南颂李宗绍定时 平江府弃杀颜圣院刊 所谓弃杀藏事也 按此藏经史于颂李宗绍定四年 完成在圆武宗事大二年 前后历八十年而后工郡 圆藏西安卧龙开圆两四 后一寸闪省图书馆 谢上海影印送版 藏经会正在影印中 张书南颂李宗保佑二年 甲银 张初辽吉之书 自把云 依天台教森宗印效本 清康熙四年以四 达崇光的摩勒上时 宫交山时必安 按保佑二年 后于少定二十余年 经中文句与弃杀藏唯有一同 有踏本 又有民国十七年王大谢一张书 所写十印本赠品 金刚经驻书 唐济国四世会进驻 驻前有唐常泰博士和男主亮序 会公同时人也 后有日本丹阳散人拔 齐略云 此住在之那步行 于扶桑亦未堵 竟亦空师或其真本 遂堪行而永传之 酒饮之至宝 一旦发光阳彩 可谓得时 想保二岁丁友初秋 按日本想保丁友 为我国亲康熙五十六年 经文不审何时会入 以笑柳书字句多同 且少未亦一段 必在他总会本前 顾先列之 金刚经驻遥秦士森赵柱 有日本沙门静雄旭云 闹游词诀大师 于之那池归 密珠明山九百年 请祖方禅人池已是于 于探约 此经之柱 赵公未先 祝来大公 以此祝未先 而发于诸柱既行之殿者 岂非时节应缘乎 天台大师曾讲此经 专依赵公 犹如说观经 专依静影也 子而行之 其利益富如何栽 保利十二人物之下 按日本保利人物 为我国清乾隆二十七年 距今百七十二年 上诉九百年 约在吴唐纪一宗贤通知出 经文义不知何时会入 但与南唐十克及长水刊定计 互有出入 义已加入为义六十二字 且驻其下云 此六十二字 照本无知 天台书亦无科判 然诸本皆有此文 故且存知 其必后于会助之会本可知 以上两书 军建商物印书馆影印续藏经 无单行本 古农案续藏中此书 曾于民国九年 丁维森等伊犁端辅孝本 刻于干周刻金处 金刚经智者书随天台智者说 清光续三十三年金灵客 金刚经义书随家祥及藏传 民国六年金灵客 金刚经书订队 金刚经战书唐大慈恩四窥击转 民国六年金灵客 金刚经书论转要唐大心服四宗秘书 民国十一年北平客 按以上四书 接得诸日本 一书原无经文 乃金灵客时会入者 故于献流通本同 其他三书会入之经文 或依其旧 或未全依 故于流通本有同有益 可以单行本与续藏对效也 金刚经书记会编民国十九年北平客 书籍书论转要 记则送长水沙门子玄所传刊定记 按续藏中收有名是大便之书记科会 是清乾隆四十七年依照云期旧本重刻者 可借以考证明时经文与经本一同也 教刊记 应云合注 柳书 翁书 宋葬 张书 明客及会注 赵注 转要 三会本皆同 经流通本及清出本作 云合应注 与后周与同 按赞树引经 亦作应云合注 若非有想非无想 柳书乃至明客 会注 赵注 智书 赞树 转要 五会本及经流通本皆同 清出课本 于 非无想 上 有加一 若 自者 并注云 古本无之 暗谷本即无 何可滥加 经已所见各本参校 盖自唐济以后 经文乃被人陆续增议 而明清间增议最多也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 相受者相及非菩萨 照注 会本 若 下无 菩萨 二字 于本皆有 得见如来 柳书 翁书 翁书 宋葬 张书 及会注 赵注 智书 三会本同 柳空本 则 作 及 明清课本皆然 与此章句 古今各本皆同 为赵注 会本 作 此于章句 则为这我人众生受者 古今各本皆同 为清出课本 则 作 及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 古今各本皆同 清出课本 友谊 何以故 三字为眼闻而删之者 是故如来说福得多若富有人 古今各本皆同 清出有课本 于 若富 上 家 佛言须菩提 五字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古今各本皆同 清出有本 于 即非 俱下多 世明佛法 俱 按常水刊定济云 如今中 即非佛法是圣异地 遮增异边 是明佛法 是世俗地 遮笋简边 其余即非是明例子 见书即会边卷三第十一页 是常水时 已有堪本 不知被谁加入此句 若考归封书云 时摩世明具 书云 第一云中 无有佛法从今出也 见转要卷上第二十六页 常水寄于此 则依书而是 未即是明具 见会边卷四第三十二页 考古得著书中 皆摩世明具亦 而时无来 柳书 宋葬 惠本君同 柳通本座 而时无不来 盖南唐时刻已加入 不 自已 暗智者书 家祥亦书皆云 以无间部 惠住则云 关内既不见有我 说谁不来 故云而时无来也 足正本座 无来 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做事念 柳书至明刻 惠住等五惠本并同 柳通本 我 尚有 世尊 二字 清出诸本皆然 我若做事念 古今各本皆同 唯照本无 为照本无 我 自 唯法有所得不 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 柳书 惠本同 柳通本 有所得不 下 有 不也 二字 南唐十刻以后本皆然 则非庄严 柳书 宋葬 张书 惠本同 柳通本作 即非 南唐十刻 明清诸本皆然 而此福德 圣前福德 古今各本皆同 为惠本 而 作 如 则未有佛 柳书至明刻 惠住 转要 两惠本并同 柳通本及清出诸本 则 作 即 则非班若波罗蜜 柳书至明刻 即惠住惠本并同 柳通本及清出诸本 则 作 即 其下又有 世民班若波罗蜜 举 清出有本并住 其下云 古本无 按世民班若波罗蜜句 南宋气沙藏使剑加入 不但为唐人写经所无 即南唐十刻 即张初聊书 皆无知也 惠住等五惠本经文 皆摩世民句 又考照著曰 则非班若 即惠空也 静灭慧望 何相不尽 洪池之指 已在于此 智者疏同 智书又曰 班若即非班若 此事如空 家祥一书曼 班若非班若 心形断也 下如来摩所说 绝言语也 又曰 佛说班若 此事佛班若也 则非班若 非是二圣智慧 慧筑曰 正真之日 得真班若 得真之时 便舍文字 故云佛说班若即非班若 赞述曰 则非班若波罗蜜者 非亦佛读成也 转要曰 则非班若者 无者云 对智如言之故 以上诸古著 皆未是即是明 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 不不也是尊何以故 柳书 惠本同 柳通本 何以故 上有 不可以三十二相的见如来 举 按南唐时刻 以加此举 考各古著 皆未是即之 义书未由是是成前文 可以身相见如来不知已 故与前文贯串而是 则生时香 古今各本并同 清出本 则 作 即 则是非香 柳书至名刻 惠著等五惠本并同 流通本 清出本 则 作 即 柳通本 清出本 则 作 即 是人则未第一稀有 古今各本并同 清出本 则 作 即 此人无我乡 人乡 众生 相 受者乡 柳书至名刻 惠著等五惠本皆同 流通本 清出本 则 作 此人无我乡 无人乡 众生 相 无受者乡 则明诸佛 柳书至章书 惠著等五惠本皆同 流通本 明清课本 则 作 即 非第一波罗密 柳书至名刻 惠著 惠本皆同 流通本 清出本 则 即 非 如来说 非人乳 波罗密 柳书至名刻 惠著等五惠本并同 流通本 清出本 于此沟之下 有 是名人乳 波罗密 举 清出有本 著名其下云 事名句 古本无 然不可少 由此可见是彼时加入 暗志书曰 既无我人 谁家谁忍 故非忍未忍 忍未非忍 未斑若体也 转要曰 忍到彼岸 以离苦相 旷彼岸非岸 谁苦谁忍 其他古著中 皆摩世名句义 则为非著 柳书至名刻 惠著 照著 至书 转要 四惠本并同 流通本 清出本 则 作 即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 柳书至名刻 惠著等五惠本并同 流通本 众生下有 故 字 盖清出时加入者也 清出有本著名其下云 各本无 故 字 则非众生 柳书 宋葬 明刻及 惠照二柱惠本并同 流通本 清出本 则 作 即 南唐诗本 张书亦然 则无我见 柳书至名刻 惠著等五惠本 流通本并同 此语下文 则为如来以佛智慧 则为何丹 则于此经 则为世塔 则为消灭 清出本 则 多作 即 皆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 功德 柳书如此 其他个本作皆的成就 暗会注云 若人依经起行 即生无边之福 与三佛性相应 故能圆满戒种 戒为真如 种为菩提心 六度行 戒种 即三佛性也 顽此注意 其无 得 自可知 得者 当得也 经言与三佛性相应 始以成就矣 以成就者 为其成就相应 以具有能缘满戒种之姿 非为以成佛 此即长水济所云 若能宣说受持 此则修行恶立 能令佛种不断 则名额丹菩提 盖成就之言 即言其成就何丹 所以长水济又云 不可量等功德 与无上菩提未应也 据此 足正本无 得 自 心则狂乱 柳书至明刻 会著等 无会本并同 柳通本 清出本 则 作 集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柳书如此 其他各本 则 尚有 心 字 按经指证破存有菩提法之心 故下集紧皆约 当身如是我应灭度众生 乃至无疑众生时灭度之心也 则 菩提 下不能者 心 字 应从唐人写经明以 下同 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则非菩萨 柳书 明刻本 会本 并同 翁书乃至流通本等 若 尚有 须菩提 三字 又清出本 则非 作 即非 十五有法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柳书如此 其他诸本 者 尚有 心 字 若有法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六本 会本同 其他各本 提 下有 者 字 然登佛则不与我受计 古今各本皆同 清出本 则 作 即 则未非大神 柳书 颂藏 张书 明刻 会著等五会本并同 柳本 作 即 翁书及清出本皆然 则不明菩萨 古今各本皆同 清出本 则 作 即 无有法明为菩萨 柳书 会本 照本并同 柳通本作 时无 南唐 唐诗以后 则皆然 暗藏水寄云 但约无我无人 真如清净 名为菩萨 非为别有义法 足正本无 时 字 若有之 当云非为时有义法 不云别有义 恒河中所有杀 柳书 颂藏 张书 会本并同 柳通本 恒 上有 如 字 南唐时刻 明清诸本皆然 有如是等恒河 柳书 颂藏 张书 会本并同 柳通本 等 上有 杀 字 南唐时刻 明清诸本皆然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古今各本并同 唯会本 初 过去 四 未来 三 现在 无这菩萨论亦然 论云 过云已灭故 未来未有故 现在第一亦故 如来不应以色身见 柳书 会本同 柳通本 色身 上有 具足 二字 南唐时刻 以后诸本皆然 即为傍佛 古今各本并同 南唐时刻 张书 即 作 则 尔时会 明须菩提 至 世民众生 柳书 无 南唐时刻 以后有 按此六十二字 情亦本无知 乃后人 具为亦增入者 故照著乃至转要 皆为是极 为赞数以引为亦加入是之 大约唐时或加或不加 至五代以后本 则无不搭入耳 总之 此段之意 计论俱有 取为亦增入 亦加 情亦盖因前文以有如来说 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故此处从略余 为无所得亦如事如事 柳书 会本同 柳通本 如事 尚有 佛言 按南唐时刻 以有 佛言 二字以 则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柳书至明刻 会助等 五会本并同 柳通本 清出本 则 作 集 如来说 非善法 柳书 宋葬 张书 会本并同 柳通本 说 下有 集 字 南唐时刻 明清诸本皆然 古著如会助赞树 隐经皆无 集 字 为转要隐作 集非 寿池为他人说 柳书 会本并同 柳通本 寿池 下有 读诵 二字 南唐时刻 以后本皆然 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 柳书至明刻 会助等 五会本并同 柳通本 清出本 则 作 集 则非有我 同上 则非凡夫 同上 又清出本及经流通本 此句下富有 试明凡夫 句 柳书至明刻 会助 赵助 志书 赞述 四会本皆无之 清出有本 注明为古本所无 想考各古著 皆摩试明句一也 转轮圣王则是如来 同上 如若做事念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柳书 会本 照本并同 柳通本 者 上有 心 字 南唐时刻 以后本皆然 发阿诺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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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三秒三菩提者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与法不说断灭香 同上 以满横河沙等世界七宝不施 柳书 会本同 柳通本 柳通本 不施 上有 持用 二字 南唐时刻以后本皆然 而明刻本有少 持用 二字者 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得故 柳书 张书 会主 赞树 二会本并同 柳通本 功德 下有 何以故 三字 南唐时刻 弃沙藏亦然 明刻本兼无 何以故 举 视为臣众您为多不胜多世尊 柳书 颂藏 明刻 会主等五会本皆同 柳通本 柳通本 盛多 上有 持菩提言 举 南唐时刻 张书 辽书 清书本皆有之 佛则不说是为臣众 柳书至明刻 会主等五会本并同 柳通本 清书本 则 作 吉 则非为臣众 柳通本 则 南唐时刻 以后各本 皆作 柳通本 及南唐时刻 以后各本 皆作 柳通本 则 作 吉 南唐时刻 清书本皆然 则非 则非世界 则非世界 同上 若世界 时有 柳书如此 慧著 会本作 柳通本 及南唐时刻 以后各本 皆作 时有着 则是一盒乡 柳书 翁书 颂藏 明刻 会主等五会本并同 张初聊书 清书本 则 作 吉 则非一盒乡 柳书 颂藏 张书 明刻 会主等五会本并同 南唐时刻 清书本 经流通本 则 作 吉 则是不可说 柳书至明刻 会主等五会本并同 清书本 经流通本 则 作 吉 是人解我所说 亦不世尊 柳书 会本同 流通本 部 下有 部也 举 南唐时刻 以后各本皆然 为明刻 无知 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古经各本皆同 为明刻 即 作 则 发菩萨心者 柳书至明刻 会本并同 流通本 清书本 菩萨 作 菩提 暗藏水济云 发菩萨心者 简于人也 金刚经教 刊记中 金刚经教 正本拔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自唐以来 受持便还语 书写 刊印者记多 文字伟多 亦因之而日凡 圣观若冠受此经 初为依随读诵而已 莫名其义 义不辨文字有义同也 殉清光绪纪年 精灵克制者书成 为其书意 颇有语经本文字不写者 稍稍移之 因广搜旧客 附建东营续藏中 照会诸著 一月圣 极度唐人柳成玄写经 则与诸古书议和 然后使之经本之伟物圣多也 继而因并 教理北平图书馆所藏顿皇时 是唐人写经 其中 金刚经最多 大帝与柳书同 乃生爱敷衍而习妙 由来盖远 经信或古人真迹 及古著书 千余年小物 应得证明 奈何不请不于是以匡之乎 然而习非臣是久矣 经人献仆 见真者兮 疑似姬缘 未开帅尔 十民国八九年间也 戴岁耕武 有朝阳郭居士者 经刊此经 未一柳书 书出 大有非难其善改经 文者 实则其课尚未尽一柳书 圣意 习非恒事 有如是乎 虽然 古本之善 终不能演 事举一二 如古本其周曰 应云合注 后周乃曰云合应注 一字升降 其义回书 自为为一格 虽有误认闻复者已 是明具 或有或无 各具经义 自为为处处有之 虽多以三帝说之已 不知般若正名二帝 盖于二帝 遮兆同时 即是终也 其二帝外别有忠乎 台中以三帝说一切法 然智者大师本经书以 始终皆明原生之法 莫非假明 故曰即非 达其即非 乃会真实 其余是明 知作假明会 是真善说三帝者 若必知三帝明言 而以世明配忠 世明庄严 则可 世明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云和通曰 人生之秋 应诸有诉曰 未说此经 西一唐人写本 而荣通诸论及古著意运已说之 大众安喜踊跃 请以教证本应不知 欲使共之却有依据 熟正熟尾 大明于是也 于今后复教勘计 引诸一本 及各家书是 不厌求详 以资复案 而树其远起于此 一世之心也 无不观时 旷盛生般若乎 依文字 起观照 物识相 文字因缘 左观非小 或曰 禅宗及般若度 而不立文字 何也 曰 子物已 能言经云 知见立之 即无明本 知见无见 斯及涅槃 无漏真净 此不立之之也 其断灭文字相 且诸家语录 非文字乎 语云 依文解义 三世佛渊 一经一字 便同我说 何况一字差 大有出入 何可忽也 鬼有春圣观景拔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假生四月 普会大藏经刊行会竞刊 四 金刚班波罗密经养义 谣经三藏法师纠摩罗十一 青岛战山四沙门谈虚讲义 许 佛说班若今时 纯世发明世界物质 与世人之见 本具之原理 知见者 人心也 物质者 环境也 此心与境 不及不离 就尽不可思议 本来无始终 无内外 无先后 无生灭 无一意之别 无空有之分 乃心外无境 一心一切心固 境外无心 一境一切禁固 大而无外 一大一切大固 小而无内 一小一切小固 大能容小 小亦能容大 随众身心 寻夜发现 此种心境 数穷三计 横辨十方 充满一切处 而一切处 无非心境 此之未原理也 而世人不察不信 此若大之造化 乃人人本具之事也 舍此用之无境 取之不竭之原理 而拘泥于现前 六根 六臣 六十之陋习 造诸恶业 受苦无休 轮在业海之中 不知出离 返求其职 挨哉 或问 云何无始终 达曰 中始相成 如环无端 任何至人 不能说清 从何谓始 从何谓中 若能指出 固定之始终 则始终即非原理 云何无内外 内外乃对代名词 如内成在院外 外乌属宅内 若有定处 即非原理 云何无先后 先后乃比较名词 如后后可作前前 若有定名 则非原理 云何无生灭 生灭乃是人遍迹 一切法本来不自生 不他生 不共生 不无因生 不灭者 亦父如是 云何无一意之别 以意即是意 一即是意 如一人有四之百孩之意 而四之百孩 指一人故 一树有千之万叶 而千之万叶 指一树故 其可分别属意属意 云何无空有之分 以真空即是妙有 妙有即是真空故 真空即是妙有者 且如人心之之见 视之不得见 视之不得见 听之不得闻 嗅之非相 尝之无味 非物可处 非想可知 故曰真空 然真空非同断灭 以其有能力故 对于物质 则能见能闻 能嗅能长 能觉能知 即非断灭故曰妙有 妙有即是真空者 且如植物菊花 有若干种类 其形色严美 有千几百亿 而其意之巧妙 从何而有 视人多推之于造物主宰 视谁见其造 又造物主宰 由何而有 则皆无时据 就近考其时据 皆归不可思议 故曰妙有 然妙有不能久住 以其性无常故 是由原生无性 当体即空 如是性空 故曰真空 以佛法所说 是法未惧 乃未无功有之分也 以此数端作例 推及世界一切法 莫不如是 如来说法 迫世人之迷情者 曰般若也 所谓般若者 即心地明白原理之位 果能明白 即无无名 无名者 乃之时中 内外等 以为时有一定 故造诸业 若无无名 即不造业 不造业即不受苦 此如来出世之本怀也 此经大指 为在离相 无助 无法 乃消灭或业苦故 所谓离相者 若见诸相 非相 即见如癌 离一切诸相 即明诸佛 以离相故 成就解脱得 消诸业也 所谓无助者 应摩锁住而生其心 应生摩锁住心 以无助故 成就般若得 破诸或也 所谓无法者 实无有法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幼得果无法 得记无法 度生无法 盐土无法 达我无法 色相言说无法 施佛无法 空有无法 去来无法 亦多无法 诸见无法 已无法故 成就法生得 脱诸苦也 佛说般若波罗蜜 即非般若波罗蜜 世明般若波罗蜜 凡经中类世之文 皆是显此原理 求解者 应善慧之 数不负如来出世之本怀儿 谈虚二十年来 未学人解说世经 凡时余次 自举例自讲导 约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 先知以总说 预览者 得此经之大旨 似之以本文 预览者循序而渐进 中间书未撑影就说 书未读书几件 不暇依依标明 要知其余求是而已 虽然自以为是 未必是也 上望海内善之事 有以教之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总说 此经 以法相辟欲为名称 以法及无法为实体 以无这柱为宗旨 以黎明相为利用 以守苏欲为交相 凡讲一切经 必先出名称 以假明能全实体固 体后必先明宗旨 以宗旨能去实体固 宗后必须便利用 以利用能修英克果 果上行英固 用后又须叛教相 以教有权实之分顾 此五重玄义 不可不知也 所谓玄义者 由玄门入庙里之位也 云和名神 为了不可得 宗旨